丹武双绝 第7301-740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丹武双绝 第7301-732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秦明觉得自己并不穷 相反以他的丹道实力 他非常的富有 但再富有 也比不上占据一整个世界 在这里无情搜刮的独魔家族 这里肯定有无数的材料 无数的资源 很快 秦明就来到了一个迷宫面前 要进入仓库里面 就一定会经过这个迷宫 秦明和秦熙轩没有犹豫地进入里面 这个迷宫竟然是冻的 这里布置了非常高深的阵法 秦熙轩看着雪白一片的墙壁 有些发愣道 听到齐音说这里会有一个迷宫 他就非常的好奇 他的记忆力很强 只要走过一遍 他就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 迷宫就算再复杂 他都不需要刻意地在墙上标记 就能够随意地在迷宫内穿梭 他的记忆力很强 不少人的记忆力也很强 秦明这方面就不弱 齐音当时断定秦明无法走出迷宫 更不可能找到正确的路 所以 他才没有反驳 现在一看果然如此 这样的迷宫 他也没有能力走出去 要想走出去 不能凭借记忆 要么有正确的路线 要么破解这个阵法 秦熙轩 你能破解这里的阵法吗 秦明看到秦熙轩在观察这里的阵法 好奇地问道 秦熙轩摇头 若是我在这个阵法的外面 我有能力破解它 但是在里面 所有的阵机都隐藏起来了 我无法破解 若它有攻击性 我就算在里面 也有可能破解 攻击性越强 那摩阵机就越容易暴露 可它完完全全没有攻击性 只是在操控这些墙壁 以及保护这些墙壁 想要破解它 除非拥有至尊及阵法的实力 设计这个迷宫的阵法师 真是一位天才 秦熙轩对这阵法的布置 非常的赞叹 接触阵法的时间不长 但因为传承记忆的原因 他很清楚 阵法的玄奥 布置这个阵法或许不难 但能够以阵法布置出迷宫 这个想法非常的了不起 为秦熙轩开辟了新的布置阵法的思路 只是可惜 他现在不在阵法外面 若是在阵法外面 或许能够仔细研究 研究出布置的方法 不对 就算我在阵法外面 也是什么都不可能看出来 这些阵法已经和墙壁融为一体了 妙 真是妙啊 秦熙轩不停地赞叹 听到秦熙轩的赞叹 秦明也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墙壁 也在研究着这里的阵法 他仔细看了看 开始用神石观察 只觉得天旋地转 眼睛连忙看向别处 这才好了很多 不再感觉发晕了 真是奇怪 我明明没有被攻击 墙壁竟然影响了我的神智 秦明不解道 秦熙轩轻轻地摸着墙壁道 不能使用神石 这些墙壁是用很特别的西能石制成的 西能石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西能石能量的石头 也是因为它的这种特性而得名 在至尊界中 不少地方都能够找到这种石头 是制作很多阵法的珍贵材料 独魔家族能够这么大的面积都用西能石制作 看来他们找到了西能石矿板 西能石?秦明第一次听说这种材料 不过一听是至尊界的特有的材料 这才明白自己为石魔不了解了 他只了解至尊世界的材料 对于至尊界的一些材料 也是因为他来至尊界后 武者们搜集到了一些这里的特有材料 这才慢慢开始了解 西能石很特殊 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能够吸收 所以不要用神石探查它 不然不但神石无法穿透它 反而会被吸收得干干净净 好在西能石没有攻击性 吸收你的神石之后 只要你不死命地持续往里面注入神石 那魔神石就会自动断了 你之所以头晕 是因为暂时性的突然有大量神石被吸收了的原因 只要过一会儿你就会适应 就不会头晕了 秦熙轩笑着解释道 果然 只是一会儿 秦明就不感觉头晕了 他对西能石顿时好奇了起来 世上竟然有这种石头 对神石起作用的石头 秦明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材料 他真的能够吸收所有能量吗 秦明好奇道 不错 秦熙轩点了点头 在传承的记忆中 西能石确实能够吸收所有的能量 那魔我来试试 秦明随意地选择一块石头 拳头上开始融入火之大道 一拳头猛然地轰在石头上 哪怕他对面是一位五到十里超越绝世的强者 硬生生地吃了他这拳 最少是一个重伤 可他的拳头打在石头上 拳头上的大部分力量都被吸收了 这让秦明非常的难受 这一拳他明明打石了 触感也非常的真实 可这一拳给他的感觉就仿佛打在水中一般 面前的墙壁没有任何的损伤 西能石就算是规则之力都能够吸收 虽然规则之力能够毁了西能石 但半步至尊损失的规则之力也会非常多 哪怕是半步至尊 也是不喜欢碰到西能石 也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 才能够打破一块西能石 独魔家族找到了西能石的矿脉 他们若是用西能石布置堡垒 绝对是固若金汤 秦熙轩笑着道 他对秦明造成的结果早有预料 一点也不感觉奇怪 若是西能石这么容易就被打破 那就不会得到所有武者克星的称号了 不错 西能石还有一个称号 便是所有武者的克星 若不是因为他不分敌我 这种西能石绝对是制作武器的最佳材料 只是可惜 若是用西能石做兵器 纳魔武者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西能石做的兵器凝聚力量 所有的力量都会被西能石吸收了 很强 秦明感叹了一声 但眼睛中还有些不太服气 我就不信了 西能石会没有极限 既然半不至尊能够打破他 纳魔我也能够做到 秦明看着面前的西能石 再次摆好了进攻的姿势 眼睛变得严肃起来 看着秦明的表情 秦熙轩脸上的笑容也是渐渐消失 充满期待地看着他 他知道秦明的蓄力攻击非常强大 是三众大量融合 三众大到融合 哪怕是在他的传承记忆中 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秦明能够重伤半不至尊 也是依靠三众大到融合 蓄力攻击非常的强大 应该是不弱于规则之力 当然 这也是因为 丝寇带在半不至尊中 只是刚刚突破而已 若是他属于老牌的半不至尊 规则之力能够灵活掌控 那么他的攻击 就越不是之前那样了 秦明这一次蓄力的时间有些长 毕竟这里没有敌人 可以让他安心蓄力 因此 秦明并不在乎 终于 秦明蓄力结束 看着面前的墙壁 他发出了雷霆一拳 这一拳的威力极其强大 但气势却非常的弱 如同轻飘飘没有力气一般 秦明的目光非常坚定 看着面前的雪白墙壁 拳头狠狠地砸在了上面 砰 墙壁被他打出了一个巨大的洞 过了半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墙壁都出现裂纹 而后轰然倒塌 真结实 秦明常常呼出一口气 看着面前已经倒塌的墙壁倒 他以为自己一拳打倒墙壁 应该是绰绰有余 但拳头打在墙壁上 还是有很多的力量被他吸收了 好在最终 墙壁被他打破了 只是让秦明意外的是 墙壁被打破之后 其他墙壁开始移动 很快就又有一块同样的墙壁 出现在这里 他的一番努力 算是白费了 独魔家族 既然在这里建造了迷宫 那魔就说明 在独魔家族西能时 这种材料并不稀有 若是我没有猜错 就算你打破一百块 一千块墙壁 也没有用处 因为在阵法中 肯定库存着大量 没有用的同样墙壁 打破了之后 很快就能够得到补充 而且 这里的所有墙壁 都能够在阵法的操控下移动 阵法在哪里补充了 这块缺失的墙壁 你都不会知道 蛮力很难从这里出去 以我们的实力 只有知道阵法的正确运行规律 也就是正确的路线 才有可能从这里出去 秦熙轩看着地上的碎石头解释道 秦明能够打破一块西能石 这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秦熙轩觉得 就算他把空间大到 领悟到完美 成为了绝世强者 想要打破一块西能石 哪怕是用尽全身力量 也不可能做到 甚至就算他五到十力超越绝世 但只要没有达到半步至尊 没有领悟规则之力 那么他就永远 不可能打破这魔后的西能石墙壁 虽然空间大到很强 但西能石也能够吸收空间大到 想到这里 秦熙轩连忙道 哥哥 西能石能够吸收空间大到 我在这里 没有办法使用空间大到离开 除非能够破解了阵法 让这些西能石不再连成一个整体 对我就没有束缚了 空间大到很强 但不能顺移离开阵法 也不可能直接进入阵法内部 若这里没有西能石 他可以在阵法内 随意地使用空间大到 可这里的西能石 隔绝了他使用空间大到顺移的可能 哪怕是空间大到 也没有办法穿过西能石 秦明感叹道 他现在是彻底地明白了 西能石有多强 空间大到的顺移 能够破开空间 因此能够穿透墙壁 在秦熙轩很小的时候 他就使用过空间大到 穿透墙壁过 却没有想到 就连空间大到 也是没有办法穿透西能石 独魔家族有大量的这种西能石 如此珍贵的材料 竟然被独魔家族得到 秦明脸色不太好看 他已经想到了 很多重西能石的用途 西能石很珍贵 用它做的防御 再合适不过 独魔家族 连用西能石做迷宫都能够办到 纳魔用西能石 做出一个保护自己的阵法 纳魔有谁能够攻破 难道只有半部至尊能够攻破 他能够融合三众大到蓄力攻击 可其他人类舞者 没有这种能力 至尊世界的所有道元祭 几乎都不可能 让舞者拥有攻破西能石的能力 纳魔 人类舞者五到十力 除非是达到半部至尊 不然拿西能石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算是我 想要攻破西能石 也需要消耗非常大 秦明满脸严肃地 看着面前的西能石墙壁 蓄力攻击的威力虽然强 但有两个不可避免的弊病 一是需要准备的时间长 不过 这对于西能石而言不算弊病 因为西能石组成的阵法 不能主动攻击它的原因 它可以想准备多长时间 就准备多长时间 最重要的是 蓄力攻击的第二个弊病 蓄力攻击的消耗很大 不能作为常用的攻击手段 它能够攻破一块西能石墙壁 也能够攻破十块 甚至是二十块西能石墙壁 但让它攻破百块 甚至是千块西能石墙壁 这就有些为难它了 哪怕它拼尽全力 立即而亡 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一旦独魔家族 用西能石造一个防御堡垒 那魔 就算是它也不可能攻破 那岂不是意味着 独魔家族竟可攻 退可守 它拿独魔家族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哪怕它五道境界 突破到了半步至尊 也不可能覆灭独魔家族 西轩 是不是任何办法 都很难攻破西能石 难道它没有弱点吗 秦明问道 秦西轩看着西能石墙壁道 也不是没有弱点 因为它不能收入 空间戒指的原因 所以要想搬动它 需要花费大量人力 西能石非常重 所以要建造一个这样的迷宫 非常的困难 同时 因为西能石在传送阵中 也会吸收大量的能量 所以用传送阵搬运它 需要的消耗非常之大 若是没有足够的黑石 还是不要想着用西能石 建造任何建筑了 嗯 好像独魔家族 什么都不多 救人最多 多到都开始养骨的方式 再培养后辈舞者了 听到秦西轩的话 秦明脸色更加难看了 若是真的没有办法攻破西能石防御 那么就不只是搜刮这里资源 这么简单了 独魔家族的这张底牌 除非他找到克制的方法 不然很难打败独魔家族 而且 秦英在临死之前告诉他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在复活他们的独魔至尊 秦英的话 秦明得到了两个情报 一 独魔至尊死了 并不是失踪 二 独魔家族有半部至尊 在复活独魔至尊 独魔至尊能够复活 若是不能复活 那么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们 绝对不会傻傻地努力 独魔至尊有多强 只需要知道他是至尊世界唯一一个 能够以凡人之躯 突破到至尊境的天才 他精通阵法 丹道 武道 血脉等等 他是天才 是整个至尊世界有史以来最天才的存在 秦明不认为自己能够比得过独魔至尊 虽然他有奇遇 有不少底牌 但独魔至尊能够成为至尊强者 必然也有奇遇 若是独魔至尊活了 哪怕他武道境界也突破到至尊 也不一定是独魔至尊的对手 不能让独魔至尊复活 绝对不能 秦明突然有些明白 为什么独魔家族不大举进攻至尊世界了 一是上古十四位至尊强者 在至尊世界有过布置 二是因为 他们在复活独魔至尊 没有时间管至尊世界 只要把独魔至尊复活了 想要攻破至尊世界 非常的简单 所以 独魔家族把所有的重心 都放在了复活独魔至尊上 这绝对是独魔家族的绝密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肯定是独魔家族的高层 武道境界最少要达到绝世 奇因的独魔实力达到了绝世 而且是快要超越绝世的天才 所以他知道这个情报并不奇怪 秦明心中很着急 他现在只知道 独魔家族在复活独魔至尊 可要怎么打断这种复活 他心中还没有头绪 只觉得 应该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 一定要在独魔家族 闹得天翻地覆 也只有在独魔家族闹得天翻地覆 让半步至尊出手 才能够减缓他们 复活独魔至尊的时间 秦明本来不这么着急 攻打独魔家族 想要先积蓄力量 但现在看来 他必须要尽快动手 只是他连独魔家族的情报都不知道 自己的五到十力 也没有达到半步至尊 这样强行和独魔家族战争 这是在找死 所以 想要打败独魔家族 不让独魔家族的半步至尊们 复活独魔至尊 就只有自己的五到十力 先突破到半步至尊 这次进入独魔家族的仓库 是一个好机会 说不定能够得到什么宝物 能够帮助他领悟大道 最重要的是 秦明想要把血脉 突破到至尊级 他的血脉 现在只有神兽近巅峰 要想五到境界突破到至尊级 就必须要血脉突破到至尊级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打破血脉的束缚 难度非常之大 整个至尊世界 也只有独魔至尊做到了 秦明摇了摇头 现在最要紧地 是想办法破了西能石 这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 西能石肯定也有破解的方法 看着面前的西能石 秦明沉声说道 没有 秦熙轩很肯定道 在我脑海中 没有太好的办法 攻破西能石 这种石头非常适合做防御 很难以攻破 在上古石 这种石头就被人发现了 那时候 就是连至尊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这魔墙 秦明很是意外 西能石没有品级 它不是宝物 秦明怎么也没能够想到 上古石就算是至尊 也拿它没有太好的办法 当然 秦熙轩说 上古石至尊拿西能石 没有太好的办法 并不是至尊破不了西能石 以至尊的实力 哪怕西能石再强 至尊也能够轻松破了 只是这是以力破之 若不使用至尊的实力 不使用规则之力 来破解西能石 这才是真正的办法 至尊强者 见多识广 能力绝对不是普通武者 能够比拟的 他们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可能西能石 就真的没有明显的弱点了 不错 就是这摩墙 秦熙轩很肯定到 根据我脑海中的记忆 西能石 虚空兽族的至尊也研究过 也没有找到太好的破解方法 在虚空兽族内 就有西能石的矿脉 虚空兽族用西能石 搭建了强大的防御体系 能够防住敌人的进攻 原来虚空兽族也有这种石头 秦明这才明白 秦熙轩脑海中的知识很多 但都不是太清晰 可对于西能石的知识 却是非常的详细 很明显 这种石头 给慕容女帝的印象很深 所以才有记忆传承下来 秦熙轩脑海中的这些记忆 都是慕容女帝传承下来的 那莫可能 西能石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攻破 我不相信 秦明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的人 何况他还有一张底牌没用 幽火无物不焚 秦明还从来没有见过 有什么能够挡住幽火的灼烧 世间各种宝物 以及无数强大的阵法 都不能阻挡幽火分毫 秦明不知道幽火是什么 他从来没有 见识到过这种另类的力量 幽火给他一种感觉 不管他的武道实力有多地 哪怕只有龙镜 只要敌人站着不动 那摩幽火就能够 把对方烧成灰烬 哪怕是至尊强者 他的幽火 也能够攻破对方的防御 这种感觉非常的离谱 秦明面前龙镜武者 就算站着不动 对方也是破不开他的防御 而至尊就更不用说了 龙镜武者想要伤到至尊 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哪怕再好的兵器 再强大的道元技也没用 我要使用幽火试试 秦明站在了西能石面前 用幽火试试 秦熙轩一愣 他自然知道秦明的幽火 幽火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每一次秦明使用幽火的时候 不管是在炼丹 还是在攻破阵法 秦熙轩都有一种 想要逃离的冲动 幽火很降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只是至尊强者都试验过了 西能石没有办法 用常规的手段破坏 只能够使用规则之力 以及蛮力破坏 秦明之前的蓄力攻击非常之强 应该是超过了一般的半步至尊 若不是蓄力攻击的时间太久 只是凭借着这一招 秦明都能够成为半步至尊级别的强者 应该破不了西能石 秦熙轩很肯定 但语气没有那么坚决 怕打击到了秦明 在秦熙轩看来 连至尊都办不到 秦明更不可能办到 哪怕是在他心目中 秦明很强 是非常了不起的武者 但他不盲目 秦明再强 又怎么可能比得过至尊 忧火再降 难道还能够超过规则之力不成 规则之力 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包括在至尊界 也是如此 那就试试 秦明淡淡一笑 也想见识一下自己忧火的极限 想做就做 秦明召唤出忧火 慢慢靠近西能石墙壁 秦熙轩脸上带着笑容 以西能石的吸收各种能量特性 忧火靠近西能石 应该会被西能石吸收了 果然如此 就如秦熙轩预料的那般 忧火在靠近西能石后 便是被吸收了进去 只是让秦熙轩很意外的是 西能石在 吸收了忧火之后 立马便是燃烧了起来 西能石能烧 若是西能石能烧 那至尊强者 不可能拿它没有办法 若西能石能够被烧毁 那它的弱点就太过明显 谁都可以轻松破了它 西能石是一种石头 石头是不能被燃烧的 这是常识 可偏偏秦明就打破了这种常识 西能石不但能够被烧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 西能石就被完全烧毁了 而秦明召唤出来的忧火 甚至都没看到减少 这 秦熙轩不敢置信地看着忧火 双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才发现自己没有看错 西能石真的就这魔 被秦明给破了 西能石就算是至尊强者 也拿它没有太好的办法 哥哥你 竟然是把它破了 而且这魔轻松就毁了一块 你太强大了 秦熙轩赞叹不已 他实在没有想到 就连至尊都没有太好 办法的西能石 对秦明竟然是没有任何的阻挡 不错 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忧火 就仿佛遇到克星一般 忧火只要靠近西能石 就会被它吸收 可吸收的瞬间就会燃烧 而后很快就会化成一堆水 石头能够燃烧 最后化成了水 若不是亲眼所现 秦熙轩绝对不会相信 秦明也很是有些意外 秦熙轩把西能石夸得天花乱坠 秦明以为西能石能够和优火抗衡一二 甚至很有可能 优火不敌西能石 其中的能量会被西能石吸收 最少优火攻破西能石 需要的消耗很大 毕竟 他刚刚用三重大道融合攻击时 明显地感觉到 他使出的大部分力量 都被西能石吸收了 那可是三重大道完全融合 威力非同一般 若不是力量实在太强 超过了西能石的极限 可能也是攻不破它 三重大道的完美融合 所形成的力量 远远地超过了单一一种大道 也超过了空间大道 这不是量的差距 而是质的差距 秦明很明显地感觉出来 不管他聚集多少火之大道 哪怕是把全身的火之大道 一招全部使出 威力也远远不是三重大道融合能比的 三重大道融合 让他有短暂对抗半部至尊的资本 甚至是把半部至尊重伤 三重大道融合的力量 甚至隐隐凌驾寻常的普通规则之力 这种强大的力量 攻破西能石里所应当 秦明一直觉得 自己学会了 归一 并且利用 归一 融合了三重大道 纳摩 归一 是他最强大的手段 他能够舞到境界 只是达到神兽境巅峰 甚至只是在神兽境后期的时候 就拥有超越爵士的武道实力 就是因为归一的原因 若没有 归一 三重大道无法融合 他现在的武道实力 最多也就相当于爵士强者 四重大道虽然都很强 可能轮番使用四重大道 甚至是能够一起使用 让敌人应接不暇 但也仅仅只是 力量的种类比别人多 也就比普通武者强一点 没有质的区别 正因为三重大道融合 让他有了凌驾于其他武者的强大实力 他一直以为 三重大道融合 就是他最强攻击手段 现在才明白 并不是如此 幽火的强大 超乎了他的想象 秦熙轩之所以把西能石夸上天 并不是他的原因 而是在他脑海中的记忆 他把西能石夸上天 也是因为在慕容女帝心目中 西能石非常的强大 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所以秦熙轩的这番话 其实是慕容女帝的残留印象 在慕容女帝心中 西能石就是没有弱点 非常强大的存在 慕容女帝和虚空受卒至尊的关系 非同一般 肯定也是受到了 虚空受卒至尊的影响 哥哥 你的忧火实在是太强大了 秦熙轩再次感叹道 对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有所怀疑 哥哥 你说我脑海中的记忆 是不是真的 虽然在布置阵法 以及血脉相关的知识 都没有错 但现在出现错误了 是不是我脑海中的记忆 有一些错漏 之前秦明很认可 他脑海中的那些知识和记忆 而且 他用脑海中的知识 布置过阵法 都是真的 所以后来他一直觉得 脑海中的记忆不会出错 可现在记忆出错了 西能石似乎没有他脑海中想象的那么强大 并不是这样 你脑海中的记忆 都是真的 秦明连忙打断秦熙轩的怀疑 看着秦熙轩 秦明笑着说道 我都有些羡慕你了 我若是有这些记忆 该多好 我早就想学习阵法了 可阵法比单道都难 我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阵法知识 若是能够像你这样 直接就继承了阵法知识 直接就成为了一位强大的阵法师 那该有多好 不会对脑海中的知识 有太多怀疑 这是慕容女帝传承给你的 你要好好地珍惜 不过这些传承 要想真的全部转化为自己的 必须要你自己亲自尝试一遍 秦明早就想学习阵法了 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阵法师 他不缺少阵法的材料 只要想学 他能够弄到大量阵法方面的材料 只是有材料是一回事 学会阵法 以及成为一位强大的阵法师 又是另外一回事 需要大量的时间 需要花费大量的心力 他一直被很多事情耽搁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学习 而秦熙轩从来没有学习过 阵法方面的知识 却是在觉醒了慕容女帝 传承给她的知识之后 就直接学会了 秦明非常地羡慕 也为秦熙轩感到高兴 想想她学习单道时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她一直以为 所有人都需要经历这些 哪怕天赋再高 没有足够的努力 也是不可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 见识到秦熙轩后 她才明白 原来有些人可以生而治之 秦熙轩的出身非常之好 一出生就拥有了大量的知识 成为了一位阵法高手 以慕容女帝给秦熙轩打下的底子 只要不出意外 秦熙轩应该是能够突破到至尊的 慕容女帝自我牺牲 可能还有虚空兽族的帮助 秦熙轩的体质和任何人都不相同 可以说空间大到就一直在等着秦熙轩 世间可能再也没有比秦熙轩出身好的人了 哪怕出身再怎么高贵 也不可能生下来就注定是至尊强者 而秦熙轩就是如此 生下来就是至尊强者 不过他出生到现在 见识还太浅薄 经历的事情也很少 想要成为一位真正的强者 还需要多经历一些事 哥哥 我会成为一位强大的阵法师 我成为了强大的阵法师 不就相当于你成为强大的阵法师了吗 秦熙轩双目炯炯有神的看着秦明道 秦明一愣随即大笑起来 不错 你成为了强大的阵法师 就相当于我成为了强大的阵法师 不错 他何必要纠结自己成为阵法师呢 只需要专精一道就行 需要布置阵法的时候 让秦熙轩帮忙就行了 就像之前 秦熙轩就轻松地布置了一个隔绝阵法 看他布置阵法的速度 以及那种自然和谐的感觉 哪怕是布置神兽级阵法 也能够做到 甚至秦熙轩的阵法实力 可能远远地超过虚盈 虚盈若是知道这个消息 估计会吓一跳 哥哥 现在你能够使用幽火 直接破开吸能时 那魔 我们要去目的地 就更加简单了 甚至整个迷宫都是你的主场 秦熙轩双眼放光道 这魔庞大的阵法 绝对不是一位阵法师布置的 这种没有攻击能力的被动型阵法 都是按照特定的规律在运转 虽然这个规律非常的复杂 无法光凭记忆记住 但只要有地图 再加上你幽火的破坏 不需要严格按照地图走 可以在这里随意地穿行 地图上标注的仓库并不止一个 能够使用幽火 破坏西能时墙壁 我们能够直接到达目的地 他已经看过奇音记录的地图 按照地图上的标示行走 他们一定能够找到仓库 但速度会比较慢 毕竟需要绕些路 在迷宫中 哪怕是正确的路 也绝对不是一条直线 相反中路线非常的复杂 但因为西能时 很难被破坏的原因 奇音没有想过 他们会破了西能时墙壁 直接朝着目的地进发 文言 秦明点了点头 不错 这里现在就成了我的主场 不但能够直接找到仓库 而且还能够对付那些 实力超越绝世的毒魔 秦明目光中满是杀意 他看到毒魔家族 如同养骨一般 养着家族的后代 心中早就生出了 把这里的毒魔 全部途径的想法 只是可惜 他没有找到机会 现在刚好有机会了 他得到了迷宫的地图 只要把毒魔引进来 那魔来多少 他就能够杀多少 阵法是毒魔家族建造的 但就算半步至尊来了 也只能够老老实实地 在迷宫中一步步走 没有办法像他这般 使用忧火在这里随意地穿行 那个半步至尊 因为刚刚突破的原因 并不能完美地 隐藏自己的气息 离得远了他感应不到 但是在迷宫之中 不管他在哪里 秦明都能够感觉到 气势并不是能量的一种 所以并不会被 吸能石吸收 若是没有地图 我不敢使用 忧火在这里随意地穿行 一旦破开吸能石 对面是一个 通往外界的通道 又有五到十里 超越爵士的独魔守着 那我们可能就再劫难逃了 秦明说道 那些实力超越爵士的独魔 全部守在通道里面 他们隐藏着气息 很难察觉 再加上有吸能石的阻隔 他也无法使用神石探查 所以一旦他随意地使用忧火 不小心碰到了 实力超越爵士的独魔 对方发现有人类舞者 肯定会拼命地把他缠住 在这种地方 哪怕他有战胜对方的实力 也很难摆脱对方的纠缠 就算强行地避开了 因为没有办法使用空间大道 也不可能逃出去 在这个阵法之中 空间大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只要被五到 实力超越爵士的独魔发现 就不可能逃走 这里到处都是独魔 只要他的踪迹被发现 纳魔很快就有独魔 把消息带给半部至尊 在迷宫中 被半部至尊堵住 那就真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了 有了地图则不一样 独魔家族拥有的优势 他也有了 而且他的优势更大得多 优火能够破开吸能石墙壁 这里就像是他的家一般 可以随意地传行 而独魔们却不行 他们就算也有地图 但只能老老实实地走迷宫的路 哪怕就算知道 他在吸能石墙壁的另一边 也只能走很远的路绕过来 他不一样 不需要绕路 若是发现独魔在对面 只需要忧火 破开吸能石墙壁 就能够直接对独魔发起攻击 这里是他的主场 西轩 我不但要得到这里的所有资源 破坏传送阵 还要把独魔家族杀得鸡犬不宁 杀得他们心疼 勤明握拳道 普通独魔他们不在乎 那么五到十里达到绝世的独魔呢 哪怕是独魔家族这样强大的势力 也一定会很在乎绝世实力的独魔 要知道 在至尊世界 五到十里达到绝世的强者 一共也不超过十人 这还是算上上古种族 以及至尊血脉 要不然 一位绝世实力的强者都没有 绝世强者已经很难了 勤明的目标 却不只是他们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实力超越绝世的独魔 这一次 他要杀疼独魔家族 现在最先做的 应该是把仓库内的资源 给全部搜刮了 有其因的地图指引 勤明开始使用忧火 破开吸能石 秦熙轩跟在勤明身后 小心地往前面走 生怕忧火灼烧到了自己 忧火连防御 即将的吸能石都能够轻松烧了 一旦烧到他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每一次都等到忧火完全燃烧尽了 他才敢迈开步子 不用担心 忧火并不会伤你 看着秦熙轩小心翼翼的模样 秦明笑着说道 真的吗 忧火不伤人 秦熙轩疑惑地看着 在吸能石上的燃烧的忧火 连石头都能烧了 怎么可能不伤人 他亲眼看到 秦明用忧火焚烧过毒魔的尸体 那是连灰烬都不剩下 不是 忧火当然会伤人 不过他被我控制着 只要我在你旁边 忧火就不会伤你 不信你试试 秦明笑着道 秦熙轩试探着小心伸出手 触摸面前的紫色忧火 火焰燃烧着 他没有在忧火上感觉到温度 但感觉到了强大的危机 他相信秦明 秦明既然说忧火不会伤他 就一定不会伤他 手触碰到了忧火 紫色的忧火 真的没有伤他 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在忧火中 他感觉到了强大的力量 只是这种力量 他脑海中的记忆并没有 很强 忧火真的很强 秦熙轩闭上眼睛 仔细地感应着忧火 仿佛整个世界都朝着他压来 给他很大的压力 我感觉 忧火比规则之力还要强大 哪怕是规则之力 也不会给我这个感觉 博大 宽广 无穷无尽 秦熙轩睁开眼 感叹不已地看着面前的忧火 之前 秦明和独魔半步至尊战斗 他就在一旁 独魔半步至尊使用的规则之力攻击 他看得清清楚楚 规则之力很强 给他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 但在内心中 他对于规则之力并不服输 有一天 他也会掌握这种力量 而忧火不同 他甚至升不起抵抗的心 更不敢想自己能够掌握这种力量 若是这力量对他发起攻击 他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与之抗衡 秦明听到秦熙轩对忧火的描述 让他很是不解 问道 忧火给你的感觉比规则之力还要强大 他能够在忧火中领悟火之大道 能够感觉到忧火很降 但在身的东西 他就感觉不到了 没有想到 秦熙轩竟然对忧火感触这么深 规则之力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没有之一 成为半步至尊的标志 就是掌握把规则之力 秦明一直觉得忧火很降 但再强大 怎么可能比得过规则之力 真的如此 规则之力不但不如忧火 而且差很远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秦熙轩摸了摸头 他感觉到忧火很降 比规则之力强很多 但到底强在哪里 他却说不上来 算了 忧火到底是什么 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秦明摇了摇头 也没有再继续纠结忧火 一直以来 他都没有弄清楚 忧火是什么 也不急于一时 秦熙轩在知道自己并不会被忧火伤到后 前进的速度就快了很多 这个迷宫很大 若是完全按照秦英给他的地图 不破坏西能时的情况下 找到四个仓库 那么最少需要三天的时间 这还是完全按照地图走的原因 若是没有地图 又无法破坏西能时 那么一辈子也别想从这里出去 直接破开西能时 秦明前进的速度很快 只是因为偶尔会碰到毒魔队伍 秦明不得不先避开 好在迷宫的阵法运行的速度很快 几乎在他用忧火烧毁西能时墙壁之后 几个呼吸时间便是会被阵法恢复 若是我的神石能够穿透西能时就好了 这样一来 就不需要特意地找一些不起眼的角落 破开西能时了 秦明手持着奇音给他的预检 躲在一块西能时墙壁后面感叹道 用忧火破坏西能时墙壁 他确实能够一点都不绕 直接一条直线找到仓库 但这样一来 路上很可能会碰到毒魔 四个传送阵就在迷宫内 由迷宫保护着 似乎是因为撕扣带的命令 现在有大量的神兽镜和圣兽镜毒魔 乘坐传送阵来这里 迷宫变换不断 出口并不是固定 就算是毒魔从迷宫内出来 也必须要跟着迷宫阵法的变换 而不断换路 这样一来 秦明就算有地图 也不知道毒魔会在哪里 没有固定的出口 就意味着 除了一些死路之外 他在哪里都可能遇到毒魔 毒魔自然也知道 该怎么从这里出去 所以只要他们不心血来潮 就不会故意地走死路 只要在死路中 破坏西能石墙壁 纳魔就不需要担心 对面刚好有毒魔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秦明越来越接近 毒魔家族的仓库 虽然不是一条直线 但也比绕路要快上很多 终于 秦明到达了毒魔家族的仓库 这里有一位身穿黑衣的绝世毒魔 以及三位神兽镜巅峰的毒魔 正左顾右看的守在门口 有一位绝世毒魔 似乎验明了身份 背入了进去 两个绝世实力的毒魔 躲在暗处的秦明 把这些都看在眼里 两位绝世实力的毒魔 他想要杀了对方 而且还不能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很困难 只能先让一个绝世毒魔离开 只杀那个看门的毒魔 秦明想了想 最终决定只杀一个 秦熙轩看着远处的绝世毒魔 皱眉道 没有想到 毒魔家族在这里布置了这么强大的阵法 还安排了一位绝世毒魔看守 在他看来 只要没有意外 这里绝对是固若金汤 以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实力 以及高塔内的毒魔实力 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 不可能有实力进来这里 甚至到高塔外面 可能就会被毒魔发现 并且杀死 就算侥幸被人类武者进来了这里 面对永远走不出的迷宫 也是根本不可能到达仓库 秦熙轩还以为 已经布置了这么多手段 仓库这里 应该不会布置强者 没有想到 还是布置了绝世毒魔 他本来以为 最多几个神兽进毒魔就够了 毕竟这个迷宫有四个仓库 有四个传送阵 四个仓库和四个传送阵 这就需要八位绝世毒魔 五到十力突破到绝世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怕是在毒魔家族 也不能随意地浪费绝世毒魔 派遣他们来这里看守仓库 简直就是多余 难道是猜到 我们会来这里 所以派遣强者来这里看守 秦熙轩心中一动 仔细地打量对方 却发现他们看守大门 似乎非常的熟练 在他们身上 没有感觉到阵法师的气息 但是刚刚开启阵法 和关闭阵法 都非常的轻松 虽然面前的阵法 只是一个简单的 圣兽级防御阵法 对方的武道实力 已经达到了绝世 但哪怕他的实力再强 达到了半不至尊 不是阵法师 依然不可能轻松 就能够操控阵法 唯一的可能是 他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有人专门 教导他 如何打开阵法 对阵法非常熟悉 做到哪怕不懂 也能够简单地 开启和关闭 看他熟练的模样 不像是操控阵法的新手 所以他才不解 为实魔独魔家族 会派遣这样的强者 来这里一直看守 看到秦熙轩的疑惑的表情 就算他没有说话 秦明也猜到了 他在想什么 秦明眯着眼睛 看着前方的仓库道 只有两众可能 一是独魔家族 非常的谨慎 哪怕知道 不会有外人来盗取 也派遣强者 看守仓库 二是 仓库内存放的资源 非常的重要 哪怕这里 已经固若金汤 还要派遣爵士独魔来 这说明独魔家族 对这里的仓库 非常的重视 秦明进来之后 就一直在奇怪 为实魔独魔家族 会这么重视这里 西能石并不是很宝贵 毕竟他不能用来炼制兵器 只能够用作防御 但如此庞大的迷宫 所花费的西能石数量 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把这些西能石不建造迷宫 而是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秦明觉得 最少可能建造出 能够容纳一人巨大的城池 西能石达到一定数量 它比什么宝物都珍贵 就算是至尊器 珍贵程度 都不如大量的西能石 秦明得到了四件至尊器 可使用至尊器 需要的消耗非常之大 而且因为 没有规则之力的原因 他无法完全掌控至尊器 发挥不出他应有的威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 至尊器和他并不匹配 所以 不到关键时候 他不会使用至尊器 若是面对强敌 比如之前的撕扣带 强行地使用至尊器 甚至可能会被对方抢去 至尊器在他手中用处不大 但是到了拥有规则之力的 撕扣带手中 那威力可就大不相同了 西能石这魔珍贵 独魔家族如此奢侈地 用西能石在这里建造一个迷宫 那魔 他们所守护的东西 一定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 在这里看到有爵士独魔看守 秦明一点也不意外 看来独魔对这里的重视程度 并不是外景内松 而是内外兜景 有爵士独魔在这里看守 那他怎么进去呢 秦熙轩也是皱着眉头 想了一会儿 道 哥哥 要不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趁机在他身后偷袭 这是他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秦明的武道实力很强 若只有这位爵士独魔 那么应该能够让对方 没有办法逃走 但这里还有三位神兽镜巅峰独魔 一旦秦明出现 那个爵士独魔意识到危险 很大可能不会死守 而是让神兽镜巅峰独魔 为他争取时间 秦明武道实力虽然超越爵士 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杀了三位神兽镜巅峰独魔 这里虽然是迷宫 但因为四个传送阵 正在源源不断地传送着独魔 所以 迷宫内不少地方 都有独魔的身影 爵士独魔在逃跑的路上 很可能会碰到 从传送阵出来 正往外面去的独魔队伍 以爵士独魔的地位 他完全可以命令那些 独魔挡住秦明 而后找来大量的神兽镜独魔 一直缠着秦明 秦明不能够在这里被缠住 不能使用空间大盗的情况下 被缠住后他们非常的危险 很难逃跑 所以 秦明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杀死爵士独魔 要让对方没有反应的时间 秦明一个人 偷偷潜伏过去不现实 但有他的帮助 吸引爵士独魔的注意力 就不一样了 不行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秦明断然地拒绝 语气坚定道 哪怕不能进去 选择放弃这里 我也不会让你冒这么大的险 秦熙轩的武道境界 只有神兽镜后期 虽然他天资很强 哪怕是神兽镜巅峰的独魔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这里不能使用空间大盗 秦熙轩的一身实力 去了武城 再加上 他要面对的 不是神兽镜巅峰独魔 而是爵士独魔 一个不好 他可能被爵士独魔直接杀了 武道实力 能够突破到爵士 绝对有某个方面特别的强大 若对方刚好是攻击方面特别强 那岂不是就真的危险了 秦明猜到 里面一定有对独魔家族很重要的东西 但再重要的宝物 也没有秦熙轩重要 所以 不管里面有什么 也绝对不能让秦熙轩冒这种险 若是敌人是神兽镜巅峰独魔 那么秦明绝对会让秦熙轩出手 就算怕秦熙轩有危险 也不能把他保护得太好 好吧 秦熙轩低下头 脸上 没有任何的失落 心里非常的高兴 有什么办法能够杀了那个爵士独魔 又不惊动其他独魔呢 秦明沉思着 之前在通道中 只有一个奇音 他也是莫能够偷袭得手 秦明非常明白 爵士级别的独魔 可不是这么好杀的 虽然奇音是一个特例 他的武道实力 在爵士中属于巅峰 而面前的爵士独魔 看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应该是一位普通爵士独魔 但他旁边站着三位神兽镜巅峰独魔 若是没有这三个神兽镜巅峰独魔 秦明有把握 能够杀了他的同时 还不惊动其他人 但有这三个神兽镜巅峰独魔 他没有任何的把握 秦明有一种预感 若是他强行动手 那魔大概率会失败 好不容易来了这里 奇音未了把迷宫的地图给他 牺牲了自己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才来到这里 就这么失败了 秦明很不甘心 在秦明思索时 那个进入仓库内的独魔走了出来 他搬着一个巨大的箱子 看到这一幕 秦明明白 绝世独魔进入里面 应该被收走了空间戒指 也是 独自让对方进入里面 说着是按照要求拿一些资源 可若是放进去后 偷偷用空间戒指 把所有的资源都装走了 那岂不是损失非常大 虽然独魔都忠诚于独魔家族 但并不意味着 他们不自私 相反 秦明觉得独魔们都非常的自私 可以说 为了达成目的 不择手段 就连同伴的姓名 也是随意能够牺牲 那个进入仓库的绝世独魔 把箱子放在地上 让三个神兽镜巅峰独魔检查一番后 便是把里面的东西 收入了空间戒指之中 而后静止地离开了 阵法变换 那个绝世独魔 已经消失在了秦明目光中 这里有西能石隔绝 只要被西能石挡住 哪怕我在这里战斗的声音再打 对方也不会知道 看到对方被西能石挡住 秦明放下心来 突然 他心中一动 西能石能够吸收所有能量 所以 哪怕他们战斗 有能量余波出现 也会被西能石全部吸收 所以并不会惊动那个刚刚离开的绝世独魔 同样的道理 也是因为西能石能够吸收能量 所以 就算神石 也无法穿透 那么他在西能石这边蓄力 那么对面 是否能够感觉到 若是不能感觉到 那岂不是说 只要他蓄力结束 而后用忧火瞬间把西能石墙壁烧毁 而后就能对那个绝世独魔出手 让他完美蓄力 哪怕是半步至尊都挡不住 能够完全地锁定对方的气息 让他无处可逃 只要蓄力成功 秦明很肯定 对方必死无疑 我有办法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处 说着 秦明带着秦熙轩 东绕了绕 西绕了绕 来到了一块西能石墙壁面前 这个地方 秦熙轩看向前方 他也看过齐音给的预见 再加上他强大的记忆力 自然能够看出来 这块西能石后面 便是那个仓库了 他们刚刚绕了过去 现在又绕了回来 是位石魔 知道对面是仓库 所以不能直接破开西能石墙壁 因为一旦破开 可能就直接被对面的毒魔发现了 在不了解对面情报的情况下 他们选择了多绕一些路 观察仓库的情况 观察好了仓库的情况 已经绕出去了 应该想办法杀了那些毒魔才对 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放弃 他了解秦明 以秦明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西能石能不能隔绝我续力 秦明看着秦熙轩问道 续力 秦熙轩明白了秦明的意思 在脑海中仔细地搜索着记忆 突然他眼睛一亮 续力是三种大道融合在一起 不管多少种大道融合在一起 它们都是大道的力量 并没有脱离本质 西能石能够吸收所有大道 所以不需要担心大道的力量外泻 被对方发现 而且 你的蓄力攻击本来就很隐蔽 只要不在对方面前使用 对方很难发现 现在有西能石墙壁隔绝 极大可能对方不会有察觉 当然 也有一种情况 对方对危险的感知非常的灵敏 当危险出现时 哪怕他没有看到 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感觉到 纳摩可能会察觉到有危险 但也不会知道危险从何而来 哪怕被对方察觉到了有危险 对方找不到危险的来源 多半不会轻举妄动 秦熙轩兴奋起来 他知道 秦明要干石魔了 他要用蓄力攻击 出其不意地 杀了对面的绝世毒魔 若是没有西能石墙壁 哪怕毒魔躲在暗处 只要开始蓄力 就很容易被绝世毒魔发现 五到十力达到绝世 又怎么可能会对危险 丝毫没有察觉呢 秦明蓄力攻击 要准备很长的时间 只要对方感觉到了危险 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还在蓄力的秦明 这种情况下 秦明想要蓄力偷袭 非常的困难 除非有一个人 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 让秦明有时间蓄力 不然秦明的蓄力攻击 根本就不能用在战斗中 但现在不同 有西能石墙壁隔绝 对方就算感知到了有危险 也不知道危险的来源 秦明可以放心大胆的蓄力 根本就不用担心被对方打扰 甚至西能石可能能够隔绝 大部分的危险气息 或许对方对危险感知 不是那么灵敏 只会在西能石墙壁被破石 才感觉到 若是那样 对方就死定了 他们和那个绝世毒魔 只隔了一块西能石墙壁 对方却是隔了十几里路 因为秦明可以用忧火 轻松破了面前的西能石墙壁 对方却只能够绕 十几里路过来 他们在这边绝对的安全 绝对不会暴露自己 听到秦希轩的话 秦明顿时信心倍增 他双眼中的杀机闪烁 现在他发现 这个迷宫 是他杀戮毒魔的最好助手 思寇带为了对付他 四个传送阵同时运转 送来了大量的毒魔 还没有走出传送阵的毒魔 迷宫将会是他们的坟墓 还有在那些通道内守着的 实力超越绝世的毒魔们 他们卫石魔在通道内守着 而不是在通道外面 还不是想要让他闯进去 而后背堵个正中 若是他没有强大的神石 可能真的就闯进去了 他安全地进来了 但对方想埋伏他 这个求秦明一直记着 只是没有太好的办法报仇 现在不同了 有了迷宫的帮助 他报仇有希望了 甚至是撕扣带 秦明又对他有想法了 之前能够重伤撕扣带 现在的他 也能够再重伤他一遍 甚至是杀了他 就算只是重伤撕扣带 秦明就不相信 他又能够很快地痊愈 虽然不知道 重伤的撕扣带 是怎么痊愈的 但绝对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秦明就不相信 再把撕扣带重伤一次 他能够很快地恢复 当然 这也只是想想 撕扣带不可能再轻视他 而之前被他重伤 也是因为 他激发了血脉的力量 处于最降状态 而激发血液中力量后 血液中的力量 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恢复 才过去这么几天 还远没有恢复 不能激发血液中的力量 他现在的五到十力 也就相当于超越绝世的强者 重伤半步至尊很困难 哪怕只是刚刚突破到半步至尊 还没有稳固实力 他也很难做到伤对方 更不用说重伤了 虽然很难重伤撕扣带 但面前的绝世独魔死定了 秦明感觉蓄力已经结束 召唤出了忧火 丢在了面前的西能石墙壁上 另一边 那位绝世独魔 突然感觉头皮发麻 巨大的危险感觉降临 仿佛下一刻他就会死 绝世独魔身躯一震 大声道 有敌人 旁边的三位神兽进巅峰独魔 先是一愣 而后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两边看去 没有发现有任何敌人 这里除了仓库之外 就只剩下西能石墙壁了 仓库内不可能有敌人 他们一直守着 不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溜进去 周围都是西能石墙壁 一目了然 就更不可能有敌人了 他们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被袭击过了 这里非常的安全 从来没有出过事 难道是大人感应错了 三个神兽近巅峰的独魔目光 朝着绝世独魔看去 绝世独魔也很是不解 明明周围没有敌人 卫石魔他会感到有危险 面前是西能石墙壁 非常的坚硬 敌人不可能打破西能石墙壁 难道是他感觉出错了 就在这时 三个神兽近巅峰独魔惊恐地看着旁边 那里有一块西能石墙壁 竟然是燃起了火焰 而且火焰烧得很旺盛 西能石会着火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石头燃烧 更何况坚固无比的西能石 面前的西能石 为石魔着火了 而且火焰之魔旺盛 不对 不但西能石在燃烧 而且被烧化了 他们看到 西能石墙壁化成了水 很快地留在了地上 随着西能石墙壁化成水 两个人影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 一位年轻的人类舞者 拳头紧紧地握着 朝着一旁的大人杀来 另一位是一个少女 正聚精会神地 看着年轻人类舞者 真的有敌人 而且在西能石墙壁之后 他们心中非常的奇怪 魏石魔他们能够破开 坚硬无比的西能石墙壁 而且 对方魏石魔刚好出现在这里 三人一直在这里看守 从来没有碰到过敌人 现在敌人突然出现 他们一时之间 竟然是有些慌了神 不但是他们三人 那位爵士独魔听到他们的惊呼 也是连忙转过了身 转过身就看到一位人类舞者 从火焰中冲了出来 浑身都是杀气 气势强大 爵士独魔感觉到 自己的气息已经牢牢被锁定 他不可能成功闪躲对方的攻击 不能躲 纳魔只能用兵器挡了 爵士独魔拔出腰间的长剑 他有一种感觉 自己挡不住对方的一拳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清晰 比刚刚他感觉到危险时的那种感觉 更要清晰 可明知道是死 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抱有万一的希望 万一他挡住了呢 在他刚刚拔出长剑 挡在胸前的时候 秦冰的拳头就已经到了他的胸前 给我防住 爵士独魔大吼一声 身上的皮肤竟然是冒出了金光 肌肉如动 高高拱起 身形都高大了一截 他能够成为爵士独魔 正是因为他强大的身体力量 这让他的武道实力 远超普通独魔 成为了爵士独魔 感觉到自己有生命危险 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手段 只求能够活下来 秦冰 爵士独魔已经认出来 面前的人类舞者 正是上面的人 一直让他们小心的人类舞者秦冰 上面的人 不但让他们小心秦冰 还送来了关于秦冰的大量情报 秦冰非常的强 五到十力已经超越了爵士 他没有战胜秦冰的可能 只求能够活下来 甚至都不想得到家族 对秦冰的悬赏 只是秦冰的拳头越来越近 他脸上的表情 就越来越绝望 他感觉朝着自己攻来的 不是一位实力超越爵士的强者 而是一位半步至尊 哪怕是半步至尊出手 也没有给他这么可怕的感觉 听到爵士独魔的喊话 三位神兽进独魔 都是吓了一跳 面前的年轻舞者 竟然就是秦冰 杀 秦冰没有看对方脸上的绝望 拳头已经挥出 打在了爵士独魔胸口 至于爵士独魔的兵器 在触碰到他拳头的时候 就瞬间被崩飞了 手中的兵器 如此萃脂一般地被崩飞 爵士独魔更加绝望了 只用眼睁睁地看着秦冰的拳头 印在他胸前 眼睁睁地看到 胸口被冻穿 感觉到骨头被轰碎 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疼痛 好强 爵士独魔看着秦冰 嘴里流淌着鲜血 他死定了 内服已经全部被秦冰震成粉碎 生命力在迅速地流失 除非有至尊级的疗伤丹药 否则他不可能活下来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爵士独魔 没有其他的感觉 只感觉秦冰好强 听同伴说传言 秦冰重伤了丝寇带大人 他当时只是当成一个笑话在听 秦冰的武道实力再强 没有突破到半步至尊 怎么可能是丝寇带的对手 别说把丝寇带打成重伤了 哪怕能够从丝寇带手中逃脱 都算秦冰有本事了 却没有想到 秦冰的攻击会如此的强大 他的武道实力达到了绝世 秦冰的武道实力 应该只是超越绝世 不应该他连一招都接不住 可事实是 不但他一招也接不住 甚至哪怕有两个他 并在一起 秦冰这一拳 可以全都杀了 他和秦冰的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大 大到让人绝望 绝世独魔生命最后的余光 看到了还在燃烧的西能式墙壁 他很想知道 卫世摩西能式墙壁会被烧着了 而且直接烧成了水 绝世独魔死不瞑目 秦冰杀了绝世独魔之后 脚步没有停留 而是直接奔着那三个神兽 进巅峰独魔而去 高高地举起的拳头 猛地砸了下去 三个神兽进巅峰独魔这时候 才是反应过来 想要逃跑 可秦冰的速度比他们要快得多 现在转身已经来不及了 反而会把后背对着秦冰 死得更快 你们拦住秦冰 我去找帮手 一位白衣神兽进巅峰独魔 眼珠子转了转 跑到了两人的身后 这样一来 秦冰要动手 也是先杀前面两人 说着 他打算赶紧逃跑 只是他的话 另外两个独魔并没有当真 见到有同伴逃跑 自己也是毫不犹豫地转身 要不你们两人拦住秦冰 我去找帮手 一个独魔说道 他们谁也不想在最后面 三人联合在一起 还有可能和秦冰抗衡 只是两人就想把秦冰拦住 这根本不现实 哥哥 我拦住一人 你把他们两个杀了 秦夕轩已经朝着那个最先逃跑的 独魔追了过去 秦夕轩的武道境界 只有神兽镜后期 但他真实的武道实力 并不比神兽镜巅峰独魔差 速度更是快了他们不少 秦冰并不担心秦夕轩的安全 见到他去拦那个逃得最快的 神兽镜巅峰独魔 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面前的两个独魔身上 秦冰的气势 锁定了这两个神兽镜巅峰独魔 他们浑身一震 逃得更快了 后背对着自己 这是在找死 秦冰自然没有和他们客气 举起拳头追上去 便是一人一拳 了结了他们的性命 杀他们很简单 杀完之后 秦冰抬头看去 发现秦夕轩还在追那个白衣神兽镜巅峰独魔 秦冰一个踏步 速度猛地提了起来 瞬间便是超过了独魔 挡在了他前面 看到秦冰出现在自己面前 白衣独魔脸色巨变 秦冰没有和他多废话 在白衣独魔想要求饶的时候 便是一拳杀了他 杀完所有人 秦冰和秦夕轩 飞快地清理了现场的痕迹 来到仓库的阵法前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 秦夕轩高兴到 面对一个爵士独魔 三个神兽镜巅峰独魔 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还想着自己拖住那个爵士独魔 冒险一事 却没有想到 秦冰能够利用西能石墙壁蓄力 一击便是杀了那位爵士独魔 更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独魔并不团结 在杀了爵士独魔之后 他们胆气全尸 居然想要逃跑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 秦冰看着 秦夕轩笑着道 若是那三个神兽镜巅峰独魔不逃 我还担心久战不下 拖得时间太长 其他独魔来这里被发现了 独魔比我想象的还要怕死 没有武道实力高一个层次的独魔在场 他们竟然会闹内讧 若是三个独魔团结一致 和他纠缠 秦冰还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拿下他们 毕竟他们的武道境界达到了神兽镜巅峰 本身实力就不弱 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杀死 三人只是拖住他 并不和他死战 那就只能够让秦夕轩帮忙牵制一个 可秦夕轩的武道实力 虽然强过任何一个神兽镜巅峰独魔 但若是三个独魔不顾一切想伤秦夕轩 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只是没有想到 他们会震魔的不堪一击 都想自己逃跑 若是那个白衣独魔没有先逃跑 或许剩下的那两个独魔不会逃 毕竟在那种情况下 留下来寻求一线生机才是最有利的 当然 若是只有白衣独魔逃跑 其他两人拼命拦住他 对白衣独魔而言 他更加有利 逃脱的可能性更大 若他们真的能够舍己为人 为了其他独魔愿意付出一切 那魔两人拦住他 一人逃跑 确实对他们最有利 只是谁都想自己逃跑 留下来的人必死无疑 都想活下来 也是 在独魔心中 同伴的命不算什么 他们最在乎的是刻在骨子里的规则 若是没有五到十里 高一个层次的独魔在现场 没有强行的下令 他们的地位平等 便是谁也不听谁的 地位和实力强的独魔命令 他们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听从 只是因为家族的规则严格 他们只能被动遵从罢了 秦明感叹道 一直以来 在秦明心里 独魔都是汉不畏死 特别是一群独魔在一起时 那更是杀到最后一个 也是绝对不会后退 但真正地了解独魔家族之后 他便是明白 不是他们汉不畏死 而是相比死 他们更害怕违反家族的规则 独魔家族掌控和维持秩序 和人类世界的势力完全不同 他们用的是折磨和惩罚 让独魔们畏惧 以及血脉对独魔心灵的控制 哥哥 我帮你把这个阵法破了吧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圣兽级阵法 套上一个神兽级阵法 秦熙轩没有在意秦明的感叹 而是看着面前的阵法道 面前有两个阵法 一个是在外面的隔绝阵法 一个是在里面的神兽级阵法 外面的隔绝阵法 只能够挡住气息 里面的神兽级阵法 是一个防御阵法 不过这个防御阵法很小 布置的也很简单 防御力并不是太强 因为布置的简单 阵法又小 所以消耗非常之小 而且 就算阵法出了问题 修复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你能够把面前的阵法都破解了 秦明有些意外地看着秦熙轩 不错 秦熙轩高傲地点头 圣兽级阵法就不说了 最容易的隔绝阵法 根本就不需要破解 只是隔绝气息而已 我们能够直接穿过它 第二个神兽级防御阵法 若是完整的 我破解起来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但只是一个简易版的 我要破解它 只需要半刻钟的时间 简易版的 秦明有些意外 仔细地观察里面的 神兽级防御阵法 没有看出任何简易版的痕迹 在它看来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神兽级防御阵法 想要攻破它不难 秦明有忧火 轻松就能够破了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7321-734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但想要破解 完全地掌控面前的阵法 他根本不可能做到 破坏阵法和破解阵法不同 破坏阵法 就是把阵法破坏了 让阵法不再运转 而破解阵法是 掌控阵法 把面前的阵法 变成自己的 若是秦熙轩能够破解阵法 那魔他们完全可以悄悄地进去 搬空里面的东西之后 再悄悄地离开 就算再有毒魔来这里取资源 发现没有人看守 只会觉得奇怪 只会在这里等待 而不会大惊小怪 马上回去禀报 秦明不相信 这些看守仓库的独魔 就那魔的尽忠职守 肯定会偷懒 再加上看守仓库的独魔中 有一位五到十里达到了爵士 属于独魔家族的高层 那些拿仓库取东西的独魔 对爵士独魔都要恭恭敬敬 又怎么敢随意地得罪他们呢 所以就算见到看守独魔不在 只要阵法完好 也不会大惊小怪 大概率会在原地耐心地等待 晚一点被独魔家族发现 那魔他们偷袭仓库 就更安全一些 除了仓库之外 还有四个传送阵 若是能够在破坏所有传送阵之后 再被独魔们发现 那就再好不过了 不强行地破坏阵法 对他的行动更有利 他无法做到 没有想到 竟然秦熙轩可以 魏师魔独魔家族会在这里 布置一个简易版的神兽 及防御阵法 魏师魔不直接布置一个 完全版的呢 难道是未了省资源 秦明疑惑不解道 秦熙轩想了想 目光看了看周围 点头道 应该是未了省资源 这里到处都是西能石 而西能石能够吸收阵法中的能量 在这里布置一个阵法 需要消耗比平时更多的能量 阵法也更容易出问题 布置一个简易版的神兽 及防御阵法 能够省下很多黑石 也更容易维修 秦明摇头 并不认同秦熙轩的猜测 道 独魔家族 应该不会这么小气 连爵士独魔都在这里看守 又怎么会在意黑石的消耗呢 哪怕是十倍数量的黑石 价值也没有爵士独魔的时间宝贵 秦熙轩笑道 正因为 有爵士独魔在 所以这里的阵法 更多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就像一个门一般 必须要得到了 看守独魔的允许 才能够进入其中 有爵士独魔 又有这个巨大的迷宫 在这里布置一个 神兽级防御阵法 不显得有些多余吗 文言 秦明恍然大悟 确实如此 最好的防御 永远不是阵法 而是武者 阵法再强 也只是一个死物而已 都可能出问题 只有派遣强大的毒魔 才是最好的保障 何况 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迷宫 若是没有奇音泄露这里的地图 他就算和秦熙轩进来迷宫内了 也很难找到仓库 秦熙轩看出了 这是一个简易版的神兽级防御阵法 而他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可见秦熙轩的阵法造诣确实很高 秦明相信秦熙轩 他应该能够破解这个阵法 完全掌控它 我在这里帮你看着 秦明走到一边 看向周围的西能石通道 现在西能石组成的通道有三条 但一条路是死路 另外两条路都有毒魔 可能从里面走出来 西能石很特殊 神石无法穿透它 因此 就算毒魔走到西能石墙壁之前了 他也没有办法提前发现 所以要一直盯着 秦明一边盯着 两个西能石墙壁通道 一边看着秦熙轩破解阵法 虽然记忆是传承的 但传承的记忆 似乎也包括了经验 秦熙轩从来没有布置过阵法 却是没有纳摩熟练地布置出圣兽级阵法 从来没有破解过神兽级阵法 现在也是游刃有余 动作熟练 秦明看着秦熙轩在破解 看到神兽级防御阵法 在一阵阵波动 若这个阵法 是有阵法师在里面操控 纳摩现在肯定是发现了秦熙轩的动作 一定会做出防御 只是 里面没有阵法师 这只是一个自己运转的防御阵法 可能连毒魔家族从来都没有想过 会有人类舞者能闯到这里来 就算是在独魔家族 神兽极阵法师 也肯定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培养出来 这里浪费一个神兽极阵法师 实在有些不划算 秦明看着秦熙轩的动作 可惜这个时候 迷宫的阵法开始运转 三个通道变成了四个通道 而且这四个通道 每一个通道都是真的 都有可能出现独魔 他便没有时间观察秦熙轩破解阵法了 秦明无聊地等待着 就在这时 他再感应到一个通道里 出现了独魔的气息 有独魔过来了 秦明眯着眼睛 对方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气息 也是 对方并不知道 这里已经被他攻占 若是隐藏气息过来 反而是让这里看守的独魔警惕 所以提前放出自己的气息 才是给这里看守的独魔尊重 只是现在看守仓库的人 换成了他 对方大大咧咧 秦明神情一动 来到了那个通道 稀能石墙壁后面 开始慢慢地蓄力 眼睛斜看着通道 等着独魔出来 只有一个独魔 五道境界 只要神兽镜巅峰 随着对方越来越近 秦明感应的气息 也是越来越清楚 发现只有一个神兽 即巅峰独魔 秦明放下心来 那神兽镜巅峰独魔 并没有发现异常 他经常来这里 为大人从仓库中拿资源 已经轻车熟路了 走出通道 他准备行礼 却发现有些不对劲 这里有四位独魔看守 一位五到十里达到了绝世 绝对要对这位大人恭恭敬敬 可那位大人 现在不在这里 就连跟在大人身旁的 三位神兽镜巅峰独魔 也没有出现 他们不在这里 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有的时候 他们去里面休息了 在这里多等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出来 只是在阵法前有一个少女 而且这个少女 似乎在破解阵法 等等 对方在破解阵法 他反应过来 这里似乎被入侵了 可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晚了 他感应到了危险 危险的来源 就在他的身旁 神兽镜巅峰独魔 转过身来 看到的是一个 越来越大的拳头 他已经没有时间抵挡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拳头 打在他胸口 碰 秦明右手一拳 打在独魔胸口后 左手抓住他的脖子 用力一扭 一个独魔的性命 便被了结了 杀了他 秦明顺手便是把尸体 丢在空间戒指中 清理好地上的痕迹 回到圣兽级的隔绝阵法内 他继续看着这四个通道 很快 秦熙轩便是破解了阵法 他拍了拍手 来到秦明身旁 我破解阵法了 他现在任由我掌控 秦熙轩自豪地看着秦明 脸上的表情带着得意 仿佛在和秦明说 你快来夸奖我 秦明摸了摸秦熙轩的头 笑着道 熙轩 你破解阵法的速度真的很快 虚赢的阵法实力 可能都不如你 那是 听到秦明的赞赏 秦熙轩高傲地昂着头 要不是时间有限 我还能够改进这个阵法 让他防御力变得更强 秦明笑了笑 带着秦熙轩进入阵法内 进入阵法后 外面就算来毒魔了 也是完全看不到他们在里面 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毒魔家族用这么多吸能石保护这里 秦熙轩好奇地观察着周围 他们已经进来了 仓库竟然也是用吸能石 不过仓库中的吸能石 并没有和阵法连在一起 这里的吸能石墙壁 就单纯地起到保护作用 就算吸能石不用阵法操控 只用做建筑材料 也是非常坚固的 哪怕是几万年 吸能石也不会有丝毫的腐朽 这世上唯一能够抵挡岁月侵蚀的 可能就只有石头了 我感觉到了一股很压抑的气息 你感觉到了吗 秦明看着前方 脸色凝重道 这股气息很特殊 非常的强大 但又很悲伤 秦明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种特殊的气息 悲伤的气息 秦熙轩鼻子嗅了嗅 摇头道 我什么都没有闻到 只闻到了黑石的味道 若是我没有闻错 这边应该放置着大量的黑石 秦熙轩指着一个方向 有些跃跃欲试 走 先去把这里的黑石都给搬走 秦明点头道 秦熙轩所指的方向和那个给他悲伤感觉的方向相反 那个悲伤的气息中 因为太过强大和浩瀚 秦明打算最后再去查看 若对方是独魔家族的强者 那么他们转身就逃 最少也搬空了这个仓库 好 听说要搬走这里的黑石 秦熙轩非常的兴奋 他带着秦明朝着黑石的方向去 秦明一路上都非常的小心 理论上这里是仓库 独魔自己都会进来搬运资源 应该不会在这里布置陷阱 但独魔家族这个势力 不把人命当回事 不在乎独魔的死活 在这里布置陷阱也说不定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不过 这里到处都是西能石墙壁 秦英给的预见中 也没有记录这里的情况 他们只能够自己摸索 秦明一边走一边观察 这里有很多房间 他并没有推开那些房门 因为这些房间上的痕迹很重 从这里就能够看出 这些房间经常有人进出 应该是那些在这里 看守的独魔居住的地方 这里的痕迹不重 应该就是仓库了 秦明停住了脚步 停在了一个巨大的门前 这个门非常之大 成珠红色 似乎是由什么木头制作成 里面一定有好东西 秦熙轩也是停了下来 双眼放光地 看着面前的珠红色大门 这是五红木 是一种需要生长千年才能够成材的木头 自身释放着淡淡的香味 哪怕万年也不会消散 这种木头非常的珍贵 能够隔绝气息 安神宁气 一般强大的势力 得到这种木头之后 会用来做镇宅用 用五红木做门 看来里面一定是放了很多好东西 秦熙轩搓了搓手 约约欲试 想要推开门 秦明连忙阻止 小心有危险 让我来 他走到门前 用力地往里推 却发现门纹丝不动 这 秦明有些诧异 五红木难道如此之重 连他的力量都推不开 或者 这门被人在里面锁住了 哥哥 要不你试着 往外面拉试试 秦熙轩笑着道 他在上面看到了一个把手 看把手上面的痕迹 这个把手应该是旋转之后 往外面拉 闻言 秦明按在把手上试了试 还真是如此 轻轻一拧 便是拧动了 旋转了两圈之后 听到了钉的一声 秦明小心地往外面拉 五红木门很轻松地 便是被打开了 只是让他意外的是 打开五红木门的瞬间 一股黑色的怨气扑面而来 秦明看到怨气 神情凝重 挡在了秦熙轩的面前 只是怨气无形 秦明根本不可能挡住他 瞬间便是 冲到了秦熙轩脸上 把他包裹住了 被怨气影响 秦熙轩瞬间便是陷入了幻境之中 尽管秦明拼命地抵挡 也被拉入了幻境中 看着周围无数的残骸 灰蒙蒙的天空 秦明皱着眉头 这里应该是幻境 门后面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一打开 会释放出如此巨量的怨气出来 秦明疑惑不解 就在这时地上的残骸站了起来 他们拼接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个人形 他的心境达到了至尊级 又知道这里是幻境 自然是不会被影响 闭上眼睛 在睁开时 他已经挣脱的幻境 秦明连忙朝着秦熙轩看去 只见他的痛苦的挣扎 满头的汗水 似乎在经历着巨大的折磨 看到秦熙轩这种情况 秦明知道 要帮他从幻境内出来 不然可能要糟 秦熙轩和他不一样 他经历过很多次幻境 对怨气也非常的熟悉 再加上他心境已经达到了至尊级 所以 只是眨眼间的时间 便是能够从幻境中出来 而秦熙轩不同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幻境 五道境界能够突破到神兽境后期 大部分是因为自身体质毕竟特殊 秦熙轩的战斗经验并不丰富 突然遇到幻境 肯定不能平静地对待 幻境能够魔力人的心境 但这种级别的幻境 可能直接杀了他 对他有害无力 秦明脸色严肃 秦熙轩的意识 已经全部陷入到幻境中 想要把他从幻境中救出来 非常的困难 现在就算打秦熙轩两巴掌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更不可能因为身体的疼痛 让他精神从幻境中出来 该怎么办才好 秦明从来没有 把人从幻境中救出来的经验 一般除了阵法和五道境界突破之外 很少有东西 能够让人进入幻境中 五道境界突破别人帮不了忙 只能靠自己 而陷入阵法制造的幻境中 破解也很简单 只要把阵法破了 幻境自然就会破了 若阵法莫破 陷入幻境中的武者 就算被人从幻境中就出来了 也会再一次被阵法拉入到幻境中 所以 阵法制造的幻境 只能够破解阵法 而不能强行把武者 从幻境中强行拉出来 也因为两种幻境 破解都不在武者身上 所以 至尊世界根本就没有讲解 如何把武者 从幻境中拉出来的办法 也因此 现在秦熙轩进入危险的幻境中了 他毫无办法 若是秦熙轩在幻境中被杀死 那么他现实中也会死亡 这是因为 他陷入幻境太深 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境 所以在幻境中死亡 他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那磨一时 就会永远地沉睡下去 永远不会醒过来 不行 想到秦熙轩会死在幻境中 秦明额头上也是布满了汗水 他尝试着用神识 探入秦熙轩的脑海 想要通过刺激他的精神 让他明白自己陷入了幻境之中 可秦熙轩不但没有从幻境中挣脱出来 反而是更加的痛苦 甚至是嘴里发出了惨叫 看到秦熙轩的状态越来越差 秦明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 他连忙收起了神识 看来神识并不能帮助秦熙轩 也是 若是神识能够把舞者从幻境中拉出来 那么舞者就不会有陷入幻境的苦恼了 就在秦明不知所措的时候 就见到秦熙轩脸色发白 牙齿不停地哆嗦 身体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秦明连忙抱着他 把他倾放在墙角 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水来 小心地喂给他喝 同时脑子里疯狂地想着各种办法 他突然发现他的手段很多 但没有一种是与幻境有关的 现在这些的手段都起不到作用 眼看秦熙轩的状态越来越差 秦明双眼发红 拳头紧紧地握着 不行 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秦明红着眼睛 仿佛泽人而逝得野兽 又仿佛失去母亲的幼崽一般无助 在秦熙轩气息越来越微弱 秦明星渐渐绝望的时候 有风轻轻地吹起秦熙轩的衣角 这里的独魔家族的仓库 绝对不会有风 秦明现在的精神高度紧张 任何一点变化都会被他注意到 何况是在独魔家族的仓库 周围都是西能式墙壁 这里完全密封 有风突然吹起 他连忙是查看风的来源 现在就算有独魔半步至尊出来 着急的秦明都敢与之一斩 秦明目光朝着周围扫去 没有任何的独魔 风的来源并不是仓库中 而是来自于他自己 我身上怎么会有风吹起 秦明不解 他领悟了风之大道 而且达到了大成 对风之大道的掌控 已经达到炉火纯青 想要让风刮起 只需要心念一动就能够做到 但是他明明没有使用风之大道 身上未识魔会有风 秦明闭上眼睛 仔细地感应着自己的身体 在睁开眼睛时 他眼中的交集完全消失 与之相比的 是极其的平静 秦熙轩有救了 他觉醒了一种新的能力 一直以来 四中大道对应着四中能力 火之大道的涅槃 水之大道的荣引 风之大道的无声 土之大道的极致防御 四中能力三中能力 都被秦明使用过 特别是土之大道的极致防御 他使用的最是平凡 四中大道能力全部觉醒 秦明这才明白 四中大道的能力 只有在需要的时候 才会从身体中显现出来 土之大道的极致防御 是战斗能力 而他战斗得非常平凡 所以 土之大道的极致防御 觉醒理所应当 而火之大道的涅槃 也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这才觉醒 水之大道 是他五道境界突破 自然而然觉醒的能力 而最后一种风之大道的无声 秦明一直以来以为是一种战斗能力 应该是让他的攻击翘无声息 现在才明白过来 风之大道的能力 竟然是精神方面的 无声的能力 可以进入幻境之中 拥有了无声的能力之后 以后面对各种幻境 才能够轻松地破解 看着怀里的秦熙轩 秦明运转风之大道 进入了秦熙轩的幻境之中 进入幻境 秦明浑身一颤 这是至尊的气息 秦明朝着天空看去 只见两位看不清人脸的强者 站在半空之中 他们在对峙 但仅仅只是对峙 却是给秦明胆寒的感觉 他有一种冲动 现在马上逃跑 不然会死在这里 这里是秦熙轩的幻境 是幻境 这些都是假的 秦明一直在心中默念提醒自己 这才让自己畏惧的心平静了下来 秦明一直以为 自己内心足够的强大 哪怕面对再强大的敌人 也能够毫无畏惧 但真正的面对至尊强者 面对不可战胜的强敌时 他这才明白 那种马上就会死亡的恐惧感 还是会让他退缩 站在这里 他有一种感觉 若是不逃 自己马上就会死 这种死亡的感觉 是如此的真实 让人忍不住害怕 秦熙轩在哪里 面对两位至尊级强者的对峙 哪怕是 他都承受不住 感觉下一瞬他就会死 那么秦熙轩呢 秦明四下搜索 这才发现在至尊级强者的身影之下 秦熙轩也悬浮在半空之中 绝美的容颜 因为强大气势 而面色苍白 显得楚楚可怜 只是让秦明意外的是 面前的女人并非秦熙轩 而是慕容女帝 不错 只是一眼秦明便是看出来 虽然容貌和秦熙轩一模一样 但并非秦熙轩 而是慕容女帝 慕容女帝能够飞起来 而我却做不到 秦明有一种挫败的感觉 她是进入幻境来救秦熙轩的 哪里能够想到秦熙轩的幻境 竟然这么恐怖 平常人的幻境 怎么可能会出现至尊 就算有至尊 也只是想象出来的 和真实的至尊强者 完全不能相比 秦明从来没有见过至尊 想来至尊世界的人类舞者 也都从来没有 见过至尊强者 至尊强者 一直都只是 活在传说之中 秦明在很多书籍中看到过 在古籍中 他们无所不能 仿佛世间的所有事情 都能够办到 记录至尊的人 无所不用其极地 赞扬至尊强者的强大 秦明见到这些记录 只觉得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算至尊再强大 也同样只是舞者罢了 独魔至尊 既然能够从微末到五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 那么他有一天也能够做到 所以 在秦明看来 至尊强者就算强大 也只是舞者而已 并不是遥不可及 但他真正地面对 至尊级强者时 秦明才发现自己想多了 至尊级强者非常之强 超乎了他的想象 仿佛只要对方一个眼睛 自己就会灰飞烟灭 在至尊周围 无时无刻 都有规则之力环绕 秦明通过规则之力 可以看出来 一位至尊领悟的是 空间规则 而另外一位至尊 领悟的是独之规则 独魔至尊 和虚空受足的至尊 秦明瞬间便是反映过来 这两位至尊的身份 没有想到 在这里能够看到独魔至尊 秦明一直恨独魔家族 而助就独魔家族的独魔至尊 秦明自然也恨 甚至发誓 有一天要杀了对方 但真的看到独魔至尊的时候 秦明才明白 自己是多魔的自不量力 现在的他 就像一只蝼蚁一般 没有任何反抗的实力 更不用说杀了对方 而他发誓的时候 武道实力更加的弱小 真是无知者无畏 再次面对独魔至尊时 秦明心底竟然是 生不出任何反抗的心 可就在这时 秦明的心脏频频跳动 那种自己很渺小的感觉 瞬间便是消失 眼睛变得狂暴 仿佛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 上骨凶兽 那种愤怒 以及奋起反抗的情绪 从秦明心底升起 秦明反应过来 他无形之中 被两位至尊的气势攻击了 不错 正是攻击 哪怕只是气势 也带有规则之力 而气势影响了他的精神 所以才让他感觉渺小 生不起任何反抗之心 而身体中爆发的力量 却是帮助他 驱散了这股气势 对他的影响 我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多么的渺小 我也会一点点的努力 总有一天 站在武道的最巅峰 任何人都不能俯视我 只能够仰视 秦明身体飞了起来 直直地朝着秦熙轩飞去 站在了他的身旁 看到秦明能够飞起 两位至尊 都是有些意外的 看过来一眼 被至尊关注 秦明感觉身上的压力 猛然间变大 但他不是直挺挺地 看着两人 眼睛中的不屈 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是和两位至尊对视 不错 虚空兽足的至尊 点了点头 小子你很不错 有成为至尊的精神 独魔至尊 也是很意外地 看着秦明 他的眼神如刀一般 秦明被独魔至尊 盯着 仿佛自身一切都会 被他看透 你杀了很多独魔 全身都沾满了鲜血 独魔至尊声音洪亮 说话时 整个空间都在震动 慕容女帝 则是好奇地看着秦明 眼神中有欣赏 面前的男子 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在哪里陷过对方 面对独魔至尊的气势压迫 秦明努力地挺直着身子 这并非在心里畏惧 独魔至尊 而是独魔至尊身上的 规则之力 压在了他身上 秦明这才明白 真正的规则之力 有多么的强大 思寇带是半步至尊 但他身上的 那点规则之力 比起至尊身上的 规则之力 来什么都不是 若是思寇带掌握的是这种级别的规则之力 当时和思寇带战斗 就不是思寇带重伤了 而是他自己重伤 哪怕明知道 独魔至尊想要杀他 只需要随手一招 只要凝聚了规则之力 他就断然不可能抵挡 但他面对独魔至尊 面对死亡 还是不卑不亢 哪怕下一刻会死 他也要挺着腰板 站着死去 不错 我杀了很多独魔 不但以前杀了很多独魔 以后我会继续杀 直到把所有的独魔都杀光 直到覆灭独魔家族位置 秦明双眼直直地盯着独魔至尊 毫不畏惧到 是个人物 只是你现在太过弱小了 独魔至尊一声冷哼 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规则之力 朝着秦明袭来 秦明奋力抵挡 但规则之力的强大 超乎了他的想象 抵挡没有任何用处 规则之力 直接渗入了他的身体 被规则之力攻击 不但身体剧痛 内服仿佛全部粉碎 就连精神也是变得萎靡 头开始发晕 这是 三重五道之路 走到了极致 秦明心中触染 若是他没有看错 独魔至尊 应该是三重五道之路 都走到了极致 对方的攻击 能够直接穿过身体 攻击他的灵魂 而独魔至尊 那剑朔的身体 举手投足之间 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力量 秦明从来没有见过至尊 但心中自然而然地 升起了一个想法 独魔至尊 正是三重五道之路 都走到了极限的强者 突破至尊 只需要领悟的大道 能够满足五者突破 没有人完全领悟那种大道 第二是 需要三条五道之路 有两条五道之路 走到极限 并且把两条五道之路 融合在一起 就能够尝试突破到至尊境了 虽然听上去好像很容易 但实际上 其中的困难非比寻常 三条五者之路 达到极限在融合 难度比两条五道之路 达到极限融合 要难百倍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不只是努力 就能够办到的 需要极将的五道天赋 以及非人的意志和决心 他知道 独魔至尊是一个天才 却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是三条五道之路 达到极限 突破到至尊境 三条五道之路 达到了极限 又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突破到至尊境 独魔至尊的五道天赋 超乎了他的想象 独魔至尊年轻的时候 是多魔的精彩意义 天之骄子 这样的强者 他是怎么死的呢 秦明一直很好奇 以独魔至尊的实力 能够杀他的人几乎没有 他又怎么会就这魔死了呢 这里应该不是秦熙轩的幻境 而是慕容女帝的幻境 秦熙轩从来没有见过至尊 又怎么可能在幻境中 出现至尊呢 幻境一般会生成 舞者就害怕的东西 而至尊强者 每一个没有达到至尊级的舞者 都会觉得恐惧 秦熙轩是慕容女帝 慕容女帝也是秦熙轩 两人血肉一样 现在看来 连心灵方面也是相通的 这让秦明有一种 很别扭的感觉 秦熙轩是慕容女帝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 有一天完全觉醒女帝的记忆 那个时候的秦熙轩 到底是秦熙轩 还是慕容女帝呢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最要紧的是面前的独魔至尊 很奇怪 魏石魔在幻境中 独魔至尊 仿佛就如何真的一般 这个幻境是由秦熙轩心灵生成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 那魔面前的独魔至尊 也应该是假的 但这种傲视天下的气势 以及那灵动的眼神 绝对做不了假 面前的独魔至尊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独魔至尊 若是面对的是一位 假的独魔至尊 秦明觉得自己再不堪 也不可能被对方气势压迫的 连飞行都做不到 正因为对方是 真正的独魔至尊 才有这种级别的气势 让他动弹不得 两位至尊的气势叠加在一起 是个人站在这里 都会双腿发抖 我当然是真的 独魔至尊 仿佛能够看透秦明的心灵一般 淡淡地说道 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秦明浑身一颤 面前的独魔至尊 实在是太可怕了 就连他心里在想什么 都看得一清二楚 一旁的虚空受足 至尊强者道 规则之力比你想象的要可怕 世间一切 莫不是规则之力组成 在你没有成为半部至尊 没有掌握规则之力之前 很容易被看穿 我们确实都是真的 也都是虚假的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是规则之力的演变 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秦明摸了摸头 他没有太听懂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话里的意思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 也看出了 秦明没有听懂 笑着解释道 世间一切都由规则组成 至尊强者掌握了规则之力 纳摩使用规则之力大战之后 发生的事情 会被规则之力记录 你现在看到的 便是我和虚空受足 至尊强者的战斗了 告诉我 后来怎么样了 独魔至尊 脸色也是 严肃起来 他们虽然是幻境 但都能够思考 也有自己的喜怒 想知道他们之间的战斗结果如何 在这里 就算打生打死 也是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 只是一遍一遍重复 当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战斗结束 他们就会消失 而再次开始的时候 他们又忘记战斗的结果 又继续战一场 其实他们并不 执迷于结果 只是这里刚好闯进来了一个外人 所以想问问情况 看着两人的目光 秦明摇头 我并不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 我生活的年代 已经和你们太过遥远 在我们看来 你们生活在上古时 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万年 就连关于你们的记载 都现有流传下来 已经这魔久了吗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 难难自语 独魔至尊 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 问道 我们的时代 已经被称之为上古了 那么 独魔人类武者怎样 有没有统一至尊剑 听到独魔至尊的话 秦明皱起了眉头 人类武者生活得不太好 因为你们独魔家族的原因 一直非常的被动 不过 有我在 很快人类武者 必将会取得胜利 而你们独魔家族 也终将覆灭 忘了告诉你 你死了 听说现在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正在想办法复活你 只是复活一位至尊强者 我觉得他们是在痴心妄想 秦明盯着独魔至尊的眼神中 有着恨意 他现在的五到十例 比不上面前的独魔至尊 若他现在五到十例达到了至尊 他必然朝面前的独魔至尊出手 独魔家族 独魔至尊微微一愣 反问道 我从来没有建立什么独魔家族 以我的性格 不会依靠任何势力 独自一人就能横扫乾坤 我死了 看来最终还是败了 不过无所谓 败了也就败了 我死得其所 看到独魔至尊 听到自己死了的消息 竟然如此的淡然 秦明很是有些意外 从独魔至尊眼中 他没有看到仇恨和厌恶 反而看到了淡淡的欣赏 照理来说 独魔至尊 应该是想把所有人类舞者都杀了 而后让独魔家族 掌控整个世界 怎么独魔至尊给他的感觉 并不是如此 反而似乎为人类舞者在着想 而且 独魔至尊并不知道独魔家族 这非常的奇怪 独魔家族的所有独魔 都拥有你的血脉 他们非常的忠诚于你 也非常忠诚于独魔家族 为了家族甚至愿意 付出自己的生命 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的试炼 不过因为血脉本身很邪恶 再加上它们的能力 来自于人类舞者 所以对人类非常的残忍 秦明脸上平淡道 他在陈述一个事实一般 不带任何的感情 我血脉确实很邪恶 独魔至尊回想了一下 道 我留下了几分血脉 那是研究传承至尊血脉所用 想要研究血脉和大道的关系 只是没有想到 那几分血脉不但没有消失 竟然是建造出了一个势力出来 独魔至尊也有些意外 研究血脉时 他觉得自身的血脉 比四位至尊创造出来的血脉优秀 更加的强大 所以有想过 让所以人类舞者 都继承他的血脉 这样一来 人类舞者的实力 会提升几个层次 只是因为血脉很邪恶 这股邪恶 就连他 想要压制下来 都非常的困难 就更不用说 普通的人类舞者了 虽然他传承的血脉是稀释过 里面的邪恶 远远没有 他身上血脉的邪恶严重 但普通人类舞者的意志 也不能够和他相比 独魔血脉有利有弊 他虽然有冒险一事的想法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没有想到 他不小心留下的几分血脉 最终却是有这般的成就 独魔家族实力 是不是比人类舞者强很多 他们能否压制住血脉中的邪恶 独魔至尊好奇问道 他想知道 若是真的按照他的想法 让所有人类舞者 都传承他身上的血脉 那么最终结果会如何 秦明也没有隐瞒 把自己 在独魔家族所见所闻 全部说了出来 听了秦明的话 独魔至尊眼神变得狂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独魔至尊 身体开始变得透明 身体在慢慢地消失 在最后快要完全消失的时候 他想起什么 大声对着秦明道 我不可能会复活 若真的被复活 那么一定是血脉中的邪恶能量 我身上的血脉 来自于世上无数有毒生灵 杀了它们之后 掠夺过来的血脉集合在一起 最终形成独有的毒之大道血脉 因为得到这种血脉的手段 有失天合 所以血脉异常地邪恶 而且这邪恶产生了灵质 若是让他复生 将会覆灭所有人类舞者 说完 独魔至尊身体完全消失了 得到这个情报 秦明吓了一跳 他一直以为 自己的敌人 是独魔至尊 可现在见到独魔至尊了 从他话里得到的情报 似乎他的敌人 不应该是独魔至尊 而应该是独魔中的邪恶 秦明有些头疼 他对血脉不是很了解 有些血脉知识 还是慕容女帝记录下来的 独魔至尊话里的意思 他听明白了一些 但又没有完全明白 若独魔至尊 站在自己这边 以虚空兽族和慕容女帝的关系 虚空兽族 应该也站在人类舞者这边 为食魔他们会战斗 独魔至尊完全的消失 属于独魔至尊的独之规则 也是消失了 秦明身上的压力骤减 独魔至尊消失之后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也是收起了身上的气势 尊者 不知道你为食魔会和独魔至尊战斗 秦明好奇地 看着虚空兽族至尊强者问道 因为世界之心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直白道 什么是世界之心 秦明更加好奇了 秦明以为 两人战斗 是为了各自的势力 现在才明白 他们 似乎是为了一件宝物 一个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之心 并非所有的世界 都有世界之心 但有世界之心的世界 一定是一个大世界 最少能够让里面的 生灵武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境 一旁的慕容女帝笑着说道 慕容女帝说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笑容 慕容女帝的笑 和秦熙轩的笑 完全地不同 秦熙轩纯真 而慕容女帝的笑 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 那么世界之心有什么用 为食魔连至尊都在抢夺 秦明不解道 世界之心的来头非常之大 原来世上 还有世界之心 这魔一说 一个能够让生灵武道境界 突破到圣受境的世界 才能够孕育出世界之心 那魔 世界之心是多魔的难得 至尊世界 应该有世界之心 月轩世界 也应该有世界之心 有世界之心的世界不少 但也绝对不多 世界之心 能够加快武者 领悟规则的速度 慕容女帝看着秦明道 你武道境界 还没有突破到至尊境 所以并不知道 其实武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后 竞争非常的残酷 因为世上的规则之人一条 被别人占据了 那魔就只有杀了对方 你才能够领悟他领悟的那部分规则 至尊掌握的规则越多 那魔武道实力也就越强 想要变得更将 就只要杀同样掌控了相同规则的至尊 领悟相同规则的生灵 注定是敌人 必然有一方会死 秦明点头 他早就知道 武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会有天大的危险 和神兽境不同 就算别人突破到了神兽境 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没有突破到神兽境的武者 一样有机会突破到神兽境 武道实力和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全凭自己努力 而武道境界达到至尊境却不同 规则就那魔多 领悟了相同规则之力的武者 必须要把对方杀了 才能够把对方领悟的规则释放出来 这样自己才能够领悟 如此一来 领悟了相同规则的武者之间 没有和平相处的可能 一见面就会打得你死我活 世界之心能够加快规则的领悟 那么所有至尊都想要得到 因为一旦得到了世界之心 领悟规则的速度 就会比其他人快 必然有一战 掌握的规则越多 武道实力越强 就越可能取胜 勤明难难道 他想明白 为时魔至尊之间会争夺世界之心了 原来关乎到自己的命 不错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点了点头 但并不仅仅如此 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之心 都能加快至尊领悟规则的速度 只有至尊界的世界之心才行 其他世界的世界之心实在太过低级了 原来如此 勤明恍然大悟 也是 月轩世界应该有世界之心 若是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 也能够增加至尊强者领悟规则 那么 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早就被人掠夺了 对了 世界之心除了帮助至尊领悟规则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勤明好奇道 慕容女帝看了虚空受足至尊强者一眼 摇头道 至尊界的世界之心 不是你能够好奇的 你五到十里最少达到至尊境 才有资格知道 其他世界的世界之心 只要得到 纳摩就能够初步地掌控整个世界 移动这个世界在虚空中的位置 文言 勤明一愣 他想到月轩世界以前并没有 和至尊界连通 现在却和至尊界连通了 很明显 月轩世界被人为移动过了 听慕容女帝话里的意思 至尊界的世界之心 除了加快至尊领悟规则的速度之外 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只是慕容女帝不想告诉她 所以故意找了个借口 当然 也有可能是慕容女帝为了她好 毕竟五到十里不够 知道的太多 没有好处 在她五到十里只有圣受镜的时候 她想要问金俊远至尊界的事情 金俊远也没有告诉她 也是 五到境界只有圣受镜 知道至尊界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有可能知道 在至尊界修炼 比在至尊世界修炼要快很多 怕她忍不住偷偷地跑到至尊界来 至尊界那魔多的神兽境凶兽 一个圣受境界的舞者进入 别说修炼了 活下来都难 所以不知道至尊界的事情未好 这可以避免她好高无缘 秦明猜测 慕容女帝应该也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所以才没有告诉她 你看向我的眼神 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还有 你为是魔能够进入我的幻境 慕容女帝眼睛盯着秦明问道 文言 秦明把进入慕容女帝宫殿 以及得到秦熙轩 还有到达虚空兽族的事情 都一一和慕容女帝讲了一遍 没有想到 我族人过千万的虚空兽族 现在只剩下几十万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唏嘘不已 她只是一个幻影 就算知道现在虚空兽族的情况 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够叹息一声 我用血肉铸就了新的生命 慕容女帝的目光 看向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她想了想 说道 秦明并非如此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若是我所料不错 那应该是我和她的孩子 什么 秦明大吃一惊 不错 眼儿已经孕育了新生命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点头 眼中仅是悲伤 秦明这才明白 原来秦熙轩 不是慕容女帝的血肉铸就 而是她的孩子 只是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是虚空兽 而慕容女帝是人类 怎么可能孕育孩子 而且她是至尊强者 慕容女帝虽然五到十里达到了半部至尊 但她与至尊的差距太远 真的可能孕育出新生命吗 五到十里越强 血脉也越强 就越难以诞生新生命 一位是至尊强者 一位是半部至尊 他们还不是一个种族 秦明很难想象 他们能够孕育出新生命 看来眼儿你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 把一切都给了我们的孩子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爱怜地 看着慕容女帝 慕容女帝脸上满是笑容 道 孩子最终能够出生 你也是舍弃了很多 你的牺牲比我还大 听到两人的谈话 秦明这才明白 慕容女帝并非是为了追求更将的五到之路 而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 反而是因为孕育了新生命 想要把孩子保住 所以选择了放弃自己 不但如此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的牺牲 可能也非常之大 她最终死了 可能和这个孩子有很大的关系 之所以有传言 慕容女帝是因为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所以选择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可能也和慕容女帝的性格有关 魏石魔慕容炎被人称之为女帝 是因为她霸道无双的性格 传言她未了一件事 跑到至尊家族 把至尊家族闹得鸡飞狗跳 至尊家族拿她没有半点办法 她行事有自己的准则 毫不在意其他人的想法 书籍中关于慕容女帝的记载并不多 但每一件事都显现出了霸道 被称之为女帝 也是因为她的性格 等等 慕容女帝因为不是生活在上古 虽然离她这个时代也很久远 但没有久远到上古时代 那么慕容女帝 怎么会和独魔至尊牵扯在一起 尊者 独魔至尊活了多久 她不是和至尊世界的四位至尊 一起失踪了吗 秦明看向虚空兽族至尊强者问道 独魔至尊一直活着 突破到至尊到现在 最少有几万年了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道 至于至尊世界的四位至尊 他们是至尊世界的世界之星 并不能离开至尊世界 他们和至尊世界 重新融为了一体 并不是失踪在了至尊界 原来如此 秦明发现 传言太不可靠了 原来在上古时 独魔至尊一直没有死 只是去了至尊界 只是不知道为时魔 独魔至尊到了至尊界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且应该是死在了那里 还有 至尊世界的四位至尊 竟然是世界之星所化 这让秦明非常的意外 至尊世界的至尊之星 竟然可以演化为至尊强者 秦明非常的惊讶 他原本以为 世界之星只是一件非常单纯的宝物 而且 是掌握整个世界的权柄 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可能变成至尊级别的强者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点了点头 不错 我猜测至尊世界的四位至尊 之所以相继回归至尊世界 可能是因为有至尊完全领悟了这四种规则 完全领悟了风火土水规则之后 他们没有规则之力作为依托 也就只能化为无形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并没有献过 完全领悟一种规则的至尊 只是可惜 我的能力有限 没有办法完全领悟空间规则 不过相信我的孩子 应该能够做到 只是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至尊领悟规则之力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 充满慈爱的眼神 看着慕容女帝的肚子 秦明突然间反应过来 这既然是秦熙轩的幻景 纳摩他肯定在这里 既然慕容女帝不是秦熙轩 纳摩 秦熙轩在哪里呢 他早就应该想到 秦熙轩在慕容女帝的肚子里 也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在秦熙轩陷入幻境中时 才会显现出这一幕 面前的两人 就是秦熙轩的父母了 秦熙轩从出生就是一个孤儿 秦明看向两人 希望把他们的容颜记住 好描述给秦熙轩听 只是虚空受足至尊强者的脸 他怎么也看不清 明明看到了 却是又像什么都没有看见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怪 幻境散了 等到秦明清醒的时候 他抱着秦熙轩躺在地上 秦熙轩非常的平静 已经从幻境中出来了 秦明静静地等待着 心里想了很多 他没有想到 自己进入秦熙轩的幻境会经历如此之多 竟然是 见到了至尊强者 虚空受足至尊强者很强 只是他似乎比独魔至尊差了一些 这些是从气势上看出来的 只是独魔至尊最后是怎么死的 让秦明最意外的是 他一直把独魔至尊当成敌人 可实际上 独魔至尊从来没有过 想要奴役所有人类的心思 独魔家族也不是独魔至尊建立的 独魔至尊拥有独魔血脉 血脉中有着邪恶 他无意间把血脉流了下来 以独魔至尊的血脉浓度 他流下来的血脉 肯定非常不一般 如此一来 血脉中的邪恶肯定也极强 从最开始 独魔家族建立 因为血脉的原因 这个势力的基调就已经确立了 看来要对付独魔家族 最重要的是 杀了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只要把他们杀了 独魔家族群龙无首 剩下的人就很好解决了 独魔家族的制度虽然非常好 在战争时能够发挥出超乎想象的力量 但只要把独魔家族的最高层都杀了 底下的独魔很可能会陷入内斗 就算不内斗 独魔家族的权力大幅度地消散 到时候就能够一一解决他们了 而且只要有强者 底下的独魔都会拼死 秦明双眼放光 他已经想明白该怎么对付独魔家族了 独魔家族看起来虽然非常的强大 真正的和独魔家族战争 很难打赢他们 但只要把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都杀了 独魔家族的强大秩序 反而会加快他们的负面 现在秦明最担心的是 独魔至尊在幻境中告诉他的 让他小心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若问世上谁最了解独魔血脉 那么一定是创造这种血脉的独魔至尊 独魔至尊都在担心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可想而知 这股邪恶有多么可怕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现在在复活独魔至尊 而独魔至尊告诉我 他不可能复活 他们复活的 只可能是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若是真的被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们 复活了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那么整个世界可能会生灵涂炭 连独魔至尊 都在忌惮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那邪恶的实力 可能超乎想象 最少五到十力会达到至尊 秦明脸色很难看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们 既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复活独魔至尊上 肯定是对此事有一定的把握 不然他们不会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们 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 他们复活的不是独魔至尊 而是血脉中邪恶 若是他们知道 应该不会这么杀 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一旦复活 可能不只是杀人类武者这么简单 就连独魔家族 说不定也会被他们覆灭了 半部至尊们 忠诚的是自己的血脉 不可能忠诚于血脉中的邪恶 只是他没有办法告诉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们 他们复活的是 血脉中的邪恶 就算他说了 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 所以 只能在他们复活 独魔血脉中的邪恶之前 先一步解决了他们 没有了这些半部至尊 独魔家族的其他人 不可能有实力复活独魔血脉中的邪恶 毕竟这是至尊级的力量 没有领悟规则的神兽禁独魔 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虽然有插手的资格 但也仅仅只有资格而已 他们根本没有实力 摸清楚这股力量的来源 秦明叹息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怀里的秦熙轩抽气了起来 看到秦熙轩醒了 秦明放下心来 虽然知道秦熙轩应该没事 气息平稳 但没有真正的醒来 他心里都会有些担心 幻境中可是出现至尊了 以秦熙轩现在的五到十例 在里面经历了那么多 什么后果都可能出现 不要哭 有哥哥在 秦明拍了拍秦熙轩的后背 安慰到 看来在幻境中发生的事情 秦熙轩都看到了 秦明本来以为秦熙轩不知道 等到他清醒后 细细地告诉他 他见到了他的父母 现在看来不需要了 只是亲眼看到死去的父母 难免会这样 秦熙轩还小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几年 只是因为血脉的原因 秦熙轩成长得特别快 他经历的事情还太少了 在外人面前 他是一位神兽敬强者 从来不会露出怯懦 但内心之中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已 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父母 甚至以为自己没有父母 只是血肉铸铸铸的 现在才明白 他不但有父母 而且父母都顶天立地 非常的爱他 在幻境中 秦明经历了那些 现在明白 可能慕容女帝和虚空兽族 至尊强者的感情 连虚空兽族都不是很清楚 也是 慕容女帝是人类舞者 而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是虚空兽 他们在一起可以 毕竟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五道境界达到了至尊境 可以化为人形 和人有感情 非常的正常 但一起孕育生命 几乎是不可能 强行的要孕育出生命 付出的代价 可想而知 若是虚空兽族的族人知道了 可能会在心里厌恶慕容女帝 因为是慕容女帝的出现 才让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付出极大的代价 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隐瞒了事实 应该是为慕容女帝考虑 后来虚空兽族的族人 都非常的尊敬慕容女帝 仅次于至尊强者 可见慕容女帝 当时在虚空兽族族人们 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都已经过去 就算是至尊强者 也不可能改变时间 把已经发生的事情 强行改变 既然已经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 秦明只是感叹 慕容女帝和虚空兽族 至尊强者的感情 慕容女帝还真是强 和一位至尊强者相爱了 对于至尊强者而言 至尊之下的舞者 都是蝼蚁一般 可见慕容女帝的魅力 有多大 在慕容女帝的宫殿中 虽然有她的画像 但看不清她的真实模样 不过慕容女帝和秦熙轩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看秦熙轩的美丽的容颜就知道 慕容女帝有多美 我父母是爱我的 我不是没有父母的孩子 秦熙轩看着秦明 边擦着眼泪 边笑着说道 嗯 秦明摸了摸秦熙轩的头 笑着道 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你一辈子都不会孤单 虽然秦熙轩有父母 也知道父母很爱她 可她的父母 毕竟已经死了 想来也因为此 秦熙轩才会哭泣吧 若是这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秦明心里也不会好受 哥哥 你说 若是父母亲当年 没有生下我 那摩他们是不是不会死 他们是不是我害死的 秦熙轩盯着秦明的眼睛道 文言 秦明心中一惊 秦熙轩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 不然会一辈子活在内疚之中 不是 秦明很坚定地道 他们要生下你 是郑重考虑过的 你是他们相爱的证明 你父母爱你 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他们很想陪你一起长大 秦熙轩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但好受了很多 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他现在明白 自己不是从蛋中出来的了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出生很困难 被父母亲风印在了那里 遇到你真好 秦熙轩甜甜地笑 秦明再次摸了摸秦熙轩的头 关心问道 你经历了幻境 对你有没有影响 有些伤害 从表面看不出来 但伤在了那里 秦熙轩摇头 我不但没事 而且我的心境突破到了至尊境 秦熙轩得意地举起小拳头 站了起来 什么 心境突破到了至尊境 秦明吓了一跳 秦熙轩的心境 竟然是突破到了至尊境 和他一样 要知道 他的心境 之所以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是因为吃了很多苦头 经历了非常之多 武道修炼 还能够借助丹药和宝物 但心境修炼 只能够依靠自己 有些天赋强的舞者 对事情的感触会比别人深 心境提升的速度 也会比其他人快一些 但也只是快一些而已 绝对不会像秦熙轩这么夸张 心境竟然是直接提升到了至尊境 一想到秦熙轩是慕容女帝 和虚空兽族至尊强者的孩子 秦明就释然了 至尊的孩子 天之骄子 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 至尊一般是没有孩子的 武道实力越强 纳摩孕育后代就越难 哪怕武道境界达到至尊境 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孕育后代非常困难 但一旦孕育成功 纳摩孕育天赋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比你的 那可真是躺着什么都不做 身体也能够自己修炼 轻松突破到神兽境 秦熙轩绝对有成为至尊境的武道资质 甚至武道通往至尊的路 已经被他父母铺平了 从传承到秦熙轩脑海中的那些知识 就能够明白他将来的武道之路 有多么好走 可以说只要按部就班 就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只是突破到至尊境后 秦熙轩需要面对的敌人 就是至尊强者了 对于至尊强者而言 普通武者武道天赋 不管有多高 武道实力有多强 武道强者都不会在乎 他们的唯一敌人 便是同位至尊的强者了 而掌握了同样规则的至尊 那更是不死不休 秦熙轩若是武道境界 突破到了至尊境 成为领悟空间规则的至尊强者 若没有人领悟规则大道 那么秦熙轩可以说就没有敌人 按部就班地 慢慢领悟空间规则就行 在虚空兽族至尊强者 活着的时候 似乎没有人领悟空间规则 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也不知道 现在有人领悟了空间规则 照理来说 想要领悟空间规则 需要特定的血脉 除了虚空兽族之外 秦明还真没有看到 有元兽能够领悟空间大道 就更不用说空间规则了 但万事没有绝对 特别是在血脉上的事情 秦明并不是很懂 也许真的有能力 能够像独魔至尊一样 借助其他生灵的血脉 让自己拥有血脉 秦明摇头 秦熙轩想要武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境 这还是很久远的事情 现在最要紧的是打败独魔家族 要想打败独魔家族 他武道境界 就必须要突破到半步至尊 武道境界 一天不达到半步至尊 他一天就不是独魔半步至尊的对手 想要真正地覆灭独魔家族 就必须要杀死独魔家族的所有半步至尊 哥哥 那里面似乎是清魂谷 秦熙轩站起身来 看向仓库里面 惊讶道 闻言 秦明从思绪中回过神来 朝着仓库内看去 大量的清魂谷堆在里面 从清魂谷内散发出无数的怨气 这些怨气 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人类舞者 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怨气已经实质化了 仿佛一阵阵黑烟一般 秦熙轩之所以陷入到幻境之中 就是因为这些怨气的原因 这到底有多少清魂谷 秦明看着里面堆积如山的清魂谷 心中的怒气已经冲到了头上 每培育出来一株清魂谷 就需要用大量的人类舞者陷阱 毕竟清魂谷是神兽集园值 而且是神兽集园值中的精神类型的原值 想要让一株神兽集园值成熟 可想而知 要付出多少人类舞者的生命 这里无数的清魂谷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类舞者死 难怪这里要用五红木做门 如此庞大的怨气 若是不用五红木做门 怨气直接冲出来 整个仓库都会被怨气包围 这里的清魂谷数量 应该是要比清魂谷塔内的清魂谷多得多 看来在独魔家族并不只是在清魂谷塔附近 培育清魂谷 而是很多地方都在培育清魂谷 也难怪 我把清魂谷塔内的所有清魂谷都烧毁之后 也并没有感觉独魔家族动荡不安 甚至都没有太多的表示 原来是因为独魔家族的总仓库中存放着更多的清魂谷 秦明双眼已经赤红 拳头紧紧地握着 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多杀一些独魔 在这些怨气上 秦明看到了无数的人影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他们被献祭给清魂谷 似乎灵魂都困在了清魂谷原职内 得不到解脱 也只有独魔家族这种邪恶的势力 才会种植出这样的原职 哥哥不要生气 我们终会让独魔家族付出代价 秦夕轩拉拉拉秦明的衣袖道 秦明点头 平复了一下心情 带着秦夕轩走了进去 若是秦夕轩的心境没有达到至尊境 他绝对不会让秦夕轩进去 但他的心境达到了至尊境 这些怨气想要伤他就有些困难了 进入里面 秦明感觉到无数的怨气朝着他袭来 秦明皱了皱眉 一挥手便是把袭来的怨气打散了 似乎发现了秦明不好惹 怨气哪怕再怎么翻腾 也是没有在攻击他了 进到里面后才明白 这里有多大 从这里往下 大量地堆积着清魂谷 这些清魂谷都是处理过 而且清魂谷能够生成怨气 要想长久地保存它 就必须要把大量的清魂谷集合在一起 也只有把大量的清魂谷集合在一起 让怨气堆积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存清魂谷 若是五红木一直不打开 让怨气一直在里面 那么 哪怕试过千年 这些清魂谷都不会药性流失 清魂谷这种原值非常的特殊 并不是自然生成的 而是由毒魔后天催成 哪怕是储存方式 也是和其他原值完全不同 秦希轩在堆积的清魂谷上跳了跳 道 这下面存放了多少清魂谷 我感觉 这里已经完全被掏空 就是用清魂谷筑成 因为清魂谷堆积在一起 他不可能把这些清魂谷扳开 看里面到底放了多少清魂谷 看着面前的清魂谷 秦明在想该怎么处理他们 放一把火把这里都烧了 可一旦他把这里都烧了 必然就会被外面的毒魔知道 他不可能一直守在这里烧他们 这里的清魂谷很多 把他们全部烧完 哪怕是用忧火 也需要烧很长的时间 若是能够用空间戒指 把这些都带走就好 可惜这些清魂谷都是活的 不能使用空间戒指 把他们都收了 秦希轩摇头道 他也知道 秦明在为这些清魂谷为难 这里一共有四个仓库 他们不可能为了这里的清魂谷 就放弃其他的仓库了 而且除了仓库之外 他们还要去破坏这里的传送阵 能够不暴露 就尽量不要暴露 他一直在思索 该怎么才能够不惊动毒魔的情况下 把这些清魂谷都毁了 是啊 他们都是活的 没有办法用空间戒指 把他们装走 秦明无奈地摇头 一进来他就发现 这些清魂谷都是活的 和在清魂谷塔的清魂谷不同 那里的清魂谷都是死的 想来毒魔家族把清魂谷存放在那里 是经常使用的 所以 哪怕是死的也没有关系 而这里的清魂谷 毒魔们想要长久地保存 而在清魂谷没有死之前 能够一直存放 不会有半点药性流失 正因为这些清魂谷是活的 秦明就很为难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想了想 似乎只能够放弃 也不可能为了这些清魂谷 就把仓库中的其他东西放弃了 虽然把这些清魂谷都烧毁 释放这些怨气之后 他会得到这些怨气的回馈 会有大量的好处 可能在他们的帮助下 大道领悟更深一些 他的四众大道 已经领悟到大成了 但大成道完美非常的困难 无数的舞者 都是卡在了这一步 所以 他已经做到了 长期领悟大道的准备 一点点加深对大道的理解 只要每天都在进步 纳魔总有一天 他的四众大道 都能够领悟到完美 或许是因为他很年轻的原因 虽然领悟大道的速度很慢 但一直都在进步 要知道 大部分的人类舞者 领悟大道完全地停了下来 并不是只要肯努力 就一定能够进步的 很多人舞蹈境界停止 大道领悟也完全卡住了 若是只要努力就能够进步 那么不管舞蹈之路有多难 肯定有很多人类舞者 能够达到绝世 可实际上 人类舞者舞蹈实力 突破到绝世的非常之稀少 更不用说 舞蹈境界超越绝世了 想要把这些青魂骨毁了 或者带出去 又没有太好的办法 他不可能一株株 把青魂骨都弄死 而后再收入到空间戒指中 就在秦明打算放弃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间想起来 自己脑海不是有一个空间吗 他脑海空间很特殊 虽然不能放活物在里面 但是能够放置原池 不但能够放置原池 甚至还能够培育原池 他在脑海空间中 培育了大量的原池 炼制了无数的丹药 也因为这些丹药 他才能够带领金玄弥猴族 打败了那三个上古种族 只是后来 因为凌云能量有限 再加上他带着 金玄弥猴族的族人 来到了至尊界 在至尊界搜刮了大量的原池 因为不缺原池了 所以除非特别特殊的原池 不然他不会浪费 凌云能量培养他们 现在脑海空间中 只种植了青魂类原池 在凌云能量的培育之下 他们生长得非常好 秦明也不打算培育更多的青魂类 若是没有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他只能够用凌云能量 不过有月轩世界 拥有阴灵血脉的人类舞者 能够培育青魂类 他就不需要浪费凌云能量了 脑海空间中 能量培育原池 也能够收入活着的原池 纳膜 这里的青魂骨 自然也能被收入 脑海空间非常之大 别说这里的青魂骨 就算再多百倍 也是能够轻松地放进去 我有办法把这些青魂骨都带走了 秦明脸上露出笑容 他让傅一时 把种植在脑海空间中的青魂类仪的远一些 不要被这些怨气给余染了 而后便是开始用神识包裹这些青魂骨 把它们兜移到脑海空间中 这里的青魂骨开始大量地变少 秦熙轩也是 站得越来越下 干脆悬浮在了空中 他满眼好奇地看着秦明 不明白这些青魂骨到了哪里 本章完 丹武双绝 第7341-736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活得原直不能 被收入空间戒指中 这是常识 若秦明只是收了一点青魂骨 秦熙轩并不好奇 在秦明身上 有很多的秘密 但如此之多的青魂骨都被收走了 除非秦明领悟了空间大道 而且武道境界突破到了至尊 在他的传承记忆之中 世间能够装活物的宝物非常稀少 领悟空间规则 武道境界达到至尊后 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那个空间可以作为对敌的手段 把敌人拉到空间中杀死 也能够收入活的原直 作为几乎无限大的存储空间 武者的空间规则掌握得越多 纳摩那个空间也越大 可秦明又没有领悟空间规则 更不是至尊敬强者 这些消失不见的青魂骨 去哪里了 我传承了父亲的一部分记忆 连父亲都没有献过 秦明是怎么做到的 秦熙轩看着消失的青魂骨 心中很是不解 若说以前 他的见识很浅薄 并不能够明白这些 只觉得 什么事情发生在秦明身上 都有可能 因为在他心目中 秦明无所不能 但现在不同 经历了那个幻境之后 他的心境提升到了至尊境 而至尊境的心境 让他能够承受更多的知识传承 他父亲的五道境界 达到了至尊境 甚至是献过了至尊世界的四位至尊 活的时间非常久远 见多识广 可以说整个世界 比他见识还广的人 几乎没有多少了 可就算这样 也没有见过 有谁能够像秦明这样 收取大量活的原职 哥哥 那些清魂骨到哪里去了 秦熙轩好奇地问道 秦明一边继续 收着仓库内的清魂骨 一边说道 那些清魂骨 被我收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去了 若是有机会 我带你去看看 这些清魂骨我先收着 等到了外面 要把这些清魂骨都烧毁 脑海空间 秦明并不打算隐瞒秦熙轩 只是秦明从来没有带活着的人 进入过脑海空间 所以也不知道 秦熙轩到底能不能进去 他要先试验一番 若是进入脑海空间的生灵 都会被死亡 那秦明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秦熙轩进去 至于那些清魂骨 虽然这些清魂骨的品质极高 品级也达到了神兽级 能够用来炼制丹药 有了大量现成的清魂骨 只要他研究出丹药 那么这些清魂骨 就都能够炼制出丹药 要知道 清魂骨能够提升舞者的神石 而整个至尊世界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提升神石的丹药 在至尊世界生活的人类舞者 神石的提升 只能依靠舞蹈境界提升 才能够有略微的提升 舞者没有修炼神石的方法 也没有提升神石的资源 而毒魔家族不同 秦明就看到过几位神石 非常强大的毒魔 若不是他非常小心 自己可能 就被那些毒魔发现了 有这些毒魔家族 强大神石的毒魔存在 不说月宣世界的人类舞者 不是毒魔的对手 就算实力相当 也休想无声无息地摸进来 所以 神石对于舞者而言 非常的重要 神石越强 就越是能够察觉到 暗处的窥探 秦明能够进入这里 并非舞蹈实力强大 而是因为神石足够的强 所以 这里虽然到处都是毒魔 但他还是能够凭借着强大的神石 随意地穿行 哪怕毒魔家族 有不少毒魔专门修炼神石 他们的神石强度 也是差了他很多 若是人类舞者 都能够拥有强大的神石 那魔 在和毒魔家族的战斗中 能够占据很大的优势 而现在占据优势不是人类舞者 而是毒魔家族 毒魔家族有强大神石的毒魔 而人类舞者中 除了他之外 没有强大神石的人类舞者 秦明的目标是杀了所有半部至尊 而后再进攻一盘散杀的毒魔家族 但毒魔家族非常的庞大 可能有不少像月轩世界这样的世界 他也不可能带领人类舞者们 亲自去解决这些世界的毒魔 所以这些需要人类舞者自己去做 清魂类中有提升舞者神石的药性 清魂骨也有这种药性 其实不管是用清魂类 还是用清魂骨来炼制丹药 效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面前的这些清魂骨 只要全部用来炼制丹药 那魔就足够培养出 不少神石强大的人类舞者了 只要他肯用这些清魂骨 就不需要辛辛苦苦培育清魂类了 只是秦明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打算把所有的清魂骨都烧了 只因为这些清魂骨 是献祭人类舞者才得到的 在秦明眼里 这些清魂骨就是人类的尸体 秦明不会用人类舞者的尸体 来炼制丹药 永远也不会 虽然那些献祭清魂骨的人类 并不是他杀的 他只是抢夺了毒魔家族的清魂骨 但秦明也不允许自己使用清魂骨 秦明看待一件事情 并不是从利益的角度 哥哥 你把这些清魂骨都烧了 确实有些可惜 不过我支持哥哥 这些清魂骨之所以有怨气 可能是因为人类的灵魂 被囚禁在里面了 若是用这些清魂骨来炼制丹药 岂不是在直接吃人 若真这么做 哥哥岂不是和毒魔家族的毒魔一样 我不希望哥哥变成那样 秦熙轩满脸笑容道 他也不想秦明用这些清魂骨炼丹 若秦明真的唯利是图 他当初可能已经被秦明抛弃了 毕竟他小的时候 只知道吃五到十里极差 也没有多大的能力 甚至五到境界达到了圣兽境 还无法化形 比起其他元兽来差了很多 若只是看当时的他 那就是一个没有半点用处 又浪费大量黑石的废物 他的母亲和父亲都是顶天立地的人 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和母亲父亲一样 也希望秦明也是那样的人 嗯 我会坚持本心 不会做这种事情 秦明笑着 看着面前的这些清魂骨 豪气干云道 我秦明要堂堂正正地突破到至尊境 哪怕这些原职再好 我也不会使用 除非这些原职 不是用人类舞者生命献祭得来 秦明在秦熙轩的幻境中 献过至尊境强者 他们是真的强大 看到他们 秦明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仿佛他就是一只蝼蚁 而蝼蚁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像大象那般巨大 给他的感觉 就是他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突破到至尊境 但那又怎样 哪怕至尊境非常的困难 既然有人能够突破 那么凭什么他不能 越是困难 就越是有挑战 秦明就是喜欢做一些有挑战的事情 不但如此 他还有三条大道都走到极限后 五道境界再突破到至尊境 虽然他误会了慕容女帝 他并非为了最强大的至尊而牺牲 但秦明明白自己的内心 既然要突破到至尊境 那就选择最强 三条五道之路走到极限 四中大道融合在一起 以四中大道融合突破的五道 到底有多强呢 我三中大道融合之后 攻击已经能够比肩半步至尊了 若是四中大道完全融合 哪怕比不过至尊强者 也能够拼一招 若是我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而且是以四中大道融合在一起 形成的新大道突破的 纳魔 哪个至尊是我的对手 至尊境竞争非常的残酷 至尊界的世界之星数量一定有限 以及一些对至尊境强者有用的资源 也非常的稀缺 对至尊有用的珍宝 世间就纳魔多 可想而知 竞争有多激烈 就连独魔家族 和虚空兽族的至尊境强者 都会因为宝物而打起来 更何况其他至尊 以秦熙轩的五道资质 他肯定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他是以空间大道突破 虽然空间大道比普通的大道要强 但也降得有限 秦熙轩一旦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肯定会被其他至尊注意到 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秦明担心秦熙轩的安危 秦熙轩有着让人羡慕的五道天赋 但五道突破到至尊境 未必就是好事 神兽境和至尊境的差距太大了 无数的神兽境武者 能够突破到至尊境的寥寥无几 所以 至尊境强者 根本就不会在意神兽境武者 哪怕在天才的神兽境武者 突破到至尊境的可能性 都非常的小 所以从来没有过至尊境强者 出手攻击神兽境武者 不过 武者一旦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世上的珍宝就那魔多 多一位至尊 那魔就多一份竞争 秦明更担心的是 有人提前领悟了空间大道 并且以空间大道突破到了至尊境 到时候 秦熙轩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可能马上就会有领悟空间规则的至尊境强者追杀他 以秦熙轩的五道实力 肯定不会是对方的对手 所以 想要保证秦熙轩的安全 秦明觉得 自己得先一步突破到至尊境 他一旦以四重大道突破到至尊境 一般的至尊境强者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毕竟五道境界没有突破到至尊境 只是神兽境而已 他就有信心四重大道融合蓄力之后 有至尊级的攻击力 何况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以至尊境的力量使出四重大道融合 不是普通至尊能够比拟的 秦明很期待自己四重大道融合在一起 形成新的大道 新的规则 而后突破到至尊境 那时候 他只要一突破 可能就站在至尊境的强者行列 而且 四重大道融合在一起 形成新的规则 秦明相信 绝对没有人和他一样 所以他不需要和其他至尊强者抢夺规则 而且他可以帮助秦熙轩 为了抢夺规则之力 杀死那些同样领悟了空间规则的至尊 到时候 他和秦熙轩都是至尊境强者 两人相互信任 联手之下 谁是他们的对手 只要突破到至尊境 他和秦熙轩联手 在至尊境五道之路上 一定非常好走 当然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最要紧的是 杀死毒魔家族的所有半不至尊 防止他们把血脉中的邪恶复活了 终于好了 秦明看着面前空荡荡的巨大房间 叹息了一口气 清魂骨非常之多 死的人类无者数量 秦明都不敢想象 也难怪 这里会有如此之深的怨气 哪怕是他 一个不留神 也会被吸入到幻境之中 哥哥 这里的清魂骨如此之多 看来独魔家族 是真的奴役了很多人类舞者 把人当成牲头一样奴役 这些独魔 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他们自己是人 却自觉的自己高人一等 这样的势力 早就应该被覆灭了 他们也就在至尊界外围称王称霸 这样的势力 若是到了至尊界入围 没有至尊境强者坐镇 又如此的邪恶 肯定早就被消灭了 秦熙轩举起自己的小拳头道 他很不喜欢独魔家族 这里的怨气如此之浓郁 让他有些难受 而且因为独魔家族 杀害了无数人类舞者的原因 让秦明很生气 他也跟着秦明生气 除此之外 正因为这些怨气的原因 才让他陷入幻境 在幻境中他非常的无助 若不是秦明到来 他的心安定了下来 可能真的会死在幻境中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他再也不想经历第二次 若不是独魔家族的原因 他不可能被拉入到幻境之中 所以他很讨厌独魔家族 而且是越来越讨厌独魔家族了 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早日把独魔家族灭了 秦明笑着道 嗯 秦熙轩重重点头 在覆灭独魔家族之前 我们应该先吃饱 我有些想念黑石的味道了 我要吃很多很多的黑石 要酒品纯净的黑石 他虽然每一天都在吃起一股 但嘴巴还是馋黑石 现在的他 对酒品以下的黑石 已经不感兴趣了 里面的能量太少 而且味道非常之差 一点也不好吃 但他知道 秦明手中并没有多少酒品黑石 酒品黑石非常的珍贵 除了能够修炼之外 还能够用来布置阵法 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秦明血脉突破到至尊级 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酒品黑石中的能量最多 所以 就算他很长时间没有吃黑石 很想念黑石的味道了 也没有让秦明给他酒品黑石 他知道 只要自己开口 秦明肯定给他大量的酒品黑石 但在秦明那里 酒品黑石的数量都不多 而且 用一点就少一点 所以 他只能够强忍着 没有要吃酒品黑石 现在终于不用忍了 他闻到了大量酒品黑石的气息 这里是独魔家族的仓库 既然独魔家族把大量的青魂骨存放在这里 纳魔把酒品黑石放在这里 就再正常不过了 若是秦明自己的酒品黑石 纳魔 哪怕数量再多 他也有些舍不得吃 但这里是独魔家族的仓库 反正是别人的东西 他吃起来 一点也心疼 特别是 在他讨厌独魔家族的情况下 就更喜欢吃他们的黑石了 把他们的黑石都吃了 让他们无黑石可用 把这里的青魂骨都装在脑海空间中了 秦明用精神力 看了脑海空间中的青魂骨一眼 就打算离开 可突然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连忙让副意识去查看 他发现 那些青魂骨很不正常 他们身上的怨气 正在一点点消散 秦明不知道 青魂骨中的怨气怎么消散 唯一的方法 可能就是毁了青魂骨 没有了青魂骨的束缚 青魂骨中的怨气 自然能够跑出来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秦明也尝试过用其他办法 但没有任何的用处 秦明知道 除非是把青魂骨彻底地摧毁 不然里面的怨气不可能消失 若是里面的怨气 真的能够消除 哪怕是独魔家族 也会选择消除里面的怨气 就算是把青魂骨炼制成丹药 怨气也会吸附在丹药之内 若是武者服用丹药 就会被怨气所影响 青则情绪起伏很大 重则直接被拉入到幻境中 而且 不管吃一颗青魂骨炼制而成的丹药 青魂骨的怨气 对武者的影响大不大 吃太多的青魂骨 怨气会积累 总有一天 所有的怨气 会对武者发起猛烈的攻击 独魔虽然血脉中有邪恶 但血脉中的邪恶 并不会保护独魔自己 相反 邪恶还会和怨气配合 用尽全力地影响独魔 以秦明对原职的了解 自然是清楚 其实不用尝试也知道 是不可能有办法 把青魂骨中的怨气消除的 就算是独魔家族 也绝对没有办法 秦明并不太害怕怨气 他服用少量的青魂骨炼制的丹药 并不会被其中的怨气影响 普通的人类舞者也是如此 意志越是坚定的舞者 可以服用青魂骨炼制的丹药 数量越多 只要少量服用 不超过自己意志的极限 用青魂骨炼制的丹药 对舞者是没有伤害的 秦明之所以不愿意 拿这些青魂骨来炼制丹药 怨气占很大成分 现在怨气消失了 他们应该已经得到了解脱 就在秦明高兴 青魂骨没有了怨气 会转变为青魂类的时候 却发现脑海里面的青魂骨 其上的生命力在消失 连同生命力一起消失的 还有里面的药性 秦明摇头也没有失望 他本来就不打算 用青魂骨来炼制丹药 本来他的打算 是出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把这些青魂骨都烧毁了 现在这些青魂骨毁了 反而还帮他解决了一件事情 只是青魂骨中的怨气 为食魔会消失 秦明很奇怪 他明明没有故意破坏青魂骨 青魂骨中虽然有怨气 但他毕竟是一株原汁 他的脑海空间能够培育原汁 几乎秦明见过的 所以原汁都能够在脑海空间 培育 只要有足够的淋雨能量 更是想培育出多少原汁 就能够培育多少原汁 却没有想到 青魂骨这种原汁 竟然不能在脑海空间中培育 虽然秦明本来没有打算培育青魂骨 但既然脑海空间不能培育青魂骨 那么就很可能还有和青魂骨类似的原汁 也不能在里面培育 就在秦明不解 青魂骨到底有哪里特殊 让他无法培育的时候 秦明看到那些黑色的怨气 从脑海空间中的土里钻了出来 不过现在 已经不是那种纯黑色了 而是变成了灰色 并且在秦明的目光中 灰色也在越来越淡 很短的时间内 便是变成了纯白 这是怎么回事 秦明很是不解 脑海空间 还有化解怨气的能力 就在他觉得奇怪的时候 那些怨气 似乎感应到了空间中的负一石 飞到了负一石的身前 上下飞舞了起来 秦明从负一石中感觉到 这些怨气 似乎在跪拜他 在崇敬他 这种感觉很奇怪 秦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些怨气身上的情绪 不错 怨气上有情绪 一直都有 在最开始 怨气是黑色的时候 他的情绪是狂暴和怨恨 仿佛要吞噬一切一般 而现在却非常的平和 没有任何的杀戮之意 相反 给他一种宁静的感觉 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如此短暂的时间 在怨气上出现 秦明实在是有些搞不懂 他们现在不应该被称之为怨气了 只是不知道卫石魔 明明清魂谷已经毁了 他们怎么还不消散 秦明很奇怪 他每次把清魂谷烧毁之后 怨气都会在很短时间内消散 并且为他送上祝福 在一段时间内 他得到这些怨气祝福后 修炼的速度会加快 如同顿悟一般 本来秦明还有些可惜 若是他在外面烧毁这些清魂谷 得到怨气的祝福之后 能够好好地修炼 兴许能够把一种大道领悟到完美也说不定 因为这里的清魂谷实在是太多 怨气非常的浓 如此之多的怨气 他能够得到的祝福 肯定更多 虽然大道从大成领悟到完美非常的困难 但秦明觉得 如此之多的怨气神识 效果肯定不一般 说不定真的能够让他 把火之大道领悟到完美 若是在这里得到怨气的祝福 哪怕是一定能够帮助他 把火之大道领悟到完美 他也不敢在这里久待 这里太危险了 随时都可能有毒魔闯进来 却没有想到 怨气没有给他祝福 而是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这样的祝福 秦明很想要 毕竟能够快速提升 他舞蹈境界的方法非常之少 而且 每一种想要得到都很困难 而烧毁清魂谷 释放里面的怨气 不但能够帮助死去的人类 无辙解脱 还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 可谓是一举两得 秦明很愿意烧毁清魂谷 只是现在清魂谷没了 但怨气还留在他脑海空间中 以前怨气都是直接消失 怎么现在赖在他脑海空间中不走了 这些怨气在给他道谢之后 仿佛安之若素地待在了这里 一点也没有想要飘上天消失不见的意思 怨气留在我脑海空间中 会不会对这个空间有影响 秦明皱眉 它有两个意识 一个是逐意识 一个是脑海空间形成后出现的负意识 身体只能够同时被一个意识掌控 因此一直都是逐意识在掌控身体 只有在逐意识出现问题 比如陷入昏迷的时候 负意识才掌控身体 当然 也有它使用神识攻击 逐意识的神识消耗空之后 用负意识来使用神识 脑海空间对它非常的重要 若是没有脑海空间 它的负意识将没有什么地方待 而且脑海空间还能够种植原植 而且比种植在外面 生长的速度更快 哪怕是没有阵法 没有淋于能量 在脑海空间中 原植生长的速度 远远不是那些用阵法 束缚大量能量 专门用来培育原植的地方 生长得快 秦明是一位炼丹师 虽然在空间介质中 保存了大量的原植 而且这些原植都经过处理 能够保存很长时间 但在长时间也有一个极限 它必须在这些原植药性流失之前 把它们炼制成丹药 而脑海空间中的原植却不同 栽种在脑海空间中的原植 只要是活着的 药性永远也不会流失 任何时候采摘 都能够完美地用作炼丹 脑海空间对它很重要 绝对不容有失 这些怨气 能够把秦熙轩拉入到幻境之中 可想而知 它们并非人畜无害 也是有很强大的攻击性的 一旦它们发疯 秦明可不想整个脑海空间 都被怨气给毁了 它们居住在脑海空间中 由不得秦明不担心 只是让秦明很不解 它们为师摩要待在这里 而且刚刚那种给它跪拜的感觉 很奇妙 它们有灵智 但不多 更多的是凭借着本能在行事 秦明观察了很久 发现它们 没有任何破坏脑海空间的意思 仔细地想了想 最终秦明决定 先不要管它们 让负一时好好地看着 一旦情况不对劲 就马上出手 最重要的是 秦明不知道该怎么 把它们弄出来 秦明试过用神识束缚住它们 而后把它们放出来 可神识直接穿过它们 仿佛它们不存在一般 连神识都触碰不到它们 秦明就算想要把它们弄出来 暂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秦明摇头 先不管它们 带着满脸疑惑的秦熙轩 离开了这里 到了外面之后 秦熙轩乖了很多 不再敢随意地开门 秦明笑了笑 目光扫过周围 发现它们已经到尽头了 这里还有两个大门 一个是金属制成 一个大门呈现黑色 是由布置出来的阵法 哪个房间内有黑石 秦明问道 他知道 秦熙轩能够嗅到黑石的味道 这个秦熙轩指了指 那个由阵法做成门的房间 道 这里面放了大量的黑石 数量非常的庞大 而且有不少酒品黑石 只是面前的这个阵法 是一个神兽级隔绝阵法 想要破解 需要一点时间 面前的阵法 是完整的神兽级阵法 能够隔绝里面的能量透出来 也能够让外面的人进不去 因为只是隔绝阵法 所以它的防御性并不强 哪怕是外面的那个简易神兽级防御阵法的防御性 都要比这个阵法强不少 但毕竟是神兽级阵法 想要强行地破开 很有些难度 以秦明的实力 蓄力之后两招 应该是能够打破面前的神兽级阵法 神兽级阵法很强 若是完整的神兽级防御阵法 哪怕是上百个神兽级强者联手 也很难攻破 哪怕是秦明蓄力攻击 也不可能攻破神兽级防御阵法 因为蓄力攻击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 秦明并不能够做到连续的蓄力攻击 而神兽级防御阵法能够自我修复 秦明一次蓄力攻击之后 哪怕不休息 再继续准备蓄力攻击 神兽级防御阵法也已经修复到完好了 专门用来防御的神兽级阵法 防御力非常之强 哪怕是半不至尊 也能够防住很长时间 这还是没有阵法师在里面操控的情况 布置这样一个神兽级隔绝阵法 得十多个阵法师花费一个月时间 才有可能不成 若只是一个人 可能两年时间 就未必能够布置好这个阵法 别人要花两年时间布置完成 自然不可能被人几个时辰就破解了 若阵法这么不堪 那还要阵法师有什么用 他想要进去 估计得花一个月的时间 才有可能把面前的阵法破解了 但一个月 哪怕外面的毒魔再傻 也知道不对劲了 肯定会冲进来 所以 不可能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来破解面前的阵法 不过他不能 秦明却可以 他见识过秦明的幽火 虽然不知道 幽火是什么火焰 魏师魔有如此之大的威力 但对于幽火而言 别说面前的阵法 只是神兽级隔绝阵法了 哪怕是神兽级防御阵法 幽火都能够轻松破解 想要进去 还得秦明帮他 却没有想到 秦明摇了摇头 道 先不进这个房间 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 秦明在里面闻到了 很浓郁的原汁气息 面前的金属大门 非常的厚实 有隔绝气息的作用 但他还是能够闻到 里面浓郁的原汁气息 可想而知 里面的原汁数量 一定非常之多 比起黑石来 秦明更希望得到大量的原汁 黑石它可以在 至尊界内挖掘 虽然现在金玄 猕猴族的族人们 以及来这里的人类舞者们 没有在至尊界内 发现黑石矿脉 但至尊界的能量 如此的浓郁 秦明很清楚 这里的黑石矿脉 数量一定不少 而且品质肯定非常之高 到时候 可以用资源让 至尊世界的人类舞者 来帮助他采矿 甚至干脆在矿脉周围 建造一个隔绝阵法 隔绝开至尊界内的 充满杂质的能量 这样一来 哪怕是圣兽境之下的人类舞者 也可以帮助他 开采黑石矿脉 至尊世界内的人类舞者 数量很多 只要发现至尊界的 黑石矿脉 有的是办法 开采黑石 但原汁不同 他们来至尊界后 确实是发现了 大量的原汁 但这些原汁采摘之后 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够再尝好 之所以一开始 能够得到大量的原汁 是因为很长时间 没有人采摘的原因 原汁被舞者们 搜刮过一次后 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般 短时间内 能够采摘到大量的原汁 想要采摘原汁 可能只有更深入 至尊界了 金玄弥猴族 在至尊界建立的 据点并不大 离开得太远 没有办法得到 金玄弥猴族的 强者保护 那么 采摘原汁 就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了 至尊界的原汁 也不可能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只是相对于 至尊世界而言 这里的原汁 数量多了很多 至尊世界的人类 武者太多了 原汁永远也不够分 秦明小 对付独魔家族 需要人类 武者们相助 他不可能 杀死所有的独魔 哪怕他实力再强 独魔的数量 那么多 就算站着不动给他杀 也是杀之不尽 只有培养大量的人类强者 让他们 对独魔出手 纳魔用不了多久 所有拥有独魔血脉的独魔 都会被人类武者 找出来杀了 原汁的价值 要比黑石大 这里是独魔家族的仓库 很有可能在 月轩世界的独魔们 把绝大部分的原汁 都放在了这里 除了培养 至尊世界的人类武者之外 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 极度地缺少资源 若是得到这些原汁 能够炼制成丹药 给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使用 勤迷想到了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 他们非常的贫穷 月轩世界中的大部分能量 都被这个秘境吸收了 也只有少量的能量 渗透在月轩世界各个地方 形成了一座座黑石矿脉 因此 在月轩世界内 是没有足够的能量 生长出神兽极原值的 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 除了自己培养的青魂类之外 没有任何原值达到神兽级 他们只能够使用黑石修炼 他们的武道天赋 并不比独魔差 但武道实力 却是差了独魔很远 原因就是因为资源不足 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资源 他们未必 就不能和月轩世界的独魔一拼 走 我们进去 说着 秦明召唤出了幽火 直接开始焚烧面前的金属大门 这门很厚 但再厚 也没有用处 在幽火的灼烧之下 不知名的金属开始融化 幽火真降 看着金属大门 这么简单的 就被秦明用幽火破了 秦熙轩感叹道 这个大门是用青金制造而成 青金是一种制造盔甲的材料 非常的坚固 这种金属 几乎隔绝高温 很难被融化 所以要用青多制造出一件盔甲 非常的困难 面前的大门凹凸不平 不是因为这是残刺品 而是要处理正魔大块的青金 非常的困难 独魔家族 也只能够处理到这种程度 没有想到 哪怕是青金 也抵挡不了幽火的片刻灼烧 他并不意外 秦明能够用幽火打开大门 毕竟 青金是出了名的 难以被锻造 隔热性非常之好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克制火焰 面前的青金 并不是用火焰断烧的 似乎是被人用至尊器 强行切割的 因为只切了一面 所以只有一面是光滑的 为是磨不两面 都切割呢 原因是 青金太硬了 连半部至尊手持至尊器 想要完全切开青金 也很困难 只有一面被切割 就已经能够当作大门了 剩下了半部至尊 一些功夫 这是青金吗 秦明点了点头 他听说过青金 这种金属表面 呈现金属色 但是被切开后 里面呈现的是青色 所以才被称之为青金 秦明突然收回了优火 道 青金是最好的盔甲材料 要不我用青金 做一件贴身甲 他从来不戴盔甲 是因为普通的盔甲 还比不上他的肌肉的硬度 戴上多此一举 而那种比他肌肉硬的盔甲 又因为太过笨重 影响了他的灵活性 战斗中 防御远远没有灵活性重要 哪怕防御再高 没有灵活性 打不到敌人 没有任何用处 反而会因为穿戴了太重的盔甲 而让自己累得气喘郁郁 一般的武者 也不会佩戴盔甲 所以 盔甲并没有多少市场 锻造师 一般只锻造一些器具 以及兵器 不过面前的青金不同 他的硬度是出了名的硬 因为硬度强的原因 只需要薄薄的一层 就能够给武者提供足够的保护 但想要得到一件青金做的盔甲 难度比得到一件天地之金兵器 还要难很多呗 一般用青金做盔甲 是在大自然中 直接找到盔甲形状的自然形成的青金 而后大量的锻造师 长时间的锻造 可能需要花费十年 甚至百年的时间 用地心之火烘烤 才能够略微地改变盔甲的形状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锻造出一件完美的青金盔甲 找到自然形成 贴合盔甲形状的青金 非常的困难 与盔甲形状差距越大 纳膜 锻造师锻造 就越是困难 秦明第一次听说 这种坚硬金属的时候 也想过给自己弄一件青金盔甲 但最后无奈地放弃了 因为 就算他认识不少强大的锻造师 也无法锻造青金 而且青金非常的珍贵 就算是在至尊界中 也只能够找到少量的青金 找到一件刚好和他身体相契合的青金 更是可以说难如登天 正因为如此 他只好放弃 可今天他碰到了青金 而且是一大块青金 一块能够给他和秦熙轩 都做一件内甲的青金大门 青金能够被幽火融化 但不能被幽火改变形状 若是青金不大 哪怕有幽火 也无法为他锻造出一件青金 独魔家族也确实才大气粗 用这磨大块珍贵的青金做门 这不是送上来的内甲吗 说做就做 秦明召唤出幽火 小心地开始灼烧青金 因为要和自己身体完全契合 所以需要他特别的细心 好在他对幽火的控制 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哪怕再怎么细微 他也能够控制 不一会儿 秦明就为自己锻造出了一件青金盔甲 在盔甲制成时 他自然而然地从上面掉了下来 一旁的秦熙轩一直专注地看着 眼疾手快地接住了掉下的盔甲 好轻 秦熙轩看着面前的青金盔甲 如同看一件西式珍宝一般 面前的青金盔甲 因为是幽火灼烧 所以里面完全被掏空 非常的光滑 自然形成的盔甲形状 绝对做不到像这般 哪怕是半步至尊 手持至尊器 也是不可能雕刻出来 半步至尊很强 至尊器也很锋利 但把黑金一刀两半 和细细雕刻难度完全不同 半步至尊 可以用至尊器雕刻出一件盔甲 但难度非常之大 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远远做不到像秦明这般 里面光滑到 哪怕是水滴在上面 也不会留下半点痕迹 而且 这件盔甲非常薄 正因为薄的原因 才会如此之轻 这样的盔甲 自然是绝对不会生成 就算运气很好 找到了自然形成盔甲模样的青金 也是非常的厚重 多少会影响舞者的行动 而面前的青金盔甲却不同 因为是秦明自己锻造 所以盔甲轻如意 哥哥 我觉得你 能够做一位出色的锻造师 秦熙轩看着面前的青金盔甲 由衷地赞叹道 哪怕在出色的锻造师 面对青金 也只能叹息 哪怕是地心之心的温度 也是不足以融化青金 只能够通过日积月累的灼烧 让青金软一些 而后再强行地敲打 这样锻造出来的青金 又怎么可能会锻造出完美的盔甲出来 听到秦熙轩的夸赞 秦明摇头笑道 我只能锻造盔甲而已 锻造师可不是只锻造一种金属 只是青金有些特殊 他不需要任何的锻造 也不需要添加其他材料 只需要改变他的形状 就能够做出最好的盔甲来 我这才能够制造出一件 防御惊人的盔甲 秦明轻轻地抚摸着面前的盔甲 也是满心欢喜 谁都想要自己防御力强 这样在战斗中能够多一丝保障 可盔甲的弊病太多 他只能够放弃 现在有了一件坚固的盔甲 以后和独魔战斗起来 秦明只需要防御一些关键位置 有了这件盔甲 他的5到10力最少提高了二成 别小看二成 5到10力达到他这般程度 提升一点都非常困难 更不用说二成了 现在自己锻造了一件盔甲 要帮秦熙轩也锻造一件盔甲 面前的青金大门 足以为秦熙轩锻造一件盔甲了 只是要和秦熙轩的身体严丝合缝 完全地契合 不影响他行动 就需要用神识来探查 秦熙轩 我也为你锻造一件盔甲 秦明看着秦熙轩说道 听到秦明要为自己锻造一件盔甲 秦熙轩非常的兴奋 他满脸高兴地蹦蹦跳跳 那我来给你量身体 秦明道 秦熙轩大方地摊开手 看到秦熙轩不介意 秦明点了点头 放心地铭用 神识一扫 便是心中有数 转身开始为秦熙轩锻造盔甲 秦明并没有发现 在秦明转身后 秦熙轩的脸红了不少 已经锻造过一次盔甲 在锻造秦明熟悉了很多 只是一刻钟的时间 便是为秦熙轩锻造好了 秦明知道秦熙轩爱美 还特意地在盔甲上绣了一些好看的花纹 这些花纹 是他在慕容女帝的宫殿中 那些画上看到的 非常符合慕容女帝的气质 而秦熙轩长得和他母亲一模一样 这些花纹和他很是般配 锻造好了 秦明双手拖着盔甲 递给秦熙轩 看着面前的精美盔甲 秦熙轩双眼都在绽放小星星 这是秦明送给他的礼物 他并不在意盔甲的防御力 他和那些痴迷舞蹈的舞者不同 在他看来 提升舞蹈最大的意义 是可以帮助秦明 他没有踏上舞蹈巅峰的想法 但希望能够和秦明站在一起 面前的盔甲 能够增强他的实力 但他更看重的 不是增强的舞蹈实力 而是秦明 秦明送他的礼物 他一定要好好地保存 这里秦明担心他安危 才特意亲手为他锻造的盔甲 意义更加不同 秦熙轩双手捧过盔甲 摸了又摸 喜欢得不得了 看着秦熙轩喜欢 秦明也很高兴 不过 盔甲最大的用处 是保护秦熙轩 而不是给他看的 秦明见秦熙轩一点 也没有穿戴盔甲的意思 于是道 熙轩 这件盔甲虽然很漂亮 但他最大的用处 便是保护你 不要因为他漂亮 就舍不得穿他 以轻金的硬度 寻常的刀剑 不可能损伤他 你就放心大胆地穿着吧 好 秦熙轩重重地点头 转过身去 见到秦熙轩要换衣服 秦明连忙转身 秦熙轩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秦熙轩只是一个孩子 秦明看待他的目光 也只是当成小孩 但现在的秦熙轩 已经长成了一位少女 而且是一位和慕容女帝 一样美丽的少女 很快秦熙轩就穿好了盔甲 他从空间戒指中拿出镜子 仔细地打量 觉得自己非常的漂亮 他转过身来 高兴道 哥哥 你看我漂亮吗 秦明告诫道 青金盔甲 并不是好看用的 而是为了防御 在战斗中有一件保命的盔甲 非常重要 你不能因为它好看 或者不好看 就把它脱了 一定要随时都穿着 秦明知道 不管是秦熙轩 还是虚盈 都带了不少好看的衣服 他们经常换 特别是虚盈 几乎每天都不重样 若是不嘱咐秦熙轩 他可能会穿一段时间 青金盔甲 嫌弃他不好看 选择随意地丢在空间戒指中 在舞者看来 盔甲和兵器都非常的重要 但在女人眼里 可能并不是这样 而是只讲究外貌 嗯 我一定一直穿着 秦熙轩重重地点头 心里甜丝丝的 虽然秦明嘴上这么说 但实际上 他在锻造青金盔甲的时候 尽量把盔甲做得好看 其实 不管盔甲是美 还是丑 只要是秦明帮他锻造的 他都不会嫌弃 而且 青金盔甲是内甲 只有少部分露出来而已 你活动一下 看似乎有影响 秦明道 秦熙轩点头 蹦蹦跳跳活动了一番 高兴道 我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一点也没有影响 那就好 秦明满意地点头 自己也是把青金盔甲穿好了 这次来独魔家族收获不错 不但从仓库中 得到了大量的青魂骨 还得到了两件青金盔甲 只是可惜 面前的青金大门 虽然还有很多青金金属 但奈何不成形状 不可能再制作出一件盔甲了 幽火能够把青金融化成水 但无法让他再重新凝固 幽火很降 强得有些过分 秦明并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 就比如现在 他只想幽火发挥出一成的威力 只要融化青金就行 不要彻底地把它融成水 但他做不到 只要使用幽火 就必然是幽火最降的状态 既然面前的青金 对他已经没用了 秦明自然不可能给独魔家族留着 哪怕已经融出了一个可以通过的大洞 秦明选择继续融化剩下的青金 直到所有的青金都化为水了位置 小心地进入房间 秦明目光扫过整个房间 立马兴奋了起来 好多原职 看着里面的陈列 秦熙轩忍不住惊呼道 这里堆满了已经处理好的原职 而且是透明浴制箱子装着 这是清觉 这种浴器非常的珍贵 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职的药性 若是保存得好 可以延长三倍的时间 如此之多的清觉 独魔家族还真是财大气粗 秦熙轩感叹道 在他的记忆之中 陷过大量的清觉 只是使用这种玉器的势力 都是非常强大 很古老的势力 没有想到 独魔家族也大量地使用这种玉器 秦明的目光也是被清觉吸引了 作为一位炼丹师 他自然是了解这种清觉 在金玄弥猴族就有这样的玉器 只是数量非常的少 装着成品丹药 只有三个玉瓶 在他成为金玄弥猴族的组长之后 有一个清觉玉瓶 被上一任组长送给了他 现在还在空间戒指中放着 三个清觉制作的玉瓶 是金玄弥猴族的宝物 其他三个上古种族 都没有这种清觉 可想而知 这种清觉有多珍贵 至尊世界并不出产这种玉器 只有在至尊界中 才能够找到少量 甚至金玄弥猴族自己都不知道 这三件清觉制作的玉瓶 是哪来的 只知道是上古时流传下来 一直被族人当作宝物珍藏着 若是秦明 打算把族长之位传给其他人 那魔这个玉瓶也会被传下去 真是奢侈 我们金玄弥猴族 拿清觉玉器装丹药 而独魔家族 直接用这种玉器装原质 虽然这些原质都是神兽级品质 但我觉得也很不值得 秦明看着面前大量的清觉玉香道 哥哥 我觉得独魔家族用这些清觉玉器装原质很合理 秦昔轩笑着道 独魔家族可没有像哥哥这样强大的炼丹师 他们要炼制神兽级极品丹药 需要花几年的时间 我想 若是独魔家族炼制出了神兽级极品丹药 肯定也用来清觉玉瓶来装 只是他们的丹道实力有限 能够炼制神兽级极品丹药的炼丹师并不多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丹药 有资格用到清觉玉器 普通的丹药用清觉玉器装着 还不如给珍贵的神兽级元质腾出位置 秦明点了点头 觉得秦希轩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这也是因为独魔家族清觉玉器的数量太多了 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浪费 不管独魔家族怎么看待这些清觉玉器 现在这些都是我的了 秦明笑着开始往空间戒指内收原职 以及装原职用的清觉玉器 清觉玉器的价值比原职的价值要高 但清觉玉器更多是一个势力的底蕴 而这些原职能够直接提升舞者的实力 所以虽然清觉玉器的价值比原职更高 但秦明更看重的是这些原职 只要人类舞者都舞到实力强 把整个独魔家族灭了 纳魔不管独魔家族有多少好东西 都将属于人类 这里的原职数量真多 秦明一边收着原职一边感叹道 因为清觉玉器透明 所以秦明能够直接看到装在里面的原职 这里的原职很少有圣兽级的 绝大部分都是神兽级 就算是圣兽级的原职 也是那种种植条件非常苛刻 很稀少的原职 能够被存放在这里的原职 都不普通 大部分秦明都不认识 但能够看出原职的不凡 独魔家族在至尊界待了无数年 不知道在至尊界中搜刮了多少资源 这点原职不算什么 这还只是一个世界而已 独魔家族占据的势力可不少 秦熙轩双眼中有期待 月轩世界的独魔秘境中 就有四个仓库 面前的仓库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仓库内的物资非常的丰富 其他三个仓库肯定也不会太差 说不定宝物比这里还多 不错 独魔家族拥有的资源数量非常之多 秦明点头 这也是他很头疼的一件事 人类势力和独魔家族 在资源方面比起来差了很远 舞者修炼 比拼的并不是舞蹈天赋 而是修炼资源 一个舞蹈天赋只是一般的舞者 有大量的资源支持 一个舞蹈天赋很优秀 但没有修炼资源 纳魔 舞蹈天赋一般的舞者 可能能够突破到神兽境 而那个舞蹈天赋很优秀的舞者 舞蹈境界突破到圣兽境 都非常的困难 就算舞蹈境界突破到了圣兽境 也会因为修炼的时间过长 身体的潜力用尽 从此止步于圣兽境 比起天赋 他更看重修炼资源 至尊世界的人类舞者纳魔多 并非所有的人类舞者 舞蹈天赋都很差 魏师魔他们的舞蹈实力 比不过独魔家族 而且差了非常之远 最大的原因不是舞蹈天赋 而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他现在得到了这些原职 而独魔家族少了这些 一进一出 独魔家族和人类势力之间的实力差距 缩小了一点 这些原职我要用在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身上 要把他们培养起来 一起对抗月轩世界的独魔家族 秦明双眼放光地 看着面前的原职 秦熙轩也是肯定的点头 我在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眼中 能够看出 他们对独魔家族的恨意 他们的皮肤都很白 吃得也很不好 这些都是独魔家族害的 为了躲避独魔家族的追杀 他们只能够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 活得实在是太辛苦了 在灭魔村的时候 那些村民为了招待他 拿出了最丰盛的食物 只是那些食物都很难以下眼 他和虚荫看那些村民可怜 从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大量的精美的食物 村民们吃的狼吞虎咽 他们从来没有吃过 这馍美味的食物 甚至很多小孩吃着吃着哭了 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生活得很惨 这都是因为独魔家族的原因 独魔家族占领了他们生活的世界 让他们如同老鼠一般活着 可想而知 他们是多么的恨独魔家族 只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有限 和独魔家族硬碰硬 只是在找死 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他们的武道天赋 真的很不错 而且非常努力地修炼 一旦他们得到这些修炼资源 他们的武道实力 一定飞速地提升 秦熙宣仿佛已经看到了 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实力提升之后 集合在一起 对月轩世界的独魔家族 发起猛烈攻击 秦明叹息了一口气 摇头道 他们生活得很惨 还有比他们更凄惨的世界 听说还有一些世界 里面生活的人类舞者 完全是被独魔家族奴役着 他们没有半点自由 被囚禁着 繁衍下一代 想来那些用来献祭的 普通人类 他们就是 这般生活着 秦明现在 都还清晰地记得 那些人类舞者的眼神 那次他躲在暗处 看到独魔们 拉着大约一百个人类 来到了一处青魂谷面前 一个一个排着队杀了 那些人类舞者的眼睛 没有恐惧 只有麻木 那是一种如此死灰一般的眼神 秦明一辈子都记得 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没有这种眼神 若是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被俘虏 在明知道自己会被杀的情况下 秦明猜测 他们多半选择和独魔硬拼 哪怕被独魔杀死 只要在独魔身上 留下任何的痕迹 都是值得的 月轩世界有很多勇士 有一些人 表面上只是普通人 仿佛没有和独魔硬拼的勇气 但秦明在他们的眼神中 看到了对独魔的刻骨仇恨 这也是未识魔 他们在听说自己等人杀了不少独魔后 对他们十二分的尊敬 并且毫不犹豫地把他们迎进村里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类舞者 很少会出现懦夫 也因此 秦明非常看好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这一次 秦明也是为了试验一番 看看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如何 若是真如他所想的那样 这些人类舞者旱不畏死 纳摩不管他们的舞蹈天赋有多差 秦明都打算培养大量的月轩世界人类舞者 用来对付独魔家族 这样一来 至尊世界的人类舞者在一旁辅助 而月轩世界才是进攻独魔家族的主力 除了月轩世界之外 还有不少像月轩世界一样的世界 若他们真的可堪大用 秦明为他们解放世界 让他们为自己而战 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原职 他们的舞蹈实力 甚至比至尊世界的人类舞者都要差 而且差很多 只有大量的原职 炼制出大量的丹药 才能够弥补其中的差距 本来傅一时一直在修炼 也因为这个计划 傅一时停止了修炼 开始大量地用至尊器炼制丹药 原职很多 秦明没有办法一株株数 但他大约估算了一下 大概有十万株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神兽级原职 而且是神兽级中非常珍贵的种类 得到了这些原职 他能够炼制各种丹药 收完原职 秦明皱了皱眉 有些不对劲 这些原职应该不常用的 虽然珍贵 但并没有炼制物道丹和疗伤丹药的原职 他能够看出来 这些原职主要体现在稀少上 但常用的原职却很少 不管是人类舞者还是毒魔 常用的原职一定是物道丹和疗伤丹药 特别是神兽禁舞者 没有物道丹根本不能修炼 在真龙禁时 舞者不使用丹药 只使用黑石修炼 虽然修炼的速度会慢不少 但依然能够修炼 但到了神兽禁 不使用物道丹 那么修炼的速度能够让人崩溃 秦明看向周围 这里的东西已经全部被他收了 四面都是墙壁 也没有发现有暗门 会不会在那个房间内 秦熙轩猜测说道 在这里房间旁边还有一个门 用的是神兽级隔绝阵法 他闻到了 里面有大量黑石的气息 也隐隐闻到了原职的气息 对黑石的气味他特别的熟悉 哪怕隔得非常远 有阵法隔绝了气息 他也能够嗅到 但原职就不同了 只有变得很近的时候 他才能够嗅到 有可能 秦明点头 和秦熙轩一起离开了这个房间 他们两人来到神兽级隔绝阵法之前 秦明看着阵法说道 我用幽火破了这个阵法 会不会被毒魔察觉 秦熙轩摇头 不会 这里的空气几乎没有能量 物者在这里长期的生活 需要消耗大量的黑石 再加上这里有大量的布置 我觉得有毒魔手在里面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且既然出了一个奇音 那魔很可能出现第二个 甚至是第三个 毒魔家族的人估计也怕有人坚守自导 闻言 秦明点了点头 当然 秦熙轩这些都只是猜测 毒魔家族真的在这里布置了防守 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只是就如秦熙轩所言 这里的防御可谓是固若金汤 外人想要进来几乎不可能 真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再布置防守了 而且 在奇音给的预见中 也没有重点的标注 里面应该 没有毒魔 奇音给的预见中 除了指出了迷宫如何行走之外 还记录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比如 在仓库前有毒魔防守 也是有清晰的记载 奇音的五到十里达到了爵士 而且是爵士中顶尖的存在 他的身份地位很高 这里的布置他应该都知道 秦明没有犹豫 召唤出了幽火 慢慢地接近隔绝阵法 秦熙轩目不转睛地看着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秦明用幽火破阵法 但每一次看 他都觉得不可思议 阵法是隔绝火焰的 若是用火 就能够破了阵法 那么 防御阵法 还有什么意义 领悟火之大道的武者数量不少 而且除了火之大道之外 还可能在阵法外面点燃火焰 但没有用处 火焰对阵法一点用也没有 秦明的幽火却不同 轻轻松松地就能够破了阵法 果然如之前一样 幽火在碰到阵法后很短时间 阵法就直接被烧出了一个窟窿 而后整座阵法砰的一声 破了 阵法破了后 秦明和秦熙轩满脸警惕地看着里面 之前的两个门都不是用阵法 所以可以在门上的痕迹看出来 门没有被经常地使用 但面前是阵法 他们并不知道 有没有毒魔 经常在这里进出 比起门 阵法的进出更方便一些 只需要一块特定的令牌 就能够无视阵法了 秦明和秦熙轩的担心是多余的 里面并没有毒魔 不过从里面的各种痕迹可以看出来 这里经常被毒魔使用 看着面前的痕迹 秦熙轩一拍脑袋 道 我想起来了 在你杀死的那位绝世毒魔空间戒指中 有几块青色的令牌 我当时查看的时候 并没有多想 现在你把阵法破了 我想起来 那应该就是穿行面前阵法的令牌 说着 秦熙轩从自己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块青色令牌 秦明杀死那些毒魔之后 把战利品都给了他 让他来整理 对于秦明而言 看不上毒魔那点东西 而他对什么都好奇 特别是这种未知的空间戒指 给他一种很新奇的感觉 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打开后发现有宝物 是最让人高兴的 所以 一般秦明杀死敌人后 战利品都是由他来处理的 当时看到 那几块令牌 他看出来是阵法的通行令牌 但也没有多想 现在终于记起来了 不过秦明已经把阵法破了 这些令牌 也没有了用处 没事 但是用令牌并不比用优火快多少 秦明摆了摆手道 反正面前的阵法 又不是他的 留下反而是便宜了毒魔家族 破了阵法后 阵法的阵机都会坏了 回收也没有了价值 他若是用令牌进来 毒魔家族发现 这里被盗后 肯定会关闭阵法 把阵机的材料都回收了 秦明一点阵法材料 也不想留给毒魔家族 看到里面没有毒魔 秦明带着秦熙轩走了进去 哇 好多黑石 而且都是九品黑石 秦熙轩看着前方大量镶嵌在石头上的黑石 惊呼出声 确实好多黑石 秦明也是感叹道 只见在他的前方 放置着大量的黑石 所有的黑石都达到了九品 而且不少是非常纯净的九品黑石 黑石最高品级只有九品 但九品黑石中的能量 也是有多有少的 一般从矿卖中开采的九品黑石 品级都非常的普通 而这种纯净的九品黑石 往往是在矿卖最中心 里面蕴含的能量非常多 一般交易不会用到九品黑石 九品黑石也不会被当作修炼资源 九品黑石常常和疗伤丹药一样 用作战略资源 武者之间的战斗 有时候结束得很快 但有的时候 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大 战斗的时间非常长 双方大到能量都是用尽 而这个时候 谁恢复得快 就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九品黑石能够快速地帮助武者恢复 比八品黑石的效果好非常之多 而且它也非常需要九品黑石 我血脉想要突破到至尊级 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且五到十力突破到半步至尊 肯定也需要大量能量 我正愁没有足够的能量 独魔家族就为我送来了 秦明很是高兴 它空间戒指中有不少黑石 但那些黑石也就短时间内足够它和秦夕宣用 它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大量的黑石 月宣世界的人类武者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采黑石矿脉 他们要修炼需要大量的黑石 至尊世界比起至尊界来很是贫瘠 特别是九品黑石 至尊世界根本就不出产九品黑石 所以 只有一些实力非常强大的势力 才有少量的九品黑石 它第一次得到九品黑石的时候 非常珍惜它们 没有想到有一天 它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九品黑石 把这些黑石拿回去 不管是用来修炼 还是作为战略资源 都非常不错 这些都是我的 秦夕宣双眼放光 它拿起一块纯净的九品黑石 就开始吸收里面的能量 看到秦夕宣的动作 秦明这才明白 并不是秦夕宣吃了奇异果后 就不需要吃黑石了 只是他现在喜欢吃的黑石品级 达到了九品 而秦夕宣知道他九品黑石不多 九品黑石很珍贵 秦夕宣若是只吃九品黑石 他还真养不起 秦夕宣是至尊强者 和半不至尊的孩子 天资极其不凡 哪怕是不修炼 也能够轻松地把五道境界 修炼到神兽境 如此不凡的五道天赋 自然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 秦夕宣现在只吃九品黑石 也很正常 毕竟他五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神兽境后期 低品级的黑石 已经不足以 提供他所需要的庞大能量了 秦夕宣 这段时间苦了你 你怎么不早些和我说呢 秦明摸了摸秦夕宣的头 轻声地说道 就算他空间戒指中 没有足够的九品黑石 他也能够炼制大量的丹药 尽量地多换一些九品黑石 也会让舞者们 在至尊界内 大肆地搜刮黑石 或者干脆用丹药 向虚空兽卒换九品黑石 绝对不会 让秦夕宣默吃的 秦夕宣笑着摇头 哥哥 我只是嘴馋而已 吃九品黑石 和五道境界修炼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嘴馋 就服用大量的九品黑石 实在是有些浪费 文言 秦明开始收拾这些九品黑石 道 吃大量九品黑石 绝对不会浪费 这些能量浸入了你的身体 肯定是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你五道境界要快速地突破 不能只服用奇异果 也需要大量的九品黑石 这里的九品黑石都给你 不够了再像我要 别的东西我可能没有 但九品黑石多的是 说着他把收拾好的九品黑石 全部都放在了秦夕宣的面前 这些都是非常纯净的九品黑石 里面蕴含大量的能量 以前秦明担心秦夕宣吃太多的黑石 身体会受不了 因为除了秦夕宣之外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舞者 或者奶头原职这样使用黑石 但在知道秦夕宣是至尊强者的孩子之后 他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 秦夕宣天生就和别人不同 那么他成长的方式自然也和其他人不同 秦夕宣是人类舞者 也是虚空兽 他体内的血脉两者都蕴含 而且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他的血脉非常的特殊 秦明对血脉的研究不多 只能够感觉到这种血脉的特殊性 但到底血脉有多强 特殊在哪里 秦明看不出来 不过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虚盈和秦夕宣不同 虚盈在战斗的时候 会一直保存着虚空兽的形态 似乎虚空兽的形态 才能够发挥出他的全部实力 而秦夕宣不同 最开始的时候 他习惯用虚空兽的形态来战斗 后来可能是适应了人类的形态 也习惯用人类形态来战斗了 虚盈无法适应人类形态 而秦夕宣却可以 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 秦夕宣和其他人类舞者不同 也和虚空兽不同 所以秦明对待秦夕宣非常的特别 他想要什么 秦明就给他什么 只要对他自己好就行 好 秦夕宣很高兴地接过秦明递来的黑石 放入了自己怀中 秦明把这里最好的黑石给他了 说明在他心里 把自己放得很重 没有想到独魔家族这样储存黑石 看来人类和独魔家族的差距 不止在舞蹈实力上 连丹药和阵法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秦明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石头 这些石头都非常的普通 就是那种路边的石头 但在这些石头上 有着一个个人工开出来的小洞 每一个洞都刚好可以镶嵌一颗黑石 什么东西都抵不过时间的腐蚀 不管是兵器还是原池 以及黑石 只要时间够长 兵器会腐朽 原池的药性会完全流失 黑石中的能量也会慢慢消散 所以至尊世界中的那些势力 它们并不会开采太多的黑石出来 而是要用就从矿脉中开采 也只有在矿脉中 黑石的能量才不会流失 不但不会流失 而且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 金玄弥猴族有着大量的矿脉 也因为这些矿脉的存在 金玄弥猴族的城池才会能量非常浓郁 金玄弥猴族中并没有大量的黑石 之前三个上古种族威逼金玄弥猴族 正是因为没有足够黑石的原因 阵法才没有坚持多久 就算知道可能会发生战争 金玄弥猴族雇佣了大量的人类武者 开采矿脉 也没有开采出来多少黑石 若是金玄弥猴族有办法储存黑石 不至于在战争快要开始的时候 急急忙忙地开始开采矿脉 至尊世界保存黑石的唯一办法 就是把黑石储存在矿脉中 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而独魔家族不同 面前独魔们保存黑石的方法 就能够永久地保存黑石中的能量 而且这种保护方法 黑石中的能量会越来越多 秦明想要学会这种保存黑石的方法 但看了很久 也是满头的雾水 这似乎由阵法构成的 但又和寻常的阵法不同 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花纹 不知道那些花纹是做什么用 他只能够看出来 这些花纹能够引导能量转动 比起这些黑石来 秦明更看重独魔家族保存黑石的方法 黑石总有一天会用完 但保存黑石的方法 只要学会了 就能够永远地使用 能够极大程度地方便舞者们 只是这种保存黑石的方法 不是想学就能够学会的 必须有一定的阵法实力 哥哥 你是不是想学习这种保存黑石的方法 秦熙轩微笑道 他看到秦明这么关注面前这些石头 但是明白秦明在想什么 这些石头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些石头只是起到一个媒介作用 最关键的是 明刻在上面的花纹 我确实想学习 学会了这些 我就能够交给金玄弥猴族的族人们 让他们也这样保存黑石 而且 面前阵法似乎能够让黑石中的能量越来越多 这种保存黑石的方法 对人类至关重要 秦明满脸严肃道 秦明觉得 这次来独魔家族 最大收获不是青金盔甲 而是面前保存黑石的方法 这种方法 一旦被人类舞者们学会 纳魔那些势力 就不用死守着黑石矿脉了 完全可以把黑石全部开采出来 本章完 单舞双绝 第7361-738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独魔家族和人类之间的战争 肯定会来得非常汹涌 不可能有时间让舞者们慢慢地开采黑石 提前把黑石开采出来 非常的重要 这个阵法我会 秦熙轩微笑道 你会 秦明有些意外 你学过这个阵法吗 没有 秦熙轩摇头 自豪道 虽然没有学过 但阵法的原理都相同 我只要看一眼 就知道该怎么布置了 这传承也太将了 秦明忍不住感叹道 秦明以为 秦熙轩只是传承了阵法相关的知识 但事实似乎并不是如此 秦熙轩传承的 不仅仅只是知识而已 就连阵法相关的经验也传承了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就像他可以教导其他炼丹师炼丹 但想要把自己毕生的炼丹经验教会别人 根本就不可能 他一次次炼丹 对原职和丹药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这种熟悉不仅仅只是记忆 就算得到了他的记忆 没有亲自炼制过大量丹药 一样不可能有他的丹道实力 若是经验可以直接传承 那魔炼丹师的地位 就不会如此之高了 就会有大量的炼丹师 能够炼制出神兽级极品丹药 毕竟至尊世界这么大 历史如此之悠久 谁的祖上都有可能 出现过丹道实力非常强大的炼丹师 记忆和经验都能传承下来 那魔谁都是强大的炼丹师 可不管是记忆 还是经验都没有办法传承 秦熙轩传承了父母的记忆 秦明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 这是至尊强者能力过人 才能够花费大量的代价 为秦熙轩铺平了道路 却没有想到 虚空兽族的至尊 比他想象的还要降 连布阵的经验都传承下来了 当然 应该不是所有的经验都传承下来了 不然现在秦熙轩就是一位 至尊极阵法师了 而不仅仅只是神兽极阵法师 虽然秦熙轩的神兽极阵法师中 绝对属于非常将的级别 但也没有超过神兽级 达到至尊级 当然 我父亲是至尊强者 母亲是半步至尊 他们的传承当然很好 秦熙轩歪着头骄傲道 虽然从小没有父母 但他一点也不自卑 反而为自己父母骄傲 秦明脸上带着笑容 秦熙轩的父母看到他这副模样 知道自己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 他们一定也会非常的高兴 秦熙轩想了想 说道 除了这个阵法之外 我脑海中 还有一种更好保存黑石的阵法 不需要这些石头做煤件 花费的消耗更少 也更节省地方 他觉得面前的阵法有些粗糙 用的材料很多 布置出来的效果还不是很好 比他脑海中的一种阵法 要差了很多 秦明若是想布置这种阵法 还不如他另外帮秦明布置一个 有更好的阵法 秦明有些意外 满脸的惊喜 看到秦熙轩点头 秦明喜出望外 既然有更好的阵法 纳摩不需要学习独魔家族的方法了 回去让秦熙轩帮忙布置就行 熙轩 我们把这里的黑石都收了 秦明道 秦明闻到了大量原池的气息 这些原池就在后面 只是刚刚进来时 他们的目光 全部被这堆积如山的黑石所吸引了 所以才暂时没有管后面的那些原池 秦熙轩收黑石的速度很快 面前三个如山一般堆积的黑石堆 被他们几个钟的时间便收拾了 一共20万颗9品黑石 秦熙轩高兴道 他对黑石很感兴趣 边收拾这些黑石 边竖着 因为不需要顾忌 会不会损坏了这里 所以 他收拾这些黑石的时候 非常的粗鲁 直接便是用长剑把石头给劈成了两半 而后用神石 把黑石收入到空间戒指中就行了 他们现在把黑石收拾完 面前的这些石头 也被他们破坏得不成模样 石头上明刻的阵法 也是被他们彻底地破坏了 就算再强大的阵法师 也不可能把他们拼接在一起 也因为这样毫无顾忌的破坏 他们才能够收拾得这么快 应该不止20万颗 只是超出的数量不多 他没有太在意了 1万颗9品黑石都够他吃很久了 何况20万颗 秦熙轩觉得 他的武道实力就算超越绝世 可能也用不了20万颗9品黑石 20万颗9品黑石啊 秦明感叹道 金玄弥猴族连1万9品黑石都拿不出来 而独魔家族只是其中一个大本营 而且还只是一个仓库 就存放了20万9品黑石 独魔家族和至尊世界人类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若是没有四位至尊保护 至尊世界肯定早就被独魔家族占领了 一直以来 秦明都已为四位至尊失踪了 后来听虚空兽族的至尊强者 在幻境中告诉他 他这才明白 原来四位至尊一直都在 只是他们是世界之心所化 所以保护着至尊世界 也难怪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实力如此强大 却一直没有破掉四位至尊布置在至尊世界的阵法 原来不是他们做不到 而是因为掌控这些阵法的至尊们 一直在至尊世界内 或许也只有在至尊世界内部 才能够使用规则级的力量打破阵法 而且就算打破了阵法 独魔家族也不敢大肆地进攻至尊世界 一旦他们做得太过 四位至尊一定会出手 哪怕他们已经化为了至尊世界的世界之心 也会消灭所有独魔 能够打败至尊强者的 只有至尊强者 若我是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肯定不会傻乎乎地进攻至尊世界 而是努力地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到至尊境 秦明心中想到 他浑身一震 他突然间明白了 为什么半部至尊们会去复活独魔至尊 而不是选择全力攻击至尊世界了 就算进攻至尊世界又能怎样 至尊世界不是其他世界能够比拟的 他有世界之心保护 除非有五道境界达到至尊的强者出手 不然就算攻占了至尊世界 只要世界之心出手 那些独魔就得马上离开 秦明也突然间明白过来 为什么很少有独魔进入至尊世界了 除了是因为四个上古种族 以及四个至尊家族守护之外 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世界之心的保护 虽然秦明不知道 世界之心应该是世界的意志 应该是没有生命才对 怎么能够成为至尊 但有一点秦明很清楚 至尊世界非常的特殊 它和其他世界完全不同 也因为至尊世界特殊 所以世界之心能够主动出手也很正常 或许最特殊的是至尊界的世界之心 竟然能够帮助至尊尽强者 领悟规则之力 秦明摇头 他对世界之心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现在唯一知道的是 似乎世界越大越强 那么世界之心就越好 只是不知道 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在哪里 秦明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秦熙轩应该一连吸收了十颗九品黑石 他吸收了十颗九品黑石之后 眼中没有了对面前黑石的渴望 把空间戒指放到了秦明的手中 哥哥 这些黑石给你保管 他知道秦明很需要黑石 所以把所有的黑石都给了秦明 秦明想了想 从二十万黑石中拿出了一万颗 递给秦熙轩道 这些黑石你留着 吃完了我再给你 以我现在的五到十例 得到九品黑石应该不难 而且 在这里还有四个独魔的仓库 说不定其他仓库中也存放了大量的九品黑石 嗯 秦熙轩乖巧地接过了黑石 秦明往前看去 看到了很多的原植 这些原植并没有用清爵装着 而是处理好之后 直接用浴架放着 从浴架上的痕迹就能够看出来 这些原植应该经常被毒魔们拿去 和他猜想的一样 面前的这个仓库 应该经常被毒魔们使用 面前的这些原植种类很少 大多数都是带有疗伤效果的原植 以及大量炼丹误道丹的原植 这些原植都是一些常用的原植 似乎毒魔家族 有专门培育这些原植 数量非常之多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秦明估计 这里应该有超过百万诸神兽集原植 秦明自然没有 和毒魔们客气 把这些原植 都收入了脑海空间中 秦明并不太相信空间戒指 他更相信自己的脑海空间 毕竟空间戒指可能会掉 也可能会被其他舞者抢夺 而脑海空间不同 其他舞者永远也不可能 抢走里面的东西 而且比起空间戒指 脑海空间要大得多 而且随着他的武道实力提升 脑海空间越来越大 之前的那些黑石 以及面前的原植 秦明都打算放置在脑海空间之中 面前的御驾秦明 也不打算放过 全部都给直接收走 好在秦明的神识足够强 这才能够轻松地 收走面前的百万株原植 不然还真得休息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把它们都收完了 有了这些原植 我就能够炼制出大量的丹药 给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服用 快速地提升他们的舞蹈实力 有了这些原植做底气 看到负一时 正在盗弄到原植 秦明更有信心 对付月轩世界的独魔家族了 他有负一时 又有至尊气和忧火 再加上他自己创造的炼丹方法 他一个人 就能够抵得上几百个最顶尖的炼丹师 之前得到的那些原植 虽然种类很多 但大多都不是他想要的 那些原植 可以在他研究新丹药时 作为试验品 也能够让他了解更多原植的药性 进一步提升丹道实力 而这百万株普通的原植 才是他真正需要的 有了这些原植 他狠长一段时间 不会缺少丹药了 就在秦明高兴的时候 负一时在整理原植时 无意间发现 少了大量的黑石 他把十九万颗九品黑石堆积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小山 可这个小山 现在矮了很多 甚至在 秦明负一时的注视下 小山在进一步地缩小 看到这一幕 秦明吓了一跳 连忙让负一时查看 这可是十九万颗九品黑石 不是九颗 以前他一颗九品黑石 都舍不得用 留在和别人战斗的时候使用 现在五到十力虽然降了 得到的九品黑石也多 但需要用到黑石的地方也多 特别是在月轩世界 这里没有金玄弥猴族坐后盾 想要提升月轩世界 人类舞者的实力 就只能他自己想办法 这些九品黑石 就更显得重要了 他可不希望 在月轩世界 和独魔家族战斗的时候 突然黑石没有了 阵法停止运转 被独魔攻击 只有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让月轩世界的人类 舞者安心 也只有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快速地提升 月轩世界的人类 舞者五到十力 还有 需要大量的黑石 它的血脉 才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它的五到十力 才能够提升到半步至尊 这些都需要黑石 哪怕再多黑石 秦明都觉得不够 所以 十九万黑石虽然多 但也不够他用 现在大量的黑石不见了 让他心急如焚 这个脑海空间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些黑石到哪里去了 秦明神识扫过黑石小山 发现了偷的黑石的老鼠们 只见一些白色的影子 飞到了九品黑石之上 而后毫不犹豫地钻入了其中 没过一会儿 白影就从黑石中飞出来了 而九品黑石 暗淡了不少 随着越来越多的白影 飞入到这颗黑石之中 这颗九品黑石化成了灰 里面的能量 已经被全部吸收了 你们这些老鼠 秦明大怒 用神识压迫这些白影 感应到秦明怒火 那些白影连忙停了下来 它们惊恐地跪了下来 不停地磕头 秦明这才发现 这些白影已经变成了人形 只是它们没有身体 只是很简单能量体 甚至在它的神识压迫之下 这些能量体都开始变得虚幻 这是 秦明皱起眉头 仔细地打量着 那些已经变成人形的白影 以及那些还没有变成人形 正打算进入黑石中 被它阻止的白影 这些白影 应该是它把青魂骨收进来 青魂骨上的那些怨气所化 只是它不明白 这些怨气 魏石魔要吸收它九品黑石中的能量 魏石魔会变成了这副模样 不管怎样 它的九品 黑石少了很多 秦明看向堆积的九品黑石 已经少了一大半 本来有十九万多的九品黑石 现在连九万都没有了 这些黑石它有大用 怎么能够给这些白影浪费了呢 不过秦明很好奇 他们魏石魔要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他最开始见到怨气的时候 是在幻天身上 为此他还专门查了怨气的来源 看了很多关于怨气的书籍 谁也不知道怨气从何而来 但只要杀死拥有灵质的生灵 就有可能被怨气缠身 而人类舞者死亡之后 最容易产生怨气 这些怨气是大量人类舞者 被献祭给了青魂骨 里面蕴含大量怨气很正常 甚至青魂骨似乎有封锁怨气的能力 里面的怨气不容散去 怨气只是一种能量 一旦被怨气缠身 舞者情绪会剧烈地波动 甚至被怨气完全地控制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怨气还能够变成白色 能够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怨气本身就只是一种能量 怎么能量还能够吸收能量呢 秦明仔细地观察这些怨气 发现他们和普通的怨气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脑海空间之外的那些怨气 只是一眼 就 给人一种邪恶的感觉 多看几眼 让人心里发寒 能够很清晰地感应到 怨气中的怨恨与不甘 让人忍不住悲伤 而面前变成白色的怨气却不同 秦明在他们身上感觉不到威胁 也感觉不到邪恶 仿佛人畜无害 只是最纯粹的能量 他的心境已经达到了至尊境 哪怕受到怨气的影响 被拉入到幻境中 也能够很快脱离出来 但就算心境达到了至尊境 他也不敢一直在充满怨气的地方生活 长时间在充满怨气的地方生活 容易受到怨气的影响 心绪不宁都是轻的 严 众可能会心绪狂暴 变得试杀 甚至是六亲不认 所以 在怨气待在他脑海空间时 他还有些担心 自己被这些怨气影响 还想过如何把他们驱离 但现在认真观察 发现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忌 面前的这些白影并不会影响他 甚至能够在他们身上感应到恭敬 算了 看到这些白色人影 不停地给他磕头 勤明摇头 原谅了他们 黑石已经被他们吸收了 也不可能再从他们体内 把能量给吸出来 他们也可怜 都是被毒魔献祭给了青魂骨的可怜人 死了能够消 出身上的怨气 已经很幸运了 一点黑石被他们吸收了 也就吸收了 勤明发现他们虽然没食魔用处 但对他的情绪感知很灵敏 他说算了 选择了原谅 他们便是不停地磕头 就在勤明以为自己亏了那些黑石的时候 却见到一丝丝光芒 从这些已经化为白色人影的身上透了出来 飘到了他的身上 勤明第一反应是躲开这些光芒 但第二反应却是感觉 这些光芒对他没有害处 不但没有害处 反而是能够得到大量好处 这些感觉不知道从何而来 但他相信自己的感知 这也是因为勤明自信 面前的这些白色人影 没有能力对他造成伤害 既然他不担心这些白色人影伤他 又感觉到接触这些光芒 对自己有好处 勤明便是站在原地磨洞 在光芒触碰到他的瞬间 勤明就感觉到 自己和这些人影有了联系 仿佛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 忠诚 这些白色人影在向他表忠心 他们在跪拜时 嘴里一直念叨着 神 神 神 秦明摸了摸头 他能够感觉到 这些白色人影 把他当成了无所不能的神 也能够感觉到 这些白色人影 绝对地忠诚于他 只要他下命令 不管什么命令 他们都会无条件地执行 哪怕是死 也在所不惜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 就如他们所言 自己就是他们的神 面前有两种白色身影 一种是 吸收了九品黑石的 一种还没有来得及 吸收九品黑石能量 吸收了九品黑石的白色身影 化成了人类模样 而没有吸收九品黑石的白色影子 就知识一团能量 但不管是否吸收了九品黑石 他们对他都非常的恭敬 知识没有吸收九品黑石的白色影子 他们的情绪 没有办法被他感应到 秦明试探着 命令其中一个已经化成人影的怨气道 给我去种一株原植 秦明虽然是说出来的 但他感觉自己的意思已经被人影听懂了 听懂的不是他的语言 仿佛直接和他的灵魂在对话 得到命令 这位白色人影站了起来 他 走到一处 熟练地开始种植原植 在这个空间中 有着大量的原植种子 秦明指引他 找到了一株神兽极原植的种子 他就开始种植了 很奇怪 秦明感觉 对方不是第一次种原植 因为太熟练了 难道 秦明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再次命令 另外十个跪在地上的人影 同样地让他们也种植原植 却发现有两个人影 能够熟练地种植原植 而其他人却是磕磕绊绊 做得非常不好 甚至是把他的原植种子 都弄坏了几颗 秦明并不在意 这些原植种子 但在意的是 这些人影 继续 秦明眼睛眯了起来 对这几个 不会种植原植的人影 非常有兴趣 命令他们继续种植原植 虽然种植原植失败了 但他们没有气馁 学着之前的那几个人影 继续开始种植原植 秦明发现 他们这一次做得比之前要好 虽然没有成功种植 最少没有再把原植种子糟蹋了 他们中有人会种植原植 有人肯定会做其他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学习 而且 学习能够不差 秦明双眼放光 他看向这些人影的目光 如同看到了西式珍宝 秦明猜测 他们应该是带着生前的能力 若是他猜得没错 这些会种植原植的人影 活着的时候 应该就会种植原植 也只有这样 才可能他只要命令对方种植原植 就能够种得很好 而那些不会种植原植的人影 活着的时候 应该就不会种植原植 这也是因为秦明自信 面前的这些白色人影 没有能力对他造成伤害 秦明最看重他们的 不是会种植原植 而是他们的学习能力 这个脑海空间 随着他五道境界提升 越来越大了 他一个人顾不过来 之所以没有在这里种植原植 是因为他忙不过来 负一时要炼制丹药 或者帮助他修炼 再一个 就负一时一个人种植原植 又能够种得了多少呢 完全无法把这片空间全部种满 他干脆什么都没有种 就让这些地空着 他的脑海空间 比任何地方都适合原植生存 哪怕不使用凌云能量 在这里生长的原植 成熟的速度 也是比别的地方生长的原植速度快 而且不需要阵法 在其他地方 哪怕是在独魔家族这个秘境之中 种植原植都需要布置阵法 布置阵法一是 为了锁住空气中的能量 让能量的浓度变高 让原植生长的速度变快 二是因为 每一种原植生长的环境都不同 为原植布置出特殊的环境 但在他的脑海空间中 种植原植则不同 除非是非常特殊的原植 不然不需要特意地 布置出特殊的环境 就算是特殊的原植 只需要使用少量的凌云能量 也能够让它们生长得很好 在这里种植原植 不需要布置阵法 因为这里是他的脑海空间 这里的能量不会外泄 他拥有的凌云能量不多了 不可能用凌云能量 来培育普通原植 不过没有关系 它可以在空间中 放置大量的黑石 再在这里布置一个 吸收黑石能量的阵法 只要阵法运转 就能够源源不断地 吸收黑石中的能量到空气中 这些原植 完全可以吸收 普通的能量生长 知识为了释放能量而已 不需要九品黑石 普通的黑石就行了 所以消耗并不大 在这里种植原植 不但成长得快 而且消耗也少 若不是实在太忙 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种植原植 他绝对不会浪费这些空地 现在不同了 有了这些白影帮忙 他不需要自己动手 只需要提供大量的黑石 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原植 秦明对这些人影重视了起来 开始研究它们 秦明试探地命令那些 没有吸收九品黑石 悬之是一个白色光团的怨气 却发现它们 根本没有办法命令它们 它们听不懂它的语言 也没有办法心灵相通 不像那些 吸收了九品黑石的人影 只需要一个念头 它们就知道 该做什么事了 没有吸收九品黑石的人影 它们并没有办法 听到我的命令 而且很有可能 就算它们 听到了我的命令 也没有办法为我做事 秦明试探地 用神识触碰那些人影 发现那些 吸收了九品黑石的白色白影 它们能够被触碰到 虽然也是能量 但身体软绵绵的 成了实体 而那些 没有吸收九品黑石的白色光团 它们还是如之前一样 没有办法被触碰到 就只是一个光团而已 只是一个光团 它们连原质种子 都接触不到 又怎么可能帮它做事呢 秦明最看重它们的 不是会种植原质 而是它们的学习能力 看来要让它们有用 必须要提供大量的黑石 只是不知道 是只有九品黑石有用 还是其他品级的黑石也可以 秦明想了想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些普通的黑石 这些黑石有五品 有六品 七品 八品 就是没有九品 把这些黑石 放入到脑海空间中 秦明看着它们的反应 它们只是贵主 秦明想了想 命令到 吸收这些黑石 说完这句话 秦明把自己的气势收了起来 没有了他的气势压迫 那些没有吸收九品黑石的光团们 它们立马就放松了下来 有 谢犹豫地朝着九品黑石而去 没有流露出 对这些低品级的黑石任何兴趣 保护这些九品黑石 没有我的命令 不允许任何东西接近它们 秦明对两个人引爆 得到了他的命令之后 这两个人引 笔直地站在了 那堆九品黑石前 那些光团似乎知道了 这两个人引 站在那里的目的 没有再继续上前了 就算知道无法得到九品黑石 它们也没有流露出 对其他品级的黑石丝毫兴趣 看来除了九品黑石之外 它们对其他品级的 黑石没有兴趣 也不能让它们化为人形 情 明星中暗道 九品黑石太珍贵了 用九品黑石换 这些光团化为人形 秦明有些舍不得 秦明目光 扫过底下的光团和人影 消耗了不止十万 最后化为人影的光团 只有大约五千 不过有些光团 已经开始凝食了 很明显 它们也吸收了一点九品黑石 只是因为能量不够 还没有办法完全地化为人影 想了想 秦明命令一个 没有任何凝食迹象的光团 让它开始吸收九品黑石 得到了它的命令 那两个站在黑石堆前的人影 走到了那个光团面前 提着它来到了黑石面前 看到这一幕 秦明脸上带着笑容 虽然那些光团听不懂它的命令 但没有关系 只要这些人影 能够碰到光团就行 在两个人影 把光团提到黑石面前时 其他光团 似乎也知道了秦明话里的意思 都是流露出了羡慕的情绪 在那里上下起伏飘着 而那个被提到九品黑石面前的光团 却是非常的激动 连忙开始吸收九品黑石的能量 只见它钻入到一块九品黑石里面 过了末一会儿 便是从里面钻了出来 身体也是凝实了一点 秦明没有阻止 就这么看着 那光 团出来之后 马上又钻入到另外一颗九品黑石中 秦明发现 这光团选择的九品黑石 是中期品质最好的九品黑石 难怪那些品质极高的纯净九品 黑石都没了 原来这些光团 更喜欢纯净的九品黑石 黑石内的能量越多 他们似乎就越喜欢 秦明面带微笑 也没有因为他们 吸收了大半的九品黑石 而太过生气 很快 这光团就吸收了足够的九品黑石 在吸收第九块黑石之后 它从里面出来时 就开始化为人形了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是完全地化为了人形 化为人形的瞬间 便是朝着它跪了下来 表露出了忠诚的情绪 看来应该是十块左右九品黑石 能够让一个光团化为人形 而在他们化为人形之前 他们没有任何用处 秦明面前化为人影的光团 笑着点了点头 面前的光团 只是吸收了九块九品黑石 秦明猜测 应该是这些九品黑石的品质较高的原因 若是吸收最普通的九品黑石 应该需要十块 甚至九品黑石内的能量不多 可能需要十一块 甚至是十二块才行 既然这样 它需要更多人影帮助它时 自然是选 则那些已经吸收了九品黑石的光团 可惜它没有办法和那些光团交流 不然能够从中挑选出一些能力不错的光团 让它们化为人形 就比如现在 它需要人影帮它种植原植 就可以挑选会种植原植的光团 只是这些命令太复杂 光团无法交流 就算命令人影 它们也没有办法从光团中挑选出来 不过有面前的五千人影 已经足够 做很多事了 就算不少人影 不会种植 原植也没事 它完全可以让它们学习 秦明不怕浪费种子 它有大量原植种子 那些光团只能吸收 九品黑石 对其他品级的黑石没有兴趣 但秦明在这些人影身上 感觉到 它们似乎对这些低品级的黑石也感兴趣 当然 它们对那些九品黑石也会感兴趣 秦明有些好奇 它们已经化为人形了 卫石膜还对黑石感兴趣 这些黑石都送给你 秦明指着 一个人影道 想看看 它们卫石膜对黑石感兴趣 听到秦明送自己黑石 那人影马上给它磕了几个头 而后恭恭敬敬地接过了黑石 看着没有任何弄虚作假的恭敬 秦明心中感叹 若它们是人类舞者 那它就拥有意 批最忠诚的手下了 那种发自内心 一切都为它考虑的心情 秦明除了感叹 就只能够感叹了 它还从来没有 见过哪个人类舞者 对它有这么的忠诚 随着它舞蹈境界提升 实力越来越强 忠诚于它的人类舞者 也越来越多 但大部分人类舞者 虽然表面上忠诚于它 但内心中是为了自己考虑 或者是觉得它 能够对付独魔家族 这才追随于它 若是有一天 它被人废了 没有了足够强大的实力 那些人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对此 秦明也不觉得 有什么不对 别人 跟着它 自然是 想要一些好处 它从来都不需要 人类舞者 对它忠诚 也不会奢求 他们忠诚 跟着它的人 它都给足够的利益 也因为利益够多的原因 所以跟着它的人 很少会背叛 并不是它 想要绝对忠诚于它的人 是因为没有 这些人影 完全忠诚于它 虽然它们没有实力 但也是让秦明心中感动 好歹它们 拥有一定的智慧 能够得到它们的完全忠诚 秦明心里 感觉非常的舒服 心中只是有些感叹 若是它们能够为它 而站就好了 那它就有一批强大的手下了 连普通的人类舞者 和它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敢对独魔家族 动手的人类舞者 秦明都是毫不吝啬地 拿出大量的资源 给它们提升武道实力 更何况是培养自己的手下 它们完全忠诚于它 若是它们是人类舞者 秦明会拿出最好的资源 培养它们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它们培养成强者 就在秦明感叹 暗自可惜的时候 只见那个接过它黑石的人影 开始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秦明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它 它发现 人影在吸收黑石中能量的时候 有一些光线从它身上流出 飘荡到了空中 而它也是变得凝实了一点点 只是凝实了一点点 若不是它仔细地观察 神识足够地强大 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这人影变得凝实了 那些光线是什么 秦明心中一动 光线的数量太少 直接就飘到了空中 秦明甚至没有看出 它是什么东西 光线就飘得无影无踪了 见此 秦明又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大量的黑石 哥哥 为什么不走了 秦熙轩好奇地问道 他看到秦明又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一些黑石后 又把黑石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而后似乎马上又要闭上眼睛 连忙问道 我有点事情 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些 秦明笑着道 秦熙轩并不知道 他有脑海空间 所以在他看来 自己把空间戒指中的黑石 拿出来又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会觉得人的做法有些奇怪 现在不是和他解释的时候 等到离开这里 再和他解释也不迟 若是能够带他 进入到脑海空间中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好 秦熙轩听话的点头 并没有多问 秦明进入到脑海空间后 把手中的大量黑石放在地上 继续命令这个人影吸收 秦明眼睛死死地盯着人影 想要看看 那光线到底是什么 这次他拿进来的黑石有些多 足够人影吸收了 若是按照人影吸收能量越多 放出来的光线就越多 那么这一次 他一定能够看清楚 那些光线到底是什么 在人影吸收黑石的时候 秦明就见到 有些光线从他体内透出 秦明这一次仔细地观察着光线 顿时发现 那些光线竟然是一种能量 是一种比肩凌云能量的能量 不比凌云能量还要强 还要纯粹 凌云能量只是单纯的能量 而这种光线的能量却不同 秦明感觉到这种光线的能量 仿佛天生就和他完美匹配 他只需要一招手 那些光线就能够被他吸收 这岂不是说 我若是有大量这种能量 在战斗中就不怕大到使用完了 秦明想到了这种能量的用途 顿时欣喜若狂 这种能量的用途肯定还有很多 只是他得到这种能量太少 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试验 而且这种转化比例 实在是让秦明有些肉痛 大量的黑石被人影吸收之后 才转化出了这么一点能量 想要支撑一场战斗 他得拿出多少黑石给他吸收 好在他只吸收普通黑石也可以 若是必须得吸收九品黑石 那消耗就更大了 九品黑石非常珍贵 就算他有十万九品黑石 也必须要省着点用 吸收九品黑石的速度 远远不及吸收这些光线能量的速度 干脆就花大量的黑石 转化为大量这种能量先 秦明想了想 决定拿出大量的黑石转化 黑石很重要 但这种能量更加重要 现在他在独魔家族大本营中 有着大量的独魔 在周围虎视眈眈 甚至有半部至尊强者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会被独魔们发现 免不了大战一场 一旦和半部至尊强者对上 秦明没有任何战胜对方的把握 若是有这种瞬间能够被他吸收的能量 也能够增加他一点优势 除了能够瞬间吸收之外 秦明也想研究一番 这种能量是否还有其他用途 想到这里 秦明没有犹豫 再次拿出大量的黑石 放在了地上 让刚刚那个人影吸收 看着人影在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秦明想了想 决定给这些人引起个名字 一直称呼他们为怨气 似乎有些不对 怨气是邪恶的东西 而在他们身上 秦明没有感觉到邪恶 只感觉到了忠诚 没有邪恶 又忠诚 不能称怨气 只能够起一个新的名字 这些人类舞者 都是被独魔杀死 说不定很多舞者和独魔浴血奋战过 只是因为舞蹈实力太弱 被独魔们俘虏了 你们就叫英灵吧 秦明看着那些人影道 听到秦明给自己等人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人影都是跪了下来 感谢秦明 神 神 神 既然给这些人影 秦明叫英灵 那魔他们身上出现的能量 就叫做英灵能量 秦明哈哈大笑 让英灵继续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英灵吸收黑石的能量 速度很快 在秦明的注视下 英灵吸收黑石的同时 自己的身躯也是渐渐的凝食 若是他完全凝食 有没有可能变成真正的人类 秦明有些好奇 感觉他们在朝着人类方向凝食 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英灵的手和脚了 除此之外 秦明感觉他更将的灵活了一些 似乎有了一丝人性 他们虽然是人形 但并不是真正的人 现在有了人性 未来说不定真的能够变成人 这些英灵完全忠诚于他 他自然非常关注他们 不知道吸收这些黑石之后 能不能让他和我交流 并且产生智慧 秦明坐在地上 看着他吸收黑石 他拿来的黑石 数量非常之多 这些黑石若是换成资源 足够一位普通的人类舞者 从真龙境 一直修炼到神兽境了 如此之多的黑石 若是还不能够让英灵蜕变 那就证明他们 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只是能够把自己变得凝实一点 不会发生本质的蜕变 秦明希望这些英灵蜕变 若是他们能有智慧 那就再好不过了 在秦明的期盼中 这个高大的英灵身躯 凝视到了一个关键点 他不再继续吸收黑石 而是坐在了地上 秦明可以清晰地看到 英灵开始长骨骼 血肉 看到这个高大的英灵在蜕变 其他英灵非常的兴奋 秦明双眼放光 他似乎猜对了 这些英灵 真的能够变成人类 若是这样 他就有一批绝对忠诚于他的人了 只是让秦明没有想到的是 就算英灵的身躯渐渐清晰 直到完全变成人类身躯 身体每一个细纹 都能看得很清楚 但还是能量体 而不是真正的人类 看到英灵已经蜕变结束 秦明眼中的期盼 也是全部消失 没有变成真正的人类 他还是能量体 神 那英灵跪在地上 嘴中发出清晰的声音 似乎是因为第一次开口 说话的声音并不好听 甚至有些别扭 不过秦明还是听懂了 对方的意思 对方在称呼自己为神 见到对方开口说话 秦明脸上的失望消失 虽然没有完全变成人 但能够开口说话 对方一定拥有智慧 现在秦明对他们的要求并不多 只要能够武器说话 拥有智慧 他已经很满足了 对方能够武器说话 拥有智慧 那么很多事情 都能够清楚地交给对方 秦明有些好奇 对方口中的神是什么意思 秦明看着高大英灵问道 什么是神 你为是魔称呼我为神 您是神 您是创造我们 赐予我们生命的神 高大英灵匍匐在地上 恭敬道 整个世界都是您的 我们也是您的 您就是世间的唯一真神 神就是神 是您 文言 秦明有些诧异 是他创造出来的英灵吗 还真是 怨气是没有生命的 只有本能 而面前的高大英灵 不但拥有智慧 还能够说话 虽然身体是能量体 但依然是生命 我既然创造出了生命 秦明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英灵们 他突然间反应过来 自己真的创造出了生命 就算是至尊强者 也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命 有些书籍中记载 整个世界 都是至尊强者创造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谁也不知道 世间的生灵 是如何来的 但不管至尊有多强大 它也只是世界 无数生灵的一部分 它们无法创造出新的生命 只能够以自身的血脉 创造出新的种族 没有人能够无中生有 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 创造出生命来 哪怕是至尊也做不到 这是常识 几乎每一个舞者都知晓 创造生命 是比创造新的血脉 要难千倍万倍 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若是能够创造生命 那岂不是至尊强者们 会创造出无数种类的生命出来 人类这个种族非常强 包容性很好 若是至尊强者们 能够创造生命 完全可能创造出 比人类这个种族 还好的新生命 就算是独魔至尊的独魔血脉 也只是借助着人类 才创造出了独魔家族 独魔家族本质 一样是人类舞者 独魔至尊并没有 创造出新的生命 只是改变了 一些人的血脉而已 创造生命是勤冥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 却没有想到 他在无意间 竟然是做到了 也难怪这些英灵们 会绝对地忠诚于他 毕竟这些生灵 是他创造出来的 这和父母 生出来的新生命不同 他们也难怪 会称呼他为神 神无所不能 在他们眼中 自己就是无所不能 只是可惜 虽然他创造出了新的生命 但他不是神 还只是人 而且是一位武道境界 连半部至尊 都没有达到的人类 他们为石魔 被我创造出来 我什么时候 有了这种能力 哪怕是无意间 创造出的新生命 秦明都觉得 非常的神奇 他仔细地回想 为石魔 他能够创造出生命 仔细一想 他似乎什么都没做 只是把青魂骨 收进脑海空间中 而后拿来了 大量的黑石 就直接创造出了生命 脑海空间 秦明瞬间 想到了关键点 青魂骨 在外面不会腐化 里面的怨气 会被束缚 但来到脑海空间之后 青魂骨便是 立马腐化了 里面的怨气 也是全部被放了出来 而在怨气 被放出来时 它们并没有 随意地飘荡 而是从黑色 变成了白色 促成这一切的 不是它 而是脑海空间 青魂骨到其他地方 不会腐化 而到了脑海空间中 却腐化了 而且这些怨气 变成白色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 一定有原因 唯一的原因 就是脑海空间了 看来脑海空间 比我想的还要了不起 有很多作用 我并没有发现 秦明看着天空 这个脑海空间是它的 它的意志 可以在脑海空间中 任意地飘荡 若是有其他舞者 进入这里和它战斗 它能够发挥出 最少两倍的五到十力 虽然创造这些英灵 它只是 拿出了一些黑石 都是脑海空间做的 但脑海空间是它的 对这些英灵而言 还真是 它创造了这些英灵 起来吧 秦明让面前的 高大英灵起来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神 我没有名字 高大英灵低着头 不敢看秦明的眼睛 不要称呼我为神 就称呼我为秦明吧 秦明直接道 虽然它创造了这些英灵 这些英灵 也是发自内心的 无比尊敬它 但秦明还是习惯别人称呼 它为神 是 英灵恭敬道 英灵并不知道秦明的名字 还以为秦明这个称谓 和神这个称谓一样 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秦明好奇问道 英灵摇头 满脸茫然地看着秦明道 我并不记得以前的事 不知您所说的 以前是什么意思 你会种植原植吗 秦明指着面前的原植种子道 这是种植它们 你会吗 我会 高大英灵点头 那魔是谁教你的 你卫士魔会 秦明问道 秦明想知道 这些英灵 是否有成为运气之前的记忆 若没有记忆 它们又怎么会种植原植呢 是 高大英灵摸了摸头 道 我也不知道卫士魔会 仿佛我天生就会做这些事情 文言 秦明若有所思地点头 看到它们一些能力 是刻在了灵魂之中 哪怕是变成了英灵 它们也会做这些事情 想要和以前一样强 自然是不可能的 没有了那些记忆 它们只能够凭借身体的本能形式 种植的原植 肯定没有以前好 不过不重要 只要它们能够学习 那总有一天 能够超过以前 它们是一张白纸 除了对我绝对忠诚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心无旁骛 学习任何东西都很快 只是不知道它们能不能修炼 能不能战斗 秦明有些好奇 面前的高大英灵 是一个新生命 它已经记不得以前的事情了 只有一些本能 若是让它修炼 它肯定能够做到心无旁骛 从现在开始 你叫秦悟 希望你能够心无旁骛地学习武道 我现在教你如何战斗 如何修炼 秦明站起身来 看着面前的高大英灵 开始教导它 文言 秦悟非常的专注 它一丝不苟地注视着 秦悟虽然刚刚有智慧 但它的武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圣寿境 正因为看到秦悟武道境界 达到了圣寿境 秦明才想马上培养它 修炼方法非常简单 秦悟的悟性也很高 几乎是一学就会 看着秦悟学会修炼 秦明让它尝试一下 于是 秦悟就盘坐在地 开始顺着经脉运转功法 秦明有些紧张地看着秦悟 若是秦悟能够修炼 那魔它就拥有一批忠诚的舞者了 关键的时候 还能够让它们作战 现在秦悟已经凝食 它能够用神石包裹它 把它从脑海空间送出去 只是秦悟的武道境界 只有圣寿境 现在还不堪大用 只有武道境界突破到神寿境 才能够和独魔舞者们战斗 若是武道境界能够突破到绝世 那就是对付独魔的中间力量了 秦悟修炼 秦明比秦悟还要紧张 秦悟脸色轻松自然 按照秦明教导的方法 一丝不苟地修炼起来 顿时空气中大量的能量被秦悟吸收 吸收能量的速度 和我武道境界在圣寿境时差不多 秦悟是一个天才 秦明观察着秦悟吸收能量的速度 惊喜地发现 对方吸收能量的速度 竟然和他武道境界 在圣寿境时差不多 要知道 他的武道天赋 在至尊世界 虽然不是绝顶 但绝对不差 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得多 秦悟吸收能量的速度 和他差不多 纳摩他就是一位武道天才 只是不知道 是秦悟一人这样 还是其他英灵也是如此 想到这里 秦明随便指了个英灵 命令道 你吸收这些黑石 刚刚秦悟吸收那些黑石 并没有吸收完 只是吸收了一小半 虽然消耗了这么多的黑石 只是培养出了一位圣寿境英灵 但秦明觉得非常值得 因为对方绝对地忠诚于他 在他的命令下 那个英灵也开始吸收黑石 和秦悟一样 吸收黑石中能量的同时 身体会飘出一些英灵能量 这些英灵能量飘到空中 聚集在了一起 现在脑海空间中有三种能量 一种是黑石中的能量 这种能量最是普通 一般舞者修炼的时候 都会消耗黑石中的能量 虽然秦明没有专门地 在脑海空间中建造阵法 不过以前培育原池的时候 他捏碎了一些黑石在这 为地式不浪费铃云能量 让原池吸收普通的能量生长 第二种是铃云能量 这是在铃云洞内得到的能量 能够让原池非常快速地生长 甚至是无视原池所需要的特殊环境 让原池茁壮地成长 也能够快速地 治愈它身上的伤势 只是治疗伤势 所需要的铃云能量非常庞大 第三种便是英灵能量啊 这种能量 能够瞬间被它吸收 其他的能力 现在还没有誓言 看着第二个英灵 吸收了足够的普通能量 身躯完全的凝食 秦明没有等他跪拜 但是直接道 你叫秦庞 我来教导你修炼 秦明之所以不让秦悟教导 是想看看 这些英灵的学习能力 教导秦庞修炼 秦明发现 学习的速度比秦悟慢了一点 但也没有慢太多 秦庞是他随意挑选的艺人 还能够学习得这么快 看来这些英灵的学习能力都不差 也是 他们完全忠诚于我 完全地相信我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又怎么可能学习的速度不快呢 秦明摇了摇头 命令秦庞开始修炼 秦庞开始修炼 秦明发现对方吸收能量的速度 竟然比秦悟还快 对此 秦明很是高兴 看来这些英灵的修炼速度都很错 武道天赋都很高 若是让所有英灵都化为人形 那岂不是很快就有一批可以一战的队伍了 只是秦明看了看自己的空间戒指里面 黑石已经不多了 除非他把九品黑石拿出来让他们蜕变 不然就只能让少量的未完成蜕变的英灵完成蜕变 两个英灵蜕变 几乎就消耗了可以把普通真龙镜舞者 培养到神兽镜的黑石 代价还真是有些大 若他们对我不是绝对忠诚 武道天赋很不错 还真没有培养的价值 秦明叹息了一口气 他很少缺黑石 但现在是真的缺少黑石 那些只是光团的英灵 数量非常之多 要把他们都变成未蜕变的英灵 哪怕是千万块九品黑石也不够 独魔家族的青魂骨太多了 而每一株青魂骨内都有大量的怨气 这些青魂骨在脑海空间中腐化 里面的怨气全部变成了光团 好在这些光团不占位置 不然整个脑海空间都会被他们占据 秦明只恨自己黑石不够多 若是他有无尽的黑石 可以把这些光团全部变成圣兽镜英灵 那么很短的时间 他就能够积蓄大量的力量 能够搅得独魔天翻地覆 看来他得想一个办法 必须得到大量的黑石才行 若是独魔家族 把普通的黑石也放入仓库就好了 那他除了九品黑石之外 还能够得到大量的普通黑石 普通黑石并不珍贵 不值得放在如此严密的仓库中 英灵的武道天赋很高 若不是培养他们花的代价太大 我没有足够的黑石培养 其实培养他们比培养月轩世界的人类武者 还有价值 若是他们能够服用丹药就好了 秦明已经试验过了 拿出大量的丹药给两个英灵使用 他们并没有办法用 也是 他们的身躯是由能量构成 而丹药是作用于肉身的 他们连肉身都没有 丹药又怎么可能对他们有效果 若是只能够吸收能量修炼 那修炼的速度也比不上普通的人类武者 秦明皱眉 普通的人类武者既能够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又能够服用丹药 而且武道境界提升 最主要是服用丹药 也因为丹药的作用如此之大 所以 炼丹师的地位 才会非常高 秦明微微叹了一口气 看来想要把他们培养到神兽境 需要的时间不短 就在他这么认为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两个英灵吸收能量的速度 并没有任何的降低 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这怎么可能 人类武者吸收能量 吸收一段时间之后 体内经络会隐隐作疼 不能够连续地吸收能量 秦明突然间明白过来 这些英灵没有肉身 本身就是能量体 他们吸收能量并没有限制 没有肉身 也意味着他们不知疲惫 可以一直修炼 一直吸收能量 秦明双眼放光 秦明突然间发现 似乎能量体也有很多好处 并不比人类的肉身差 虽然没有办法服用修炼丹药 没有办法发挥出他最大的优势 但他们可以一直吸收能量 只要他们能够一直吸收能量 永不休息 那摩他们的修炼速度 将比普通 武者快太多太多了 不过这样一来 就需要更多的黑石了 秦明发现他 更缺黑石了 摇了摇头 秦明不再关注英灵 那天有了大量的黑石 这些英灵才能够帮助他战斗 在没有大量黑石之前 他只能够先培养一部分的英灵 现在 他对那些英灵能量很感兴趣 在他的感知之中 这些英灵能量 似乎比凌云能量还要强 在得到从凌云洞出来后 他一直在发愁 没有了凌云能量的来源 脑海空间中的这些凌云能量 用一点变少一点 但现在有了英灵能量 让他看到了希望 若是英灵能量 能够替代凌云能量 那他就不需要担心了 就算想要获得英灵能量的代价很大 最少有一个稳定的能量来源 秦明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把小刀 没有犹豫在手臂上 画了一个小口子 在外面的秦熙轩 一直安静地等着秦明 看到秦明睁开眼睛 正想和他说话 却现他朝着自己就是一刀 秦熙轩吓了一跳 发现秦明面色平静 这才是松了口气 他还真怕秦明陷入幻境之中 或者是被什么邪物掌控了身体 没事 我再试试一种新的能量 秦明脸上带着笑容 开始吸收英灵能量 尝试用英灵能量 治疗手臂上的小伤口 在英灵能量到达伤口的瞬间 秦明就感觉到 伤口正在愈合 甚至秦明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伤口就完全痊愈了 英灵能量的疗伤效果 竟然是比铃鱼能够还要好 看着秦明手臂的伤口 很快便愈合 秦熙轩惊讶道 哥哥 你服用了至尊疾疗伤丹药 他知道 秦明体质特殊 一般的疗伤丹药 对秦明没用 五到十例 已经超越了绝世的强者 服用神兽疾疗伤丹药 效果已经很差了 再加上秦明体质特殊 所以秦明受伤 是不会使用疗伤丹药的 伤势能够如此之快地愈合 除了至尊级丹药之外 他还真想不到 什么丹药能够做到 并不是至尊级疗伤丹药 而是一种新的能量 英灵能量 秦明看着伤口已经愈合 兴奋不已到 新的能量 英灵能量 秦熙轩回忆了一会 点了点头 道 在我的记忆中 确实有许多种特殊能量 这些能量作用各不相同 有强有弱 都要比黑石中的能量要强 就比如守护之地的那种能量 就有疗伤的作用 只是疗伤的作用并不强 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实力强大的舞者 效果也很弱 还有在至尊界深处 能够找到非常不错的能量 只是这些能量都非常的稀有 很难才有可能得到 在他的记忆中 确实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能量 只是如此快速度 就治疗好伤势的能量 脑海中的能量 一种也比不上 秦熙轩见多识广 说不定知道英灵能量的特性 秦明道 帮我感受一下英灵能量 看看这种能量如何 说着秦明就拉着秦熙轩的手 传递了一些灵云能量过去 为了更好地感受英灵能量的效果 秦熙轩也是忍着疼在手臂上 用小刀画了一个口子 只有自己亲身体会 才能够明白这种英灵能量的具体效果 秦熙轩正打算用英灵能量来治疗伤势 却发现秦明传递过来的英灵能量 全部被他吸收了 呼 秦熙轩舒服地眯着眼睛 英灵能量进入他体内的瞬间 便是被他身体吸收 在吸收英灵能量的时候 就仿佛吃了世间最精美的食物 又像是在三福天喝了一口凉水 非常的舒服 让他流连忘返 等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 秦明传递过来的所有英灵能量 都被他身体吸收得一干二净 想要用英灵能量治疗伤口 显然是不现实了 哥哥 英灵能量不够了 秦熙轩满脸期待地看着秦明 他不知道英灵能量是什么 还没有尝出未来 但英灵能量对他很好 比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要好无数倍 吸收黑石中的能量 哪怕是九品黑石 对他现在的武道境界 提升并不大 但英灵能量不同 秦熙轩感觉自己 仿佛灵魂都飘在了空中 若是有无尽的英灵能量 给他吸收 秦熙轩有把握 自己一天武道境界 就能够直接突破到 神兽境巅峰 武道实力 也能很快达到绝世 看到秦熙轩手臂上的伤口还在 他露出满脸享受的表情 秦明摸了摸头 有些尴尬到 英灵能量已经没有了 秦明看出来 秦熙轩似乎很喜欢英灵能量 在秦熙轩看到大量九品黑石的时候 只见到他很高兴 但他在吸收英灵能量的时候 眼睛里在放光 向他讨要英灵能量的时候 恨不得把他给吃了 秦熙轩很渴望英灵能量 但可惜英灵能量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秦熙轩失望不已 果然 这种美味的能量不可能多 等等 我再转化出一点英灵能量 看到秦熙轩失望的眼神 秦明一咬牙 打算让秦熙轩吃个痛快 打算把空间戒指中的所有黑石 都转化为英灵能量 英灵能量好则好 只是转化的速率让人崩溃 足以让一位真龙镜人类舞者 武道境界突破到神兽镜的黑石 却只足够试验一下 虽然英灵能量很好 但这样的转化率 实在是太不划算 若不是转化黑石的同时 也能让未完成的英灵 彻底变成英灵 秦明绝对只会转化出一场战斗所需 以及为他治疗伤势的少部分英灵能量 算了 转化出英灵 也能够帮我很多 英灵能量 只是转化过程中的一点天头 秦明摇头 把空间戒指中的所有黑石 都放入了脑海空间中 打算尽量多转化出一些英灵出来 同时也多转化出一些英灵能量 给秦熙轩饱餐一顿 秦熙轩跟着他吃了不少苦 连吃都吃不饱 他又懂事 知道九品黑石对他很重要 所以 武道境界在突破后 就一直没有 向他要九品黑石 现在难得秦熙轩 喜欢英灵能量 秦明无论如何 也要让他多吃一些英灵能量 转化出英灵 秦熙轩好奇道 这种英灵能量 是用其他能量转化出来的 秦明点头 不错 英灵能量 是用黑石中的能量转化的 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转化出一点英灵能量 文言 秦熙轩毫不犹豫 把空间戒指中的 所有九品黑石都拿出来 递给秦明道 那把这些黑石都转化为英灵能量 看着秦熙轩期待的眼神 秦明认真道 黑石转化英灵能量 转化的效率非常之低 哪怕是一万九品黑石 也转化不了多少英灵能量 你确定要转化 用九品黑石转化英灵能量 实在是有些浪费 用普通黑石转化为英灵能量 秦明都非常心痛 何况是九品黑石 在秦明看来 九品黑石中的能量 虽然比不上英灵能量 但最少能够给秦熙轩填饱肚子 而全部转化为英灵能量 他岂不是要饿肚子了 现在秦熙轩每天吃九品黑石 得到大量九品黑石的秦明 觉得已经能够供应得起 但秦熙轩想要英灵能量 秦明觉得 除非自己能够占据月轩世界 而后把所有的黑石矿脉都找到 让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帮他开采黑石矿 才有可能供应得了秦熙轩 所需要的英灵能量 一整个世界 只供应秦熙轩一个人 这显然不现实 哪怕是占领了月轩世界 大部分的黑石 也应该是给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用 他不可能占据所有的黑石矿脉 让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无黑石可用 若他真的这么做 岂不是比独魔家族还要过分 所以就算秦熙轩再喜欢英灵能量 他也不可能一直给他英灵能量 英灵能量真的很美味 英灵能量才应该是我吃的能量 比起英灵能量来 九品黑石就如同杂草一般 不堪入口 秦熙轩看着手中的空间戒指 有些嫌弃地说道 想起英灵能量的美味 再想想九品黑石的味道 它有一种在嚼辣的感觉 秦明有些差异道 你刚刚吃九品黑石时 可不是这种感觉 九品黑石难道真的这么差 这已经是最好品质的黑石了 九品黑石是世间最好品质的黑石 世上没有食品黑石 刚刚秦熙轩在吃九品黑石的时候 一刻莫停地连着吃了十块 现在却告诉他 九品黑石不好吃 就如同吃杂草一般 这让秦明觉得自己刚刚是不是看错了 那个一口气吃十块九品黑石的人 难道不是秦熙轩 以前我觉得九品黑石很美味 但吃过英灵能量之后 才发现九品黑石的味道 真的不怎么样 秦熙轩一边说着 一边回味着英灵能量的味道 英灵能量真的很美味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形容 总之非常非常的美味 吃一次之后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看到秦熙轩那沉醉的表情 他虽然没有说出 英灵能量到底有多美味 但秦明已经看出来了 九品黑石的味道 可能并不像秦熙轩描述的那么不堪 但前提是 没有英灵能量 秦熙轩尝过英灵能量后 在吃九品黑石时 肯定会与英灵能量相对比 除非很长时间不吃英灵能量 让秦熙轩饿很长时间 不然受英灵能量的影响 九品黑石可能会一直都很不好吃 好吧 秦明点头 一时沉入到脑海空间之中 他已经把空间戒指中的所有黑石都转移到了这里 看着堆成大山一般的黑石 秦明强忍着心疼命令道 你们把这些黑石都吸收了 秦明让一些未完成英灵蜕变的英灵 吸收黑石 让他们蜕变为英灵 得到了他的准许 大量未完成影迹的英灵 开始吸收普通的黑石 秦明还是没有让他们浪费那些九品黑石 九品黑石可以让光团蜕变为未完成的英灵 普通黑石无法做到 光团对普通黑石视而不见 一点兴趣都没有 大量的黑石拿出来 空间中的能量都是浓了不少 在秦明的注视下 一个个变成英灵 未完全蜕变的英灵和英灵 都能够帮助他做事 但很明显 英灵的学习能力 以及做事的速度都快很多 所以 秦明把五千未蜕变的英灵 全部转化为了英灵 与此同时 他拿出来的所有黑石 也是被消耗得干干净净 转化出五千英灵 意味着他消耗了 可以把二千多真龙进人类舞者 培养为神兽进强者的黑石 他有这么多黑石 是金玄弥猴族为他准备的 金玄弥猴族的族人们 知道他五道境界突破 以及血脉突破 都需要大量的黑石 所以 派遣了很多的人类舞者 开采矿卖 被他覆灭的霸元一族 和苍鸟一族 家族内也有 大量的黑石矿卖 这些矿卖 其他人类势力 不敢和他们争 自然就属于金玄弥猴族了 安排了很多人 在里面开采黑石 而后把几乎所有的黑石 都送到了他这里 而现在这些黑石 大部分都被这些英灵给用了 他们变成了英灵的同时 也给他贡献了一些英灵能量 看着天空中 那薄薄一层的英灵能量 勤明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这些英灵能量 足够他战斗一场 也足够他在重伤后 快速把它治好 只是也仅仅只够 做这两件事了 足够把二千多真龙镜人类舞者 培养到神兽镜的黑石 就只够这样 这转化的效率实在是太低 英灵能量虽然好 但又实在是不实用 在他没有得到大量黑石之前 英灵能量只能够作为 他的一张底牌使用 不过勤明看到底下 贵住的五千英灵 心情好了不少 需要浪费了大量的黑石 但也算是培养出了五千英灵 有了这些英灵的帮助 他能够在脑海空间中 种植大量的原植 对了 不知道这些英灵中 有没有会炼制丹药 会布置阵法的 想到这里 勤明连忙向英灵们问道 你们终会炼丹 或者会布阵的 站出来 得到勤明的命令 有大约一千英灵站了出来 哦 勤明吃了一惊 竟然有这么多的英灵 会炼丹 或者会布阵 他看向远处的光团 心中大概猜到未识魔了 光团的数量非常之多 不可能所有都像这些英灵这么优秀 这些有些是被独魔家族俘虏的 甚至有些是被独魔家族捐养的 因此 肯定大部分的人类 什么能力都没有 只有五道境界 因为只有五道境界高的人类舞者 培养青魂骨的效果才好 不然直接杀死刚出生的婴儿 岂不是更省事 而把人类舞者培养到圣兽境 难度也很大 所以 大部分被独魔捐养的人类 五道境界 应该是没有达到圣兽境 他们被献祭给 青魂骨变成怨气后 又被他带到了脑海空间中 变成了光团 这些舞者境界低微的人类舞者 死后就算变成了怨气 肯定也没有那些五道境界高 甚至有其他能力的人类舞者强 因此 在他把九品黑石 放入到脑海空间时 大概率是这些实力强的光团先发现 而后钻入九品黑石之中 最先变成英灵的光团 应该是这无数光团中最优秀的一批 里面有大量炼丹师和阵法师 似乎也不是很奇怪的事 面前的光团中 肯定还有很多阵法师和炼丹师 只是他无法和这些光团交流 不然能够从他们中找出来 本章完 丹舞双绝 第7381-7400章 作者 飞翔蜗牛 秦明数了数 一共有八百左右的炼丹师 以及二百左右的阵法师 这魔都会炼丹的英灵 再加上我创造出来的炼丹方法 哪怕是神兽及疗伤丹药 他们都能帮我炼制 再加上 他们和人类炼丹师不同 几乎不需要休息 可以一直帮我炼丹 有他们 再加上从仓库中得到的大量原职 很短时间 我就能够得到大量的丹药 而且他们 能够帮我在脑海空间中 种植大量原职 这样一来 只要有黑石提供能量 我就能够收获无数的丹药了 秦明双眼放光 面前的五千英灵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他们全部忠诚于他 对他炼听计从 他创造出的心炼丹方法 最重要的 便是严听计从 只需要按部就班的炼制就行 这五千英灵 都是最好的炼丹师 只是他们的舞蹈境界太差 只有圣兽镜而已 因此 哪怕是有新的炼丹方法 只有那些会炼丹的英灵 才有能力炼制神兽级极品丹药 而那些不会炼丹的英灵 只能够炼制普通的神兽级丹药 不过最常用的舞蹈丹 需要的数量最多 所以只有八百会炼丹的英灵 也算是够了 至于布阵 现在他不需要 不过以后要和月轩世界的独魔战斗 一定需要大量的阵法 他们能够辅助秦熙宣布阵 可惜黑石的数量不够 若有我有大量的黑石 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他们培养到神兽境 这样一来 不管是炼丹 还是布阵 速度都能够快很多 特殊式布阵 他们的舞蹈境界只有圣兽境 哪怕阵法一道的实力再强 也只能够布置圣兽级阵法 不可能独自布置神兽级阵法 秦明暗暗摇头 他打算培养其中少部分的独魔 让他们专心地修炼 争取早日把舞蹈境界突破到神兽境 至于其他英灵 那就只能够等到他黑石充足之后再培养了 秦明现在无比的希望自己能够解决月轩世界的独魔 把月轩世界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算不能够用月轩世界的所有黑石 最少能够使用其中一半的黑石 月轩世界现在和至尊界连通着 有大量的能量从至尊界渗透过来 这里黑石矿脉的品质都非常高 得到整个月轩世界 它就能够有源源不断的黑石 能够培养出大量的英灵 这是真正属于它的力量 哪怕它让这些英灵去送死 这些英灵都会毫不犹豫 这是比独魔还恨不畏死的战士 秦明很希望早点把它们培养到神兽境 只是没有足够的黑石 它现在太缺黑石了 从来都没有这魔缺过黑石 看着天空中的英灵能量 秦明感叹道 还有英灵能量 想要得到大量的英灵能量 就只能够用普通的黑石转化了 九品黑石留着给光团们 这十万黑石能够转化出一万五千英灵 二万的英灵 若是能够全部提升到神兽境 哪怕是战斗 都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之前还有不少九品黑石 虽然被光团吸收了 但因为数量不够 很多光团还没有完全蛻变 一共二十万九品黑石 理论上应该能够转化二万英灵出来 优先给吸收过九品黑石的光团使用 这十万九品黑石应该能够转化出二万英灵 只是他现在普通黑石不足 而且他也不可能手里一点黑石也不留 全部都用了 就在秦明觉得黑石不够 英灵能量太少的时候 就感觉到所有的光团 以及英灵们都跪了下来 嘴里念念有词念叨着 神 至高无上的神 您赐予了我们生命 是世间最伟大的存在 一切都因你而生 秦明仔细地听着 都是一些赞美他的话 这些英灵和光团都面向着他 对他极其地恭敬 跪拜着行礼 秦明不明白 他们突然间发了什么疯 为石魔也做这些事 秦悟 你们这是在干石魔 秦明好奇问道 我们再向您祈祷 秦悟恭敬道 向我祈祷 秦明摸了摸头 总感觉有些别扭 他只见过后人向先辈祈祷 还从来没有 见过向活人祈祷 但真算起来 他是这些英灵的创造者 是比先辈还要受他们尊敬 向他祈祷也没错 不过他还活着 要祈祷 也应该等到他死了后 秦明当即命令道 祈祷应该是祈祷死人 你们以后就不要再祈祷 正说着 秦明看到英灵们身上 散出了英灵能量 并不是一个两个英灵 散出英灵能量 而是所有的英灵 都在散发英灵能量 甚至那些光团身上 也有极其微弱的英灵能量出来 一个英灵和光团 散发出来的英灵能量不多 但五千英灵 以及这无数光团 散发出来的英灵能量 就极其可观了 他们祈祷 竟然能够散发出英灵能量 秦明立马改口 你们以后每天都要祈祷 不 每个时辰都祈祷一次 话音刚落 就见到英灵和光团们身上 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朝他而来 进入了他的身体 秦明感觉灵魂都在震动 浑身都感觉舒爽 这种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我的血脉提升了 秦明不可思议 他的血脉提升了 虽然提升得非常轻微 但还是能够被他感觉到 他一直在头疼 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够让血脉提升 以为能够在至尊界中 找到方法 可是 来了至尊界很久 什么都没有找到 独魔家族也有传承池 似乎就是那种血池 独魔把死去的独魔尸体 放入到血池之中 让血池充满能量 可血池中的能量 秦明不能吸收 也不敢吸收 那能量是针对灵魂的 秦明就算站在血池边上 都会感觉到浑身不自在 更不用说进入血池里面了 所以他一直在苦恼 不知道该如何让他血脉 突破到至尊级 虽然五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 血脉不是必须的 但是血脉突破到至尊境 能够降低他五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境的难度 他当然不会强行地认为 自己不依靠血脉的帮助 五道境界 也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或许有人能够不依靠血脉 强行把五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境 秦明认为自己不行 他要三条五道之路 都走到极限在突破 突破的难度 会比二条五道之路 到极限突破要难得多 但突破之后 实力也会强很多 慕容女帝和独魔至尊 都是三条五道之路 达到极限 他自然也不会落后于他们 所以血脉必须要突破到至尊级 只是他血脉 想突破到至尊级 非常的困难 除了一些特殊的能量之外 就只有传承池了 血脉已经达到了神兽境巅峰 想要突破到至尊境 需要的传承池 不是以前那种 只有神兽境强者诞生的传承池 而是需要至尊死后 精血所化的传承池 而且还不能只有一个至尊死后 可能需要十位至尊的精血 才足够他血脉突破到至尊级 这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 秦明从一开始 就不把希望放在传承池上了 而是想要在至尊界中寻找机缘 若是能够在至尊界中 找到一种自然的能量 能够被他血脉吸收 那么他就能够一鼓作气 到血脉突破到至尊级 只是来到至尊界后 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能量 至尊界外围的资源很多 但也就只是资源很多而已 很难找到机缘 或许有机缘 但可能已经被独魔家族得到了 他想要在至尊界内 找机缘的难度非常之大 所谓机缘 讲究的是一个缘 说白了就是运气 秦明很不喜欢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 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才不得不寄托在运气上 而现在他感觉到了 血脉有所提升 英灵们一次祈祷 他的血脉就提升了一点 虽然提升的不多 但这不需要运气 只需要日积月累 总有一天 血脉能够突破到至尊级 虽然有提升 但提升的很少 不过这是因为 英灵和光团的数量太少了 只要他们数量够多 我的血脉提升速度 一定会更快 秦明双眼散发着金光 看向英灵们的目光 如同看一件绝世珍宝一般 英灵比光团散发出来的英灵 能量更多 而且多非常之多 哪怕只有5000英灵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英灵能量 超过了所有光团的总和 本来英灵绝对忠诚于他 秦明已经很高兴了 有了一批强大的战士 还能够帮助他炼制丹药 布置阵法 现在又能够为他提供能量 秦明实在太喜欢他们了 之前觉得一位英灵 要花费十块九品黑石 以及大量的普通黑石 觉得有些不值得 但现在秦明觉得太值得了 当场秦明就让光团 把剩下的九品黑石用了 让他们蜕变为英灵 除了少数的九品黑石 留作战斗之用 其他的黑石全部给英灵们 在得到他的命令之后 光团们争先恐后 秦明自然是先让那些 已经吸收了九品黑石的光团吸收 其次才是普通的光团 就这样 只是小半个时辰 他就拥有了五千英灵 以及一万五未完全蜕变的英灵 看着面前的英灵们 秦明道 你们都给我祈祷 再听到秦明的命令 所有的英灵和未完全蜕变的英灵 都开始祈祷 而那些光团们 自顾自地在空中飘着 他们根本听不懂秦明的命令 一切都是随心所欲 两万英灵对秦明言听计从 秦明让他们祈祷 他们便是毫不犹豫地跪下 开始祈祷 只是让秦明意外的是 只有那一万五千未完成的英灵 在祈祷时释放出英灵能量 并且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涌入了他的身体 让他血脉又提升了一点 与此同时 这一次秦明仔细观察 发现他们 在祈祷时 周围的普通能量会向他们身上涌入 原来这些英灵能量并非凭空生成 这些英灵也需要吸收普通的能量 秦明点了点头 他们吸收普通能量的速度并不快 这点能量 秦明还是能够提供的 也是 他们虽然是能量体 但也是活生生的生命 既然是生命 就不可能没有消耗 要养活一个生命 需要给他们提供黑石 需要大量的食物 只是不知道 他们吃什么 最重要的是 卫视魔之前蜕变的英灵 他们卫视魔在祈祷时 不会散发英灵能量 秦悟 你身上怎么没有散发英灵能量了 秦明好奇地问道 英灵能量 秦悟没有听懂 摸了摸脑袋 秦明解释道 就是你们在祈祷时 释放的那种能量 秦悟这才明白 恭敬道 秦明 我们需要一天的积累 祈祷时才能与您英灵联系在一起 才能够把这种能量散发出来 英灵 秦明听不懂什么是英灵 他的名字不就是叫秦明吗 什么是英灵 秦明问道 英灵就是英灵 秦悟直言道 秦明摇头 看到秦悟也不知道英灵是什么 但他明白了 秦悟说的能量 应该是在他们祈祷时 那种无形的能量 吸收那种能量之后 他的血脉 能够有略微的提升 既然秦悟称与他的英灵联系起来 才能够散发那种能量 那就称呼那种能量 叫英灵能量吧 秦明也似乎明白过来 这些英灵在向他祈祷的时候 与他是有联系的 也因此那种英灵能量 才会直接进入到了身体 不像英灵能量 是散发在空中 我说的英灵能量 是散发在空中 这种呈现金色的能量 秦明指着天空道 刚刚天空中的英灵能量并不多 只够他疗伤一次 以及战斗一次 而现在的英灵能量 比之前多了一半 这是他们祈祷时散发出来的 英灵释放出来的英灵能量最多 未完全蜕变的英灵其次 最次的是那些光团 他们散发出来的英灵能量 可以忽略不计 好在他们数量庞大 虽然每一个光团 散发出来的英灵能量 都可以忽略不计 但数量如此之多的英灵能量 合在一起 也能够散发出可观的英灵能量了 秦明看了看空中的英灵能量 恭敬道 秦明 那些能量也是我们积累的 在祈祷时全身心的放松 自然而然会把身上的能量散发出来 原来如此 秦明点了点头 看来平时 他们修炼或者生活的时候 体内会积累这种能量 因为你们身上的能量散发完了 所以再次祈祷时 并不会有能量散发出来 对吗 秦明问道 是的 秦悟点头道 那么在积累这一次散发出来的能量 你们需要多久 秦明问道 需要大约十天时间 秦悟恭敬道 我们每天都会祈祷一次 每次祈祷都会散发出这些能量 秦明点头 心里有些失望 心里有些失望 看到这一次祈祷 之所以有这么多阴灵能量 是因为他们刚刚蜕变 体内阴灵能量很多 在这一次祈祷中 把能量全部释放了出来 所以能量的量才很可观 十天才能够累积这么多 说明每天一次的祈祷 只能够释放出一成这个量的阴灵能量 很有可能 那种阴灵能量也是如此 不过若是找到大量的普通黑石 把这些未完全蜕变的阴灵 都让他们完成蜕变 得到的阴灵能量应该会多一些 就算只是这样 大约四十天 就能够积累我战斗一次 以及疗伤一次的阴灵能量 已经很不错了 秦明觉得自己太贪心了 只是四十天 就能够累积这么多的阴灵能量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四十天对于无止而言 一次闭关都不止花这点时间 甚至有些炼丹师 一次炼丹就需要花三年 这就是二十几个四十天了 只要时间积累 就会有大量的阴灵能量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阴灵能量不是普通能量能够比拟的 看秦熙轩对阴灵能量渴望的模样 就能够看出来 阴灵能量非常不简单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阴灵能量是比灵云能量 还要高级的能量了 灵云能量能够让原质生长 不知道阴灵能量能否做到 他在试验阴灵能量的作用 现在阴灵能量的量也有些多了 秦明也没有犹豫 在他的神识操控之下 一些阴灵能量朝着一株清魂类而去 清魂类可以提升舞者的神识 月轩世界中拥有阴灵血脉的人类舞者 他们依靠清魂类和黑石修炼 秦明打算用清魂类来炼制提升神识的丹药 所以清魂类非常的重要 在这里培养了脊柱 后来才明白 只需要意志坚定 心中有着胆气的舞者 用神识就能够培养清魂类 秦明也就没有太特意地培养清魂类了 只等他把月轩世界的所有毒魔都赶出世界 再让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帮助他大量地培养清魂类 现在为了试验阴灵能量 秦明打算让清魂类来试试 在他把阴灵能量靠近阴清魂类的时候 就见到清魂类迫不及待地开始吸收阴灵能量 好在秦明只是用神识控制了一点阴灵能量过来 不然以清魂类吸收阴灵能量的速度 估计有多少阴灵能量 他就会吸收多少阴灵能量 看到清魂类迫不及待地吸收阴灵能量 比吸收灵云能量还要夸张 秦明知道 阴灵能量对原质的作用可能非常之大 他用灵云能量培养原质的时候 原质会透出欢喜的情绪 但绝对不会这么地疯狂 在秦明的注视下 能够清晰地看到清魂类在茁壮成长 比杂草长得都快 会不会是清魂类比较特殊 秦明摸了摸头 决定用其他的原质试一试 不过在脑海空间中 没有种植其他的原质 只有几颗刚刚才被阴灵们种下去的种子 种子也一样 秦明先是用神石控制着灵云能量 朝着原质种子汇聚而去 原质种子吸收灵云能量的速度很快 只见吸收了一点灵云能量之后 种子散发着饱满的光泽 早就知道 灵云能量的效果了 面前饱满的种子 要不了多久就会发芽 秦明又用几乎等量的阴灵能量 试了试旁边同样的原质种子 结果只是刚刚控制着阴灵能量到种子身边 就直接被原质种子吸收了 一点渣都没有剩下 吸收了阴灵能量之后 种子直接便是破土而出 发了芽 根系粗壮 阴灵能量的效果 真好 秦明忍不住感叹道 不需要再试了 阴灵能量比灵云能量 对原质的效果要好十倍以上 只需要一点阴灵能量 就能够让原质茁壮成长 若是它舍得大量的阴灵能量 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一株原质催熟 黑石 我需要大量的黑石 需要普通的黑石 更需要九品黑石 只要有大量的黑石 我就能够让大量的光团蜕变 能够培养出无数的阴灵 有了大量的阴灵 我不需要等四十天 才能够积累一次战斗 和一次疗伤的灵云能量 若是有二十万完全蜕变的阴灵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就能够为我积累一次战斗 和疗伤的能量 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秦明现在无比地渴望 拥有大量的黑石 只是一想到 二十万完全蜕变的阴灵 需要二百万块九品黑石 需要无数的普通黑石 秦明就感觉到了难度 不过 若他真的有二十万阴灵 他们每一次祈祷 都能够给他 提供大量的阴灵能量 能够让他血脉提升 或许要不少多久 他的血脉 就能够突破到至尊级 血脉突破到至尊级后 阴灵能量 一样会被他身体吸收 吸收阴灵能量后 他的身体一定会更强 以前他羡慕秦希轩 秦希轩并不需要修炼 只要吃黑石就行 哪怕是睡觉 秦希轩都能非常快速地 提升五道境界 他拼死的修炼 速度还赶不上 秦希轩睡觉提升得快 现在不同了 现在他也能够吸收能量 提升自己的血脉 血脉突破到至尊级后 只要他身体 还在吸收阴灵能量 那么他就会持续不断地提升 要么是提升实力 要么是提升潜力 阴灵能量都如此之强 何况是看不现的阴灵能量 说不定阴灵能量更了不得 吸收了这种能量 对他一定有极大的好处 每一次吸收阴灵能量的时候 秦明感觉自己灵魂都在颤抖 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 秦明一开始不知道秦希轩 吸收阴灵能量是什么感觉 只知道秦希轩对阴灵能量很渴望 哪怕是拿出一万九品黑石 只换一点阴灵能量 他也很愿意 现在秦明明白了 他吸收阴灵能量的感觉 可能和秦希轩 吸收阴灵能量的感觉一样 哪怕刚刚才 吸收了阴灵能量 秦明现在又想了 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就仿佛灵魂飘出了身体一般 很是舒服 只是阴灵能量每一天 才能够吸收一次 而且因为阴灵们体内积累的 阴灵能量不多 他下次吸收阴灵能量 肯定会非常少 想了想 秦明命令道 以后你们每十天祈祷一次 是 众英灵恭敬道 他们对自己非常的恭敬 若不是他让他们称呼他为秦明 他们肯定会一直以神来称呼他 十天祈祷一次 这样一来 他每十天进来一次就行 其实逐一时不进入里面也行 复一时一样可以接受他们的祈祷 只是他们祈祷时 只有安静的感受 才能够更好地享受那种舒服的感觉 阴灵能量和阴灵能量都是非常好的能量 只是不知道除了帮助原职成长 治疗伤势 瞬间被人吸收之外 阴灵能量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 不管什么作用 现在最要紧的是 培育原职 让他们帮我炼丹 只需要一点阴灵能量 就能够让原职长得很好 用阴灵能量来培养原职 炼制成丹药之后 再换得大量的黑石 黑石被未完成蜕变的阴灵吸收 或者是把阴灵培养到神兽境 又能够增加阴灵能量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秦明决定大量地在脑海空间 用阴灵能量来培养原职 他太缺黑石了 只有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培养这些阴灵 他们五道境界 只有圣兽境 就能够释放出这么多的阴灵能量 若是把他们培养成神兽境 释放出来的阴灵能量 肯定更多 为了大量的黑石 秦明选择不大量储存阴灵能量 而是把他们用起来 反正炼制丹药 也可以交给这些阴灵们 他什么都不需要管 只需要提供黑石就行 月宣世界的人类舞者 都在大量使用黑石修炼 并非他们想大量使用黑石修炼 而是因为 他们没有原职炼丹 也应该没有人会炼丹 等到他掌控月宣世界后 完全可以花费大量的丹药 雇佣他们开采矿卖 得到大量黑石的同时 也能够增强他们的舞蹈实力 而这样一来 他就算把月宣世界的大部分黑石 收到自己手中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舞蹈提升 更不会被他们认为残暴 月宣世界的人类舞者 需要大量丹药 而他需要大量黑石 只是想要帮助月宣世界的人类舞者 和他们交换黑石 就必须要先打败这里的独魔仙 这里还有三个仓库 不知道仓库里面 是否还有大量黑石 秦明眯着眼睛 都有些迫不及待 去独魔家族其他仓库了 这里放了大量黑石 其他仓库没有理由 莫存放黑石 你们平时吃什么 秦明问道 我们只需要能量 普通的能量就行 勤勿恭敬地回答 秦明点了点头 离开了脑海空间 一时回到了身体 怎么样 能不能转化出英灵能量 秦兮轩满脸期待地 看着秦明 能 秦明点头 说着他把手 放在秦兮轩肩膀上 顿时有大量的英灵能量 传到了秦兮轩身上 秦明只留下一点 用来培养英灵 和原职的英灵能量 以及足够他一次战斗 和一次疗伤 其他都给了秦兮轩 吸收了大量英灵能量的 秦兮轩 闭上了眼睛 秦明知道 秦兮轩正在吸收英灵能量 安静地在一旁看着 真好吃 拌赏 秦兮轩才睁开眼睛 由衷地赞叹道 刚刚吸收那磨一点英灵能量 他才只尝到胃 而这一次吸收这些英灵能量 他才是真正地吃爽了 只是就这磨一点 一万九品黑石就没有了 他到哪里 在弄一万九品黑石 从秦明这里 换取这些英灵能量呢 秦兮轩并不知道 他给秦明的一万九品黑石 已经全部被他用来培养英灵了 他还以为他现在 吸收的这些英灵能量 是秦明用一万九品黑石转化的 就算是这样 他也觉得值得 英灵能量的味道 实在是太好 就算一万九品黑石 换这些英灵能量 也是划算的 秦兮轩感觉自己武道修味 进步了不少 好吃以后 有机会再给你多吃一些 秦明笑着道 他自然不会亏待秦兮轩 只是现在黑石数量太少了 没有办法培养出大量的英灵 再想要吃英灵能量 就必须要等十天之后了 就算是十天后 他积累的英灵能量 也不会太多 唯一提升英灵能量的方式 就是大量地培养英灵 大量地投入黑石给他们 有二十万英灵后 每一天都能给秦兮轩 不少英灵能量 若是有一百万英灵 甚至是一百万神兽进英灵 能够每天都让秦兮轩吃饱 而不是像现在 只是刚刚尝到位就没有了 秦明能够看出来 英灵能量对秦兮轩 有很大的好处 若是每天给秦兮轩 大量的英灵能量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 秦兮轩的武道境界 就能够突破到神兽境巅峰 甚至就算武道境界 突破到至尊境 可能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秦兮轩和他不同 秦兮轩的父亲是至尊 而且 他的体质非常的特殊 武道境界突破到至尊境的难度 比其他人小了非常多 再加上他成长 只需要吸收能量就行 而英灵能量 这种能量品质非常高 对秦兮轩的帮助很大 真的吗 真的能够让我再吃到英灵能量吗 秦兮轩睁着大大的眼睛 看着秦兮 眼中满是稀奇 当然 只是我现在没有黑石了 只要有黑石 不管什么品质的黑石 都能够增加英灵能量的量 秦兮轩笑着说道 打算把脑海空间和英灵的事情 告诉秦兮轩 可突然之间 秦兮轩心中一领 他有一种感觉 这件事情 谁都不能告诉 这感觉非常的奇怪 在他要开口把脑海空间 把里面英灵 以及英灵能量的事情 告诉秦兮轩时 就心血来潮的感觉到 不能告诉他 不光不能告诉他 所以人都不能告诉 这个秘密非常的重要 这种心血来潮的感觉 让秦兮很警惕 他不知道 若是把脑海空间的事情 告诉其他人会发生什么事 但总感觉有不好的事会发生 脑海空间可以为我提供大量的英灵能量 以及培育无数的原职 只要有脑海空间 我就能够培养无数的强者 比世间所有的珍宝都要珍贵 确实不能告诉其他人 秦兮心中一领 突然间想明白了脑海空间的重要性 英灵能量有多强 虽然能量与能量之间不能直接对比 但看秦兮轩对英灵能量的渴求 就能够看出来 英灵能量绝对不一般 就算在至尊界外围 甚至是至尊界内围 找到像英灵能量这种能量 也肯定非常不容易 而它却几乎可以无限量地产生 只要有英灵 只要有黑石 只需要时间 就能有大量的英灵能量 无数的英灵能量 可能培养大量强者 也能够培育原职 除此之外 英灵也是因为脑海空间的原因 这才出现的 英灵只是刚刚蜕变 便拥有圣兽境的武道实力 它们也是生灵 拥有智慧 能够修炼 只要给它们提供大量的黑石 想来 它们也能够把武道境界 突破到神兽境 不管是作为战士 还是只提供英灵能量 英灵都要比普通的人类舞者更优秀 人类舞者是天生道体 能够和几乎所有血脉融合 而英灵是能量体 非常特殊的生灵 只要活着就能够积累英灵能量 在祈祷时甚至会有英灵能量 英灵比人类还要优秀 而且只要有黑石 就能够大量地培养出来 只是不知道 英灵与英灵之间能否繁衍 大概率可以 这样一个优秀的族群 凌驾于人类之上 若是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了 可能会对我不利 哪怕是至尊强者 也会在意这样的种族 秦明彻底冷静下来 英灵和脑海空间的事情 谁也不能告诉 英灵能量非常的重要 可能连至尊都会在意 最重要的是 英灵们修炼只需要能量就行 它们比人类舞者有太多的优势 它们能够修炼 而且修炼的速度比人类舞者快 人类舞者能够把舞蹈境界 修炼到至尊境 那魔英灵们也可以 这么一想 秦明瞬间便是明白 英灵的优秀 现在他脑海空间中 只有五千英灵 一万五千未完全蜕变的英灵 而且他们的舞蹈境界 只有圣兽境 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些英灵们 毕竟他们数量太少 实力也不强 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虽然他们现在只有五千 但只要给他们时间 能够繁衍的情况下 可能会发展出 不比人类数量少的英灵 舞蹈境界 只有圣兽境 他们可以修炼 不可能一直都是圣兽境 人类很强大 但英灵比人类 还要强大和优秀 也就是说 只要给他们机会和时间 英灵们未来的成就 比所有人类都要高 这个种族发展起来 实力可能非同一般 若是至尊们 知道了英灵的特性 很可能把所有英灵 都当成敌人 而创造英灵的自己 更是会被至尊们追杀 至尊虽然很强 但他们并非与世无争 在发现有威胁 自己的东西存在的时候 绝对会不择手段 我创造了新的生命 这是连至尊都做不到的事情 若是被至尊知道了 他们未必不会把我抓去研究 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的情况下 才是秘密 被第二个人知道 就不是秘密了 秦明已经决定 哪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脑海空间的秘密 也不能告诉其他人 并非他不相信秦熙轩 他看着秦熙轩长大 又怎么会不相信秦熙轩呢 只是秘密知道的人多了 泄露的风险就会增加 最重要的是 秦熙轩就算知道了脑海空间 对他也没有好处 想了想 秦明对秦熙轩道 英灵能量很重要 能够快速地培养原职 能够治疗伤势 还能够瞬间被舞者吸收 正因为英灵能量能力强 所以制造它很难 我用普通黑石转化英灵能量 也很困难 除非我舞蹈实力很强了 并且有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提供大量的英灵能量 相信总有一天 我能够给你无尽的英灵能量 当然 英灵能量非常的宝贵 秦熙轩重重地点头 他觉得秦明说的实在太多了 像英灵能量这种宝贵的能量 又怎么可能轻易就能够被得到呢 哥哥 真的有一天 你会拥有无尽的英灵能量 秦熙轩期待地看着秦明 虽然不知道 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 但秦明既然这么说了 这一天再久 总会达到的 就算这一天很慢 但他从秦明的话语中听出来了 黑石越多 他的舞蹈实力越强 那么英灵能量也会越多 只要有越来越多的英灵能量就行 时间长一点无所谓 他最担心的是 以后没有英灵能量了 尝过英灵能量的味道之后 普通黑石实在是难以下咽 若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英灵能量 那才是对他最大的折磨 秦明点头 不错 总有一天我会拥有无尽的英灵能量 现在脑海空间中只有5000英灵 若是有5000万英灵 那么他就可以随意地挥霍英灵能量了 只是这个时间要很久很久 需要大量的黑石支持 若是真有无尽的英灵能量 我肯定很快 舞蹈境界就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秦熙轩眼中都是星星 哼 秦明道 就算有大量的英灵能量 至尊也不是这么好突破的 你也需要很努力才行 你不能指望大量的英灵能量 直接让你突破到至尊境 哪怕你舞蹈天赋极好 体质特殊也不能 他怕秦熙轩偷懒 只指望英灵能量 自己不修炼了 以前秦熙轩哪怕不修炼 只需要吸收黑石 舞蹈境界就能够蹭蹭地提升 那是因为他的血脉太过优秀 哪怕只是血脉的力量 都能够帮助他舞蹈境界 直接达到神兽境 但达到神兽境后 血脉的作用就开始变小 吸收能量 虽然也能够提升舞蹈境界 但不能完全指望吸收能量 哪怕他父母 已经帮他铺平了舞蹈之路 也需要他自己来走 没有人能够自己不努力 舞蹈境界就能够突破到至尊境 哪怕是秦熙轩也不行 若秦熙轩真的只需要吸收能量 就能够达到至尊境 那他干脆就待在虚空受足的守护之地 何必和他出来 好的 秦熙轩撅着嘴 低头头道 凶什么凶 我平时也很努力地在修炼 好 秦明摸了摸秦熙轩的头 笑道 是我说话重了 那是因为 我对你的期望很高 放心 我会给你大量的英灵能量 帮助你修炼 不过你自己也要努力 他也觉得 自己说话的语气重了一些 英灵能量 对秦熙轩也确实很好 他想要大量的英灵能量 也能够理解 听到会给他大量的英灵能量 秦熙轩脸上顿时挂上了笑容 走 我们继续搜刮独魔的仓库 秦明看着前方道 独魔的仓库 好东西不少 这一次来独魔仓库 不但让他得到了英灵 还得到了大量的原汁 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 似乎是因为都装的是普通东西的原因 这个仓库非常之大 走到最后面 秦明看到了一扇门 秦明小心地把门打开 里面放着无数的材料 没有黑石啊 看到里面是无数的材料 并没有黑石 秦熙轩有些失望 他现在很想念英灵能量的味道 而只有大量的黑石 才能够得到英灵能量 所以 他很想在独魔家族的仓库中 多收集一些黑石 很期望 里面装着大量的黑石 哪怕在珍贵的宝物 秦熙轩觉得 都没有黑石重要 何况只是一些普通的材料而已 你不是能够闻到黑石的味道吗 若里面有黑石 早就被你闻到了 秦明笑着道 也是 秦熙轩摸了摸头 尴尬地笑了笑 他对黑石的气味很敏感 这只是一道普通的门 无法隔绝里面的气息 若里面真的有黑石 他老早就能够闻到 看着里面大量的材料 秦明感叹道 独魔家族最强大的地方 我觉得是保存材料和原汁方面 你看这些材料 都分门别类地保存着 而且连忙着地脉 最大程度了让他们不受时间的腐蚀 里面有阵法 就和保存黑石一样 这个阵法是连接地脉的 而里面的材料 都保存得非常之好 哪怕过万年 这些材料都不会腐坏 这里面肯定有不少东西 是从至尊界中得来的 被放在了这里保存 秦明看着里面的材料 感受到了至尊界的气息 看来独魔家族不但把从月轩世界的材料 保存在了这里 就连至尊界的一些材料 也是运了过来 也是 比起保存在至尊界 又怎么比得上保存在这里呢 在至尊界 有实力超越爵士的凶兽存在 就连独魔家族也有被攻打的可能 而在这里 独魔家族绝对是最强大的存在 整个月轩世界都被独魔家族掌控了 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又怎么可能窃取这里的材料 若不是他来了 哪怕再过几百万年 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都不可能有实力摸到这里来 换了他 也会把至尊界中的一些珍贵材料 放在这里保存 这些材料 能不能转化为英灵能量 秦熙轩也看到了里面非常珍贵的材料 稀济地看着秦明道 他最关心的 始终是英灵能量 才不在乎这些珍贵的材料 只在乎 他们能不能被转化为英灵能量 秦明摇头 很可惜 不能 不过这些材料运到至尊世界去 能够换到大量的黑石 嗯 若是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手中有黑石 他们应该也很愿意交换这些材料 文言 秦熙轩对这些材料上心起来 不错 就算这些材料不是黑石 但能够向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交换黑石 我给他们布置阵法 布置隔绝能量的阵法 让他们修炼时速度更快 秦熙轩欢天喜地地去把这些材料 收到空间戒指中 就算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不需要这些材料 他也能够把它们布置成阵法 再把阵法卖给他们 这些材料他能够布置出无数重阵法 只要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手中有黑石 他就有办法把他们手中的黑石掏空 看到秦熙轩干劲十足 秦明也乐地轻松 这里很多材料都能够用来布置阵法 秦熙轩对这些材料很熟悉 收入空间戒指中时 也知道该怎么保存他们 看着秦熙轩在收材料 秦明在周围看了看 发现这里没有其他门了 看来这个方向已经被我找完了 不知道另外一边有什么 秦明想起了进入仓库时 感受到的沧桑和强大的气息 当时怕那边的气息是敌人 所以不敢马上去查看 现在已经把这边的东西收拾完了 自然要过去那边看看 强大气息的不一定是敌人 也可能是宝物 好了 秦熙轩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 他总算是把这里都收拾完了 一边收拾 一边想着布置什么阵法 才能够把阵法卖给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走 我们去仓库另外一边看看 秦明道 两人很快便是离开了这里 朝着另一边走去 离得近了 秦明又感觉到了那种庞大的气息 秦明皱着眉 看向一旁的秦熙轩 秦熙轩还是一如既往的欢天喜地 并没有察觉到异样 这股气息伟大 悲凉 只是一股气息 却给我极大的压迫感 哪怕是半不至尊 也没有这种压迫感 秦明很奇怪 散发出这种气息的是谁 哪怕是半不至尊当面 秦明也没有半步退缩 这股气息 就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 又如宽广无比的大海 但比起至尊强者来 却又差了很多 在秦熙轩的幻境中 他也感受过至尊的气息 至尊很强 只是散发出来的气势 就让他连腰都支不起来 在至尊面前 他连飞行都做不到 至尊任何一招 都能够杀了他 但面前的气势 并没有这种压迫感 怎么了 秦熙轩看出了秦明的异样 好奇道 那边可能有一个 极其强大的强者 只是我在他身上 感觉到的是悲凉 并没有感觉到杀意 秦明指着前方道 对方的气息不邪恶 这也是 他愿意一查究竟的原因 若气息邪恶 秦明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哪怕里面有很强大的宝物 有着无数的黑石 他也不会有任何贪恋之心 舞者很忌讳贪婪 有很多舞者就是死在摊上 哪怕宝物再降 没有命 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秦熙轩奇怪道 他的感知也很敏锐 但什么东西都没有感觉到 秦明既然感觉出了 如此清晰的情绪 那气息应该很明显才对 魏石魔他一点都感觉不到 两人继续走 来到了一个阵法面前 麒麟阵 秦熙轩看着面前的阵法 惊呼出声 什么是麒麟阵 秦明不解道 他只能够看出来 面前的阵法 应该是防御阵法 而且是神兽级的防御阵法 秦熙轩脸色凝重地 看着面前的阵法 仔细地确认了一番后 这才很肯定到 这就是麒麟阵 麒麟阵是两种阵法融合在一起 分别是麒阵和灵阵 麒阵主公 灵阵主防 都是神兽级阵法 不精通阵法的人 很难看出面前的阵法 是麒麟阵 一般只能够看出 这是麟阵 是防御阵法 若武者以破阵的手段 破解阵法 效果会非常差 强行攻击力量 更是会被麟阵吸收 等到一定程度 其阵会把所有的力量 一次性释放出来 破这种阵法 很可能所有的阵法师和武者 都被阵法所伤 甚至全部死在阵法之下 所以要万分地小心 秦熙轩脸色非常的凝重 面前的阵法 不是一般人能够布置的 他发现 整个仓库都和阵法连在一起 之前没有细细看 只觉得仓库墙壁上的那些线条 只是为了好看 现在看到面前的阵法才发现 那些巨大的线条 其实都是面前阵法的一部分 破解这种阵法很难 秦明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不错 秦熙轩点头 麒麟阵很难破解 布置的难度更高 独魔家族居然在这里布置了一座麒麟阵 独魔家族一定有五道境界 达到半部至尊的阵法师 文言 秦明愣了一下 道 布置麒麟阵 还一定需要五道境界 达到半部至尊的阵法师 普通的神兽境阵法师 布置不出来 面前的阵法这么强 他没有想到 在他看来 面前平平无奇的阵法 竟然如此的玄乎 如此的复杂 确实一定要五道实力达到半部至尊的阵法师 才有实力布置出这样的麒麟阵 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神兽境阵法师帮忙 只有一个半部至尊阵法师 也布置不出来 秦熙轩非常肯定道 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竟然让独魔家族这么地看重 秦明对里面更加地好奇了 秦熙轩一直低着头 仔细地研究着面前的麒麟阵 半晌 他转头道 哥哥 我想尝试着破解麒麟阵 别 秦明连忙阻止 你的空间大道 被西能石限制了 面前的阵法会攻击武者 若是一个不小心 你可能会死 还是让我来吧 秦熙轩摇头 看着墙壁上的花纹道 我的空间大道 在这里能够用 这些花纹隔绝了外面的 西能石影响 若是情况不对 我会用空间大道离开 你也能够马上出手救我 我只是小心地试探一番 若是真的不行 我不会强行破解他 看到秦熙轩 很想了解面前的麒麟阵 秦明想了想 最终点头 他觉得 事情并没有 秦熙轩说得这么简单 就算秦熙轩 能够在这里使用空间大道 但若麒麟阵的攻击 这么容易就被躲开 也不会被他如此重视了 所以 秦熙轩试探麒麟阵 一定有风险 但秦明想了想 觉得还是让秦熙轩试探一番 难得他对面前的阵法 这么感兴趣 而且 就算有问题 他也能够及时地出手 最重要的是 他有阴灵能量 阴灵能量 能够治疗武者的伤势 秦熙轩自己用小刀化的伤 在吸收了阴灵能量后 瞬间便是痊愈了 只要秦熙轩 不是被阵法直接杀死 秦明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用阴灵能量救他 让秦熙轩事事也好 万一他破解面前的阵法了呢 秦明不能确定 幽火一定能够破解面前的 麒麟阵 刚刚秦熙轩说了 麒麟阵能够吸收武者 对他的强行进攻 幽火攻击他 可能也会被吸收 幽火的攻击很强 被麒麟阵吸收之后 反击也可能会非常之强 所以 秦明也不敢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幽火上 得到了秦明的同意 秦熙轩很高兴 开始严阵以待 仔细地观察阵法 寻找他的破绽和规律 就算是同一个阵法 不同的阵法师布置出来 阵法也是不相同的 甚至相同的阵法师 布置同样的阵法 也不可能布置出 一模一样的阵法出来 而破解不同的阵法 自然破解的方式也不同 他的脑海中 有破解麒麟阵的方法 但他没有自信 以他现在的实力 能够把面前的麒麟阵破了 他也很好奇 里面到底有什么 值得独魔家族 在这里布置麒麟阵 要知道 就算是二十万九品黑石 独魔家族 也是没有用阵法守护 只是布置一个 方便独魔进出的阵法而已 并不是为了防范外敌 而面前的麒麟阵不一样 仿佛要把这里完全封死一般 不留任何的出路 从痕迹上来看 独魔家族布置这个阵法之后 就从来没有进去过 麒麟阵很复杂 不是一般的阵法 是能够掌控的 和其他阵法不同 麒麟阵因为由多个阵法组成 所以不能只用单一的令牌通过 需要多种通行令牌交替使用 不是阵法师 对麒麟阵一点也不了解 就算拿到了通行令牌 也没用 还是进不去 麒麟阵的布置难度 以及使用它不方便 所以很少有势力会布置它 但一旦布置麒麟阵 意味着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保护 或者是要囚禁强者 看着秦熙轩在破解麒麟阵 秦明耐心地等待着 秦明阵很难 秦熙轩想要破解 肯定需要很多时间 只是让秦明意外的是 秦熙轩很快便是开始尝试 他伸出手放在阵法的光幕上 闭上眼睛 仔细地感受着阵法的律动 就是现在 秦熙轩双眼睁开 手中汇聚的大量空间大道 朝着阵法涌去 麒麟阵光幕剧烈抖动 就在秦明以为 麒麟阵被成功破解的时候 麒麟阵的光幕上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不好 秦熙轩大吉 齐阵内已经积累了强大的力量 快退 麒麟阵的齐阵是主攻的 但以他对麒麟阵的了解 齐阵应该是先吸收强大的力量之后 才会发起猛烈的攻击 没有吸收足够的能量 麒麟阵是不会发起攻击的 就算发起攻击 威力也不大 可面前的麒麟阵 他只是稍微触碰了一下 攻击就如雷霆一般 那恐怖的威势让人惊心 已经来不及了 秦明眉头紧皱 麒麟阵的攻击 若是这么容易躲 那就不至于让秦熙轩这么重视了 麒麟阵爆发出强大攻击时 秦明瞬间便是感觉到了 他已经锁定了秦熙轩 现在就算秦熙轩使用空间大盗 也不可能逃脱他的攻击 反而会因为一心想逃 无法专心防御 受伤更重 秦明深吸了一口气 召唤出了忧火 不禁反退 朝着麒麟阵而去 哥哥 你快走 看到秦明不但没有逃跑 反而是来救他 秦熙轩心中感动 麒麟阵的攻击太降了 他不可能挡住 也不可能逃脱 哪怕秦明的武道实力很强 也是不可能抵挡麒麟阵的攻击 不知道卫世魔 面前的麒麟阵 已经蓄满了能量 哪怕现在有一位半部至尊 站在这里 面对叙事待发的麒麟阵 哪怕半部至尊全力防御 最少也是重伤 甚至直接被麒麟阵击杀 他必死无疑了 秦明离得远 再加上麒麟阵没有锁定他 秦明还有活路 这种情况 能够逃一个是一个 你快走 挡不住麒麟阵的 看着秦明义无反顾地冲来 秦熙轩哭喊着焦急道 麒麟阵已经完全蓄力 哪怕是半部至尊 也不可能扛住他的攻击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秦明没有说话 前进的身子 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挡在了秦熙轩的面前 直面着麒麟阵 秦明额头上满是汗水 他也不知道 自己能否用忧火 破解麒麟阵 麒麟阵能够吸收舞者的攻击 未必就不能吸收幽火 但现在他若是离开秦熙轩 必死无疑 只能够赌一把了 秦明双眼凝重 把双手往前一推 幽火触碰到了麒麟阵光幕 秦熙轩死死地盯着麒麟阵 秦明已经在攻击麒麟阵 现在就算他想要离开 也已经晚了 只期盼幽火 对麒麟阵有效果 秦熙轩在心中祈祷着 幽火一定要有效果 出乎意料 幽火在触碰到麒麟阵光幕的时候 并没有被他吸收 而是直接就燃烧起来 麒麟阵的攻击被瓦解 整座阵法都在崩溃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麒麟阵 哪怕是半步至尊 都拿他没有办法 半步至尊 亲自布置的麒麟阵 秦熙轩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麒麟阵 麒麟阵就这样被破了 这是麒麟阵 这可是麒麟阵 怎么就这魔被破了呢 秦熙轩死死地盯着麒麟阵 看到幽火在无视了麟阵的防御 直接便是烧了起来 麒麟阵的任何手段 在幽火面前都没有用处 麒麟阵由多座阵法组成 每一个阵法的破解方式都不一样 相互纠缠着的情况下 破解的难度非常之高 可就算破解的难度很高 幽火直接便是无视所有的阵法 只要碰到它便是燃烧起来 哪怕麒麟阵攻击幽火 幽火也是丝毫无恙 不但如此 在麒麟阵的攻击下 幽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哥哥 劫后余生 秦熙轩坐在地上重重地喘息着 背后已经全部被汗水打湿 只是那磨一会儿时间 秦熙轩感觉过了几天几夜一般 太惊险了 他们差点就都死在了这里 以他们的武道实力 哪怕是面对半不至尊 都有一丝逃跑的可能 但是面对麒麟阵 他们一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秦明也是松了一口气 目光看着面前残破的麒麟阵 心中感叹麒麟阵的强大和复杂 其他的阵法在碰到幽火的瞬间 就会被破得干干净净 而麒麟阵不同 就算幽火已经破解了它 但残破的麒麟阵 还在努力地修复着 之前秦熙轩说 麒麟阵由齐阵和灵阵组成 秦明还以为 麒麟阵只有两座阵法 现在破了麒麟阵 它的结构一览无疑 秦明才发现 麒麟阵竟然是由几十种阵法组成 而且这些阵法 都是神兽极阵法 难怪秦熙轩说 布置麒麟阵 绝对有半部至尊级别的阵法师参与 而且还需要很多神兽极阵法师辅助 秦明只是看着这十几座神兽极阵法 就有头皮发麻的感觉 哪怕有阵法师告诉他 怎么破解麒麟阵 甚至是把图纸画出来 他也破解不了 秦熙轩想尝试着破解 肯定是有一定的信心 自己有可能破解 不然他绝对不会冒险尝试 西轩 麒麟阵这么复杂 你竟然想着破解他 秦明道 秦熙轩目光也是盯着面前的麒麟阵 道 我已经看出了麒麟阵的破绽 只是没有足够的阵法 实力来破解他 再一个 魏石魔麒麟阵会积累力量 难道有武者一直攻击他不成 秦熙轩怎么也想不明白 面前的麒麟阵 魏石魔会积累能量 面前的阵法很明显很长时间没有人碰过了 哪怕麒麟阵以前积累了大量的能量 也应该慢慢地释放了才对 他之所以敢试探麒麟阵 是相信轻微的攻击试探 哪怕麒麟阵反击 他也能够防住 他也没有想过直接就把麒麟阵破解了 而是想着试探一番看清楚麒麟阵的结构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只是轻轻地传了一点能量过去 就被麒麟阵迎头痛击 麒麟阵给他的感觉 就像能量积累得太多 早就忍不住想要宣泄了 而他的攻击 刚好给了麒麟阵一个宣泄口 麒麟阵 魏石魔会积累这么多的能量 难道是毒魔们知道有人要破解他 所以一直对他攻击 显然不可能 那魔到底是魏石魔呢 秦熙轩满眼疑惑地看着麒麟阵 察觉到有一股股能量 从地底传到麒麟阵上 有能量传递到麒麟阵上 秦熙轩站了起来 细细地打量着 秦明也是发现了不对劲 有很强大的力量 从地上涌现出来 若只是一股这样的力量 秦明并不觉得奇怪 以为是麒麟阵残留的力量 但这力量持续不断 连绵不绝 这就很不对劲了 可能有危险 秦明阻止秦熙轩前进 自己走在前面 他现在对那股苍茫 而又悲凉的气息 感受得更加明显了 那人肯定就在前面 很有可能 面前的麒麟阵 就是为了困住那个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不管魏石魔 独魔家族 把人困在这里 秦明都要把对方放出来 走 带着秦熙轩 秦明小心地前进 这是世界之星 秦熙轩远远地看到了 一团白光 惊呼出声道 世界之星 秦明浑身一震 连忙朝着世界之星跑过去 他看到世界之星 被束缚在高台之上 世界之星周围 到处都是铁链 当然 这些铁链都是虚幻的 实际上世界之星 是被阵法束缚着 而这些铁链的作用 不是困住他 而是吸收他身上的力量 世界之星 这是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难怪独魔家族会布置得如此严密 秦明现在才明白 卫视魔独魔家族会花费巨大的代价 用西能石建造了一座迷宫 在这里修建仓库 仓库中最重要的 便是世界之星了 哪怕是二十万九品 黑石的价值 也是远远地和世界之星比不了 不对 面前的世界之星 只有一小部分 世界之星被人强行地分开了 秦熙轩现在也能够感觉到 世界之星的气息了 只是在他感觉 世界之星的威势并不足 不像是完整的世界之星 仔细观察才发现 原来只是月轩世界 世界之星的一小部分 只是一小部分 秦明好奇 只是一小部分 都有如此威势了 那魔找到他的所有残缺 把他们组合完整在一起 那他散发出来的气势 会有多强 就算比不过至尊强者 也是差不多了吧 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有什么用 秦明问道 他听至尊说过 至尊界的世界之星 能够帮助至尊强者 领悟规则 那么 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呢 至尊强者 不在意其他世界的世界之星 但他在意 秦熙轩拥有父母 传承给他的知识 应该对世界之星 很了解 秦熙轩看着月轩世界的 世界之星道 想要完全地掌握月轩世界 就必须要得到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我很好奇 独魔家族 是怎么把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寻到的 要知道 世界之星一般在地底 他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会不顾一切地逃跑 除非是至尊强者出手 不然就算是几十位半步至尊 也很难抓住世界之星 世界之星 是一个世界的根基 没有了世界之星 纳摩整个月轩世界都会出大事 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若是离开了 纳摩月轩世界必然会灾祸不断 最终走向灭亡 独魔家族从上古就存在了 再加上他们的阵法造诣非常高 说不定是用阵法 把世界之星强行抓住的 秦明说道 以前他就觉得 独魔家族的阵法实力很强 但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这一次见识到了 由阵法布置的庞大迷宫 以及复杂到极致的麒麟阵 他才真正明白 独魔家族的阵法造诣有多高 若不是他拥有忧火 能够把麒麟阵给破了 就算一位半步至尊前来 都不一定能够把麒麟阵破了 并且进入里面来 只要尝试破解麒麟阵 就会被麒麟阵无情地攻击 一个不小心 就算是半步至尊 也可能死在麒麟阵的攻击之下 独魔家族 有正魔将的阵法造诣 说不定能够布置出一个阵法 找到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秦熙轩摇头 世界之星不是这么容易抓到的 并没有阵法 能够抓住世界之星 他脑海里的阵法很多 但别说抓世界之星了 就算是探查世界之星 也做不到 秦明也没有想那么多 现在就要紧的是得到面前的世界之星 束缚世界之星的阵法达到了神兽级 他们在抽取世界之星的能量 让世界之星没有力量逃脱 这点束缚对于幽虎而言 轻松就解决了 脱离了束缚之后 秦明把世界之星握在了手中 现在的世界之星 不再散发出悲凉的气息 而是变成了一块软玉 这就是世界之星了 我还以为是一个被独魔家族关押在这里的强者 秦明看了看面前的世界之星 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来这里之前 他感觉到了强大的气息 又看到这里被麒麟阵保护着 一直以为里面是一个强者 却没有想到 是世界之星 是整个月轩世界最珍贵的宝物 也是 他早就应该想到 独魔家族得到了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独魔家族把月轩世界移到和至尊界相连 要想移动一整个世界可不容易 没有世界之星 独魔家族想要移动月轩世界 所付出的代价 可能比整个月轩世界都要大 秦明知道 世界能够被阵法移动 但那要布置出包裹整个世界的阵法 以月轩世界的广阔程度 独魔家族根本付不起代价 来移动它 拥有了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应该就能比较轻松地移动月轩世界吧 秦明双眼放出金光 独魔家族把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看得如此之重 这说明 他们非常的重视世界之星 不管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有什么用 独魔家族想要保护好它 那他就想要得到它 世界之星的作用很多 秦熙轩点头道 得到月轩世界的世界之星 不但能够更轻松地移动月轩世界 而且不管是封锁整个世界还是培养 或者是从世界中吸取能量 都能够通过世界之星完成 世界之星是一个世界的命脉 掌握了世界之星 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世界 当然 你需要有足够的实力 来对付世界内的生灵 若是有实力 也掌控了世界内的生灵 那么就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整个世界 封锁整个世界 秦明心中移动 可能是独魔家族半部至尊思寇代的命令 大量的神兽禁独魔和圣兽禁独魔 从至尊界传送到月轩世界 看到这些独魔来月轩世界 秦明并没有害怕 反而是想把它们都留在这里 他和秦熙轩这次进入秘境 为的不是仓库中的宝物 而是四座传送阵 只要把秘境中的所有传送阵都破了 再把至尊界的传送阵也破了 那么很长时间内 至尊界的独魔强者 很难通过传送阵过来 而月轩世界的独魔也很难离开 要知道 能够在至尊界使用的应符 非常的珍贵 哪怕是独魔家族 也不可能大量地使用传送应符离开 想要把月轩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一步就需要破了所有的阵法 让独魔家族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随意地进出 不过 破坏独魔家族的传送阵很麻烦 也有很大的危险 但现在不同了 只要得到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 就能够利用世界之心 封锁整个世界 而且 不需要担心独魔家族使用应符离开 更不需要担心独魔们在建造传送阵 这比破坏独魔家族的传送阵 要容易得多 也能够最大程度地限制独魔们 能不能困住半部至尊 秦灵眼里有了杀意 秦熙轩摇头 很难 半部至尊 毕竟能够使用规则之力 虽然规则之力掌握得不深 但从月轩世界离开 还是能够做到的 不过若是在至尊世界中 只要至尊世界的世界之心 把整个世界封锁了 纳魔 哪怕是半部至尊 也不可能脱离出去 月轩世界虽然很大 但是比起至尊世界来还差了很多 而且 一个世界强不强 不是由它的大小决定的 听到不能把半部至尊留下 秦灵有些失望 也是 毕竟是半部至尊 又怎么可能没有手段呢 能够把独魔家族 在月轩世界的绝大部分独魔留下 并且全部都杀了 绝对能够让独魔家族肉疼 有了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 我们就不需要去破坏独魔家族 建造在这里的传送阵了 只是其他的世界之心在哪里呢 秦明看着手中的世界之心道 看世界之心的残口 应该还有三块 和手中这块世界之心 差不多大小的碎片 世界之心像玉 又不是玉 比玉要轻得多 如同没有重量一般 但能够在上面感觉到澎湃的力量 以及那沧桑的气息 最重要的是 它有灵性 就如同活物一般 哪怕世界之心没有动弹 但在秦明眼里 它就是一件有生命的物件 世界之心相互之间都有感应 只要你把一时沉浸到世界之心内 就能够感觉到 其他世界之心碎片 只要在这个世界之内 不管藏得有多岩石 你都能够感应到 秦熙轩笑着道 文言 秦明连忙闭上眼睛 尝试着把一时深入到世界之心内 就如秦熙轩所言 一时深入到世界之心后 他就感受到了其他世界之心所在地 不但如此 他还能够感应到 这块世界之心的情绪 他在祈求自己 帮他找到其他的世界之心 哥哥 有了世界之心 你就能够掌握整个世界了 只要把所有独魔赶出去 那魔整个月轩世界都是你的 以后月轩世界 就是你的私人世界 除非五道境界达到至尊境 不然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都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进来 有强大的至尊强者 掌控一整个世界 当成自己的家 现在你得到了月轩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之心 等到你完全掌握月轩世界后 也能够把月轩世界当成自己的家 月轩世界很大 而且和至尊界相连 不需要担心能量不足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家 秦熙轩看着周围 仿佛在参观自己家一样 他很希望能够和秦明有一个家 又有什么是比拥有整个世界未假 还要好的呢 只要拥有月轩世界的世界之心 得到世界之心的认可 哪怕是至尊强者 想要强行进来 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五道境界 没有达到至尊境 纳摩只要秦明把世界封锁了 纳摩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不可能进来 拥有月轩世界 纳摩就有了退路 哪怕以后至尊世界被独魔家族攻占 他们也能够在月轩世界内生活 独魔家族一天不出现至尊强者 纳摩他们一天就进不来月轩世界 就算独魔家族拥有了至尊强者 至尊强者也未必会付出巨大代价 强行地攻入到月轩世界内 有了月轩世界位家 尽可攻 退可守 至于月轩世界的人类舞者 秦熙轩相信 以秦明的能力 一定能够收服所有人 轻松能够统一整个世界 只要找到所有的月轩世界世界之心 掌控月轩世界最难的 不是统一整个世界 而是把所有独魔都杀了 让独魔家族的半部至尊 只能够逃跑 以月轩世界位家 秦明吓了一跳 他还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 不过这个想法 真的很诱人 本章完 优优独ờ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